妙纪武僧所看出的端倪 严守仪并无从知晓 在场的观众也纷纷讨论起 士奎的身份和实力深浅 经过大家的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 现在的士奎强得太过离谱 严守仪虽强 但想杀他 太难 太难 并非是大家不信任严守仪 而是士奎展现出来的本领 已经超出凡人范畴了 大家也难以理解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收拾得了士奎 远在渔州赤花会总部的无见仇 看到自己的儿子 解开了士奎的最后一道封印 不由得满脸怒容 破口大骂 最后化作无力的叹息 会长 您这是怎么了 藤组长关心道 无见仇有气无力地达到 天风解开士奎的最后一道封印了 最后一道封印 藤组长看了一眼直播画面里 那个漂浮在半空中 周身被黑色的佛门精身笼罩 身后还有煞气 形成了光环的士奎 即便是隔着屏幕 他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这个妖僧的气势太可怕了 难怪会被封印在八角井中上百年 只不过 藤组长并不知道士奎的真正来历 于是他尝试着询问无见仇 事到如今 无见仇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 他徐徐说道 百年前 妖僧士奎在渝州屠杀百姓 诸多门派前去讨伐 都溃败而归 据说妖僧乃是阿修罗转世 虽然才出世几年 但修为十分可怕 寻常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当我们赤花会收到消息之时 妖僧已经屠杀千人 不仅收了他们的魂魄 还用他们的血肉铸成金身 作恶多端 人神共愤 后来 我们赤花会老祖加入了讨伐队伍 在民间教派折损了数十人的代价下 老祖用封魔钉将妖僧封印 却无力斩杀 只能将妖僧关在八角井中 并且与他签订了协议 十年才能放他出来一个月 而妖僧五年 要帮我们杀一个人 说到这里 无见仇暂时沉默了 似乎因为士奎的封印被完全解除 导致他的思绪有些混乱 腾组长也趁机消化了一下 原来士奎是阿修罗转世 在被封印进八角井之前 还发生了那么多事 不过腾组长也发现了一点 当年赤花会老祖杀不了士奎 不代表之后没有机会杀 但这么多年来 士奎依旧活得好好的 并且并没有打算报复士奎会 这一点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 就算赤花会没能力杀士奎 当年参与围剿士奎的那些 民间教派传人的后人 也绝对不会允许这样一个祸害 留在人间 他们肯定会想办法杀掉士奎的 但这么多年来 士奎依旧没有死 甚至在帮赤花会做事 腾组长也不是傻子 他稍微思考了一阵 就发现了其中的不合理 如今腾组长更愿意相信的是 当年封印士奎的高手另有其人 只不过当时围剿士奎的队伍 已经尽数折损 最后只有赤花会老祖活了下来 赤花会老祖没能力杀士奎 于是和士奎私下达成合作 偷偷将士奎藏在八角井里头 不让外人知晓 而士奎则帮赤花会杀人 也就是说 赤花会老祖不仅没有为民除害 反而还助纣为虐 偷取了当年那些 民间教派传人的成功果实 当然 这些只是腾组长的猜想 并不一定真的正确 腾组长也不会说出来 毕竟 如今他也是赤花会的一员 没必要拆自己的台子 眼下更重要的 是要面对士奎封印被解除的后果 腾组长小心翼翼地问 会长 士奎的封印被完全解除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吗 无见仇闭上眼睛 脸色难看 沉生说道 直接结果是 整个戎城没人能拦得住他 到时候 士奎会把在场的所有人杀光 包括天风 阿修罗杀起人来 那可是越杀越疯的 一旦动手就不知道停止 也不分敌我 他接着又说道 士奎杀了戎城的人以后 应该很快就会来找我们赤花会 赤花会封印了他多年 这个仇 他不会忘的 腾组长的脸色 瞬间煞白 当初他举足 加入赤花会 就是想要谋求更好的发展 可现在还没来得及发展呢 先招惹上了一个阿修罗转世 搞不好全族人的性命 都要搭进去 会长 您可要想想办法呀 腾组长焦急道 无见仇无力地摇了摇头 先看结果吧 就算士奎是阿修罗转世 他想要从戎城杀到渔州 也还要一定的时间 一旦容成的结果揭晓 我们就立即动身 离开渔州 为了躲避士奎的追杀 无见仇甚至干脆利落地 放弃了赤花会在渔州的200年基业 可见无见仇 有多么害怕士奎 腾组长张了张嘴巴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此时此刻 他竟然非常希望严首一 能够杀了士奎 但这 可能吗 荣城西湖 风雨交加 电闪雷鸣 乌云又厚又沉 遮天蔽日 明明是大白天 此时却昏天黑地如何夜晚 荣城的街道 因为是白天 没有开启路灯 所以此时的荣城 比夜晚还显更暗 士奎盘膝 单手置于胸前 背负黑色光环 悬浮在半空中 狂暴的力量 从他身上风魔钉 留下的窟窿里 喷涌而出 突然 士奎睁开眼睛 两颊和额头两侧 竟然多出了两对眼睛 一共六只眼睛 密密麻麻 如同蜘蛛的覆眼 他眨了眨眼睛 随后六只眼睛全都眯起 额头上青筋凸起 似乎浑身上下都在用力 呵 突然 士奎大喝一声 随后他那被 眼手一斩断的胳膊 竟然重新长了出来 更可怕的是 士奎多出了不止一条胳膊 在他的身后 竟又长出了四条胳膊 六目 六臂 这才是阿修罗的真身 简直和传说中 哪吒三太子的三头六臂 不相上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做完这一切 士奎控制不住地狂笑起来 被封印的力量 同样也封印了我的魂魄和记忆 我知道现在 才想起来 我究竟是谁 我是阿修罗转世 阿修罗转世 眼手一之前 不知道士奎的真正身份 但心中略有猜想 如今士奎自爆家门 他才恍然大悟 看到已经彻底黑化 并且长出六只眼睛 六条手臂的士奎 眼手一的表情 前所未有的凝重 现场的观众 也都是呆若目击 又或者脸色十分难看 士奎一步步展现出的实力 每次都在刷新人们的认知 虽然眼手一每次都能 吻压士奎一头 但这一次 好像不太一样了 那可是阿修罗的转世 即便他的实力不如前世 但魂魄可是真真切切的 凡人 如何比肩神明 眼手一 你是天煞士奎又如何 你不过是 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如何能与我阿修罗比 士奎猖狂大笑 如今我封印全部解除 便拿你当下韭菜 庆祝我自由之日 说吧 士奎闪身来到眼手一的面前 六条手臂齐出 同时对眼手一挥出六个拳头 眼手一不慌不忙 以斩破刀格挡 边打边退 士奎的力量和速度 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但并非是不可抵挡的 眼手一以武当派的 四两拨千斤之术 巧妙地化开了士奎的力量 这才不至于被直接崩飞 而眼手一抓住破绽的回击 却也被士奎轻松识破 因为士奎拥有六只眼睛 可以轻松观察到 眼手一的一举一动 一时间 二人在擂台上打得有来有回 半炙箱的功夫 便过了上千个回合 擂台上 金属的撞击声不断 偶尔闪过银色的电蛇 和金色的天雷 但都没有对士奎造成什么伤害 众人在台下看得紧张万分 同时再度吃惊 没想到眼手一的真身实力 竟然如此强大 竟能直接和士奎打成平手 眼手一实在太强了 他只有二十岁出头罢了 如果再给他二十年 我们民间教派 崛起有望 但士奎也过于强大 别看现在眼手一扛得住 但他丝毫没有胜算 继续下去必然溃败 你他妈怎么长别人稚气 灭自己威风呢 二五仔 要是眼手一输了 老子第一个砍了你 卧槽 我说实话也不行吗 你可闭嘴吧 从一开始 你就在唱衰民俗研究会 你是不是赤花会派出来的卧底 弟兄们 这里有个赤花会的卧底 待会儿眼手一赢了也就算了 眼手一要是输了 大家一起录了他 眼手一的观众员极强 但凡是个正常人 都会天然地站在眼手一这一边 但也有少部分人 或出于某些立场 或者出于极度心理 始终带着幸灾乐祸的姿态 观看比斗 眼手一越亮眼 他们越极度 眼手一要是处于劣势 他们心里就开心 就在观众们吵得不可开交之时 擂台上突然有了异样 士奎发现 光靠肉身实力 似乎无法直接击败眼手一 于是忽然后退 与眼手一拉开距离 随后六只手臂同时合时 周身爆发出一阵黑色的涟漪 在他的身后 缓缓出现了一道阿修罗的半身虚影 但这半身虚影 却足足有二十米之高 虚影中的阿修罗 拥有着黑色 却是金属光泽的皮肤 光头 脸上有着紫色纹路的符纹 眼睛是怒目之像 这个阿修罗和士奎一样 都有六条手臂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的六条胳膊 居然各自拿着一件法器 降魔杵 金刚灵 念珠 波 如意 西杖 每一件法宝 都是佛门中极具代表性的 虽然没人知道这些法宝的作用 但没人怀疑这些法宝的威力 此乃修罗法香 士奎喝道 眼手衣眼神阴沉地望着那尊巨大法香 那尊法香就如同一座大楼似的 拦在眼手衣的面前 阿修罗的魂魄 还处于残缺的状态 所以士奎召唤出来的修罗法香 也仅仅只是半身而已 但即便如此 也已经十分恐怖了 呵 士奎挥出拳头 身后的修罗法香也挥出拳头 那拳头犹如一辆从天而降 横冲直撞的大卡车 使用纵地金光躲开后的眼手衣 脚下忽然一个亮呛 倒不是因为它狡猾了 而是因为修罗法香的虚影拳头太过巨大 哪怕是一拳打空在地上 也引起附近的大地震战 还没等它调整好姿态 士奎的另一个拳头再次出现 士奎有六条手臂 可以毫无间断地进行连续性攻击 而眼手衣只有两条胳膊两条腿 想要闪躲简直是难上加难 眼看士奎的拳头即将落下 眼手衣忽然吹了一声口哨 一道金色的身影从天而降 以极快的速度低空掠过 眼手衣的身影瞬间被带走 什么东西 士奎眉头一皱仔细寻找 却没在地面上找到眼手衣的身影 在天上 这时有观众忍不住喊出声 只是他才喊出声 就被其他的观众捂住嘴巴 你这是场外提醒 会干扰到眼手衣和妖僧的战斗 只是话已经说出口了 无法收回 士奎立刻警觉地抬起头 便看到手持斩破刀的眼手衣 从天而降 一刀斩向修罗法香的脑袋 死了 斩破刀的刀光掠过 修罗法香的脸顿时好像一张被划破的纸 巨大的裂口出现 被一分为二的脑袋迎风摇摆着 眼手衣落地 紧接着是一道金色的身影 在他的头顶盘旋几圈 最终降落在眼手衣的肩膀上 那是一只通体金光的浮雁 身上刻着复杂的符纹 一双灵动的小眼睛 滴溜溜地转着 显示着他不同于普通傀儡的灵质 小叶 樱目锁魂 这可是鲁般传人的绝技啊 眼手衣果然有两把刷子 又让我长见识了 为爱中 这只小小的傀儡有什么作用 谁能解释一下 珍惜拥有 他的体内封印着一道魂魄 当然非普通的傀儡能比 不过比起这个 我们不是应该关注一下妖僧的情况吗 眼手衣方才突然从空中发动袭击 一刀就将修罗法香的脑袋 劈成两半 而后续情况如何 才是所有人真正所需要关注的事情 修罗法香的脑袋 从中间一分为二 裂口一直延伸到脖梗处 因为法香并非实体 只是力量的具象化 所以失去了整体性的修罗法香脑袋 如同破步条式的迎风摇摆着 众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想看看眼手衣 是否能对修罗法香造成伤害 却听士奎放肆张狂地大笑起来 修罗法香乃无形之相 他可以伤你 你却伤不了他 话音落下 一分为二的脑袋疯狂颤抖摇摆 最终合二为一 与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也就是说 眼手衣方才那一刀 没有对士奎造成半点伤害 众人的心忽然跌落谷底 但依旧有人对眼手衣抱有希望 我相信眼手衣 之前好几回 咱们都认为眼手衣不是士奎的对手 但眼手衣每次都能给我们惊喜 这一次也一样 这一次 恐怕不一样了 士奎是阿修罗转世 现在封印全部解开 实力恐怕相当于半个阿修罗 眼手衣再厉害 也只是凡人 凡人怎么可能战胜得了神佛 这 大家都感觉胸口憋着一口气 比起士奎的张狂 东道主眼手衣 从始至中没怎么说话 他眉头紧皱 并没有打算退缩 似乎在思考着对策 妙计疏手 林子彤询问妙计武僧 士奎是阿修罗转世 从您的角度来看 大傻子又胜利的可能吗 妙计武僧脸色凝重 缓缓摇头 若以我的理解 手衣还不足以战胜士奎 但看那小子现在的状态 似乎并没有打算放弃 林子彤最了解眼手衣 从眼手衣现在的反应来看 他甚至已经想到了对付的办法 只是在反复验证方法的可能性 忽然 林子彤想到了祖龙剑 当初在秦始皇陵墓里 霍班同样是阎首衣不可战胜的对手 但阎首衣借用了祖龙剑 消耗真龙子气 一剑斩了霍班的因果 这才战胜霍班 有没有可能 用同样的方法斩杀士奎呢 这个念头刚刚冒出 就被林子彤否决了 秦始皇陵墓里的那一战 消耗了阎首衣身上的所有真龙子气 十几年来做的善事 全部付诸东流 而现在阎首衣身上的真龙子气 还不足以再次使用祖龙剑 更别提斩因果 杀妖僧了 你到底在计划着什么 林子彤望着阎首衣 眼里是掩饰不住地担心 我推算得差不多了 废墟当中 阎首衣嘴角微微上扬 用只有他和三元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势魁虽强 但不是不可战胜 只有咱们配合得好 三元绿豆大小的眼睛 盯着阎首衣看 似乎在告诉阎首衣 我听你的安排 首先 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破坏修罗法乡 阎首衣说完 拿出了三张道符 以舌尖邪引燃 三张道符燃烧殆尽 化作金光 钻进三元体内 北地之宫 急来云晴 历世使者 素质坛中 令寇急速 雷吼雷奔 天阴地黑 日月昏蒙 万魔拱手 浮道吉从 吞魔石鬼 减恶除凶 赶为黑绿 压至桑同 收送黑玉 永结无穷 沉沉长夜 剑刃刀锋 金吾解印 万鬼臣服 金光没入三元体内 三元的身形 瞬间长大无数倍 化作巨鸟 振翅而飞 他的身上 铺着直刀立的阎首衣 是木魁法天 又是鲁般传人的绝技 今天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阎首衣突然出手 是不是有了应对之策 这也得亏是阎首衣 换作是我 恐怕早就死在 士魁手下无数次了 见三元巨大化 并且带着阎首衣 飞上天空 众人再次激动起来 不自量裂 士魁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阎首衣 他一跃而起 六掌合拢 打算像拍死苍蝇似的 拍死阎首衣和三元 眼看修罗法相的手掌 越来越近 阎首一拍了拍三元的脑袋 三元周身金光一闪 竟然凭空消失 下一秒就躲开修罗法相的手掌 出现在另一处 鲁般传人所会的纵地金光 那只木鸟竟然也会 众人震惊 龙飞成大笑 三元会的 可不只是纵地金光 说吧 众人就看到 三元周身有 银色的电蛇游动 哄 一道掌心雷豁然劈下 正中修罗法相 压得士魁抬不起头来 混账 士魁大怒 强行打散掌心雷 操控着修罗虚影追杀 眼首一和三元 眼首一不退反镜 让三元带着他在空中游走 时不时释放掌心雷 与五雷正法进行干扰 士魁没注意到 但观众们看得一清二楚 眼首一和三元在游走之间 已经距离士魁的真身越来越近 难道眼首一想 直接对士魁的真身造成伤害 借此打散修罗法相 当观众们意识到这一点之时 士魁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忽然感觉到一丝良意 便赶紧转攻为首 却在此时 三元忽然一个转身 当他将后背面向士魁的时候 士魁赫然发现 眼首一竟然已经不在三元的背上了 他去哪了 士魁大惊失色 以血为影 以气为霉 诸天荡荡 正无见心 天地万物 皆为神剑 听我号令 扶妖灭魔 就在他惊慌失措之时 眼首一清冷的声音响起 士魁猛地转身 只见他身后 眼首一已经高举斩破刀 斩破刀上 凝聚着十分可怕的剑翼 天地万物 皆为神剑 听我号令 扶妖灭魔 灭的 就是士魁这只魔 士魁双眼圆瞪 眼中迸发出杀意 六只手迅速核实 在眼首一还没有落刀之前 修罗法相的虚影 已经杀来 碰 先是一双手合时 将眼首一夹在中间 紧接着又是两声闷响 另外四只手也陆续跟上 六只手死死地 将眼首一抓在掌心 正如如来佛祖 封印孙悟空那样 被士魁抓在 手心的眼首一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兼自己抓住了眼首一 士魁大喜 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他忽然感觉到 手掌心的触感不太对劲 眼首一是有实体的 即便此时被捏成肉泥 也不应该是现在的触感 现在的触感 仿佛自己捏在手心的 只是一张保纸 士魁正正地松开手 只见修罗法相的虚影手掌里 缓缓飘落一团人形废纸 这一瞬间 全场哗然 这是民间教派 扎指人的绝技 金蝉脱鞘 眼首一再一次 戏耍了妖僧士魁 指人 士魁看着缓缓飘落的 指人身体 直接失去了表情管理能力 又被耍了 先是傀儡 然后指指人替身 纵然自己有一身实力 却被眼首一缕刺 当猴一样细耍 士魁身为阿修罗转世的骄傲 不允许他被眼首一这样践踏自尊 但下一秒 士魁又冷静下来 想到了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之前眼首一使用目魁法身 是为了试探自己的实力 而这一次 眼首一使用指人替身 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只是为了戏耍自己吗 不 绝对不会是那么简单 这小子 是在吊虎离山 分散我的注意力 他的真身 一定在密谋着什么 想到这一点 士魁的心忽然一凉 一股无法克制的恐惧感 让他本能地低下头 就在他低头的一瞬间 一道刀光从他的头顶闪过 现场的观众 忍不住发出失落的哀嚎 士魁没看到 但观众们都看到了 在士魁捏死指人替身的一瞬间 眼首一的真身 就出现在士魁的另一侧 他同样手举斩破刀 酝酿这一道十分可怕的攻击 那是眼首一 从沁江将军那传承到的 一箭问天 这一刀 似乎有斩断世间一切的威力 众人完全相信 如果这一刀劈在士魁的脖梗 一定能让这妖僧伸手分离 然而 士魁还是提前一步预料到 低下头闪躲了 躲开了 就意味着眼首一之前的努力 全部白费了 可惜 之前那一招调虎离山之际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众人都没猜到 眼首一竟然还会 扎指人的绝技 惊蝉脱鞘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可以斩了妖僧的脑袋 现在士魁知道了 眼首一有这么一手 想要顾忌重施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也就是说 眼首一彻底失去了这个机会 就在所有人都为之遗憾 感叹可惜之时 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眼首一掌空的那一刀 在掠过士魁头顶以后 并没有立刻收刀 而是气势不减 继续前进 当的一声 斩破刀带着恐怖的力量 砍在士魁身后的光环之上 众人豁然 在场任何一个 稍微有点底子的炼家子 都能看得出来 眼首一的这一刀 完全就是冲着士魁身后的光环而去的 他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靠这一招 斩掉妖僧的脑袋 只是 为何放着本体不杀 而要去优先攻击士魁身后的光环 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 突然 原本神色凝重 认为眼首一无法战胜士魁的妙计武僧 眉头瞬间舒展 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阿弥陀佛 这一声阿弥陀佛 有种豁然开朗 如是重负的味道 狗倒是立刻忍不住了 啊你骂了个八子 死突驴 你是不是误到了什么 妙计武僧气得给了狗倒是一拳 然后高兴到 首一真是有慧根 我收回之前的话 现在看来 首一有很大的概率斩杀妖僧 妙计叔说 您发现了什么吗 林子彤着急地问 妙计武僧双手合十 点了点头 与其温柔 是的 狗倒是捂着小腹 忍不住吐槽 你妈的 老子问你你就出拳 林丫头问你你笑嘻嘻的 死突驴不得好死 不理会狗倒是的吐槽 妙计武僧解释道 首一本可以用祖龙剑 直接斩妖僧的因果 但他身上的真龙子气 已经不足以让他使用祖龙剑 而妖僧身后的光环内 封印着百年前他残骸的 数千无辜百姓的冤魂 倘若首一打破光环 释放冤魂 再将他们超度 那便是巨大的功德 如此巨大的功德 形成的真龙子气 完全能够让首一再度使用祖龙剑 听了妙计武僧的解释 林子彤瞬间念头通达 喜上眉梢 狗倒是也不再吐槽妙计武僧 而是高兴地吹起口哨 首一这小子 打小就聪明 真龙子气不够 那就想办法凑够 眼前就是一个 现成刷功德的对象 怎么能放过呢 斩破刀斩在光环之上 光环没有佛门精神保护 脆弱不堪 再加上士奎根本没料到 眼手一有这么一手 光环瞬间崩裂 砰的一声 光环化作无数碎片 紧接着 汗天动地的哭声 响彻西湖 上千条冤魂从光环中钻出 百年的痛苦 让他们忍不住哭嚎 声音凄凉无比 闻者潸然泪下 鬼影重重 遮天蔽日 在大雨中盘旋不肯离开 似乎想要报复士奎 士奎回过神来 也是勃然大怒 混账东西 你敢破我光环 眼手一还没落地 三元就过来接应 拖着他向后 与士奎拉开距离 与此同时 眼手一微笑着说道 破你光环 还需要挑日子 嘲讽直接拉满 士奎冷哼一声 随手抓住几只冤魂 便塞进修罗法相的嘴里 他不屑地说道 我的力量 和这些冤魂并没有关系 你破光环 对我没有半点影响 士奎嘲笑眼手一 多此一举 但眼手一的目的 又岂是士奎能猜到的 只见他双手合十 身上闪过金光 嘴里念念有词 紧接着 他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万字 印着眼手一的身体 宛若活佛将士 如果不是眼手一 脑袋上还有着茂密的头发 那么他现在妥妥是一个佛子的形象 对于眼手一忽然使用佛门的法术 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谁让他是鲁班传人呢 大家好奇的是 眼手一使用佛门法术的目的 士奎就是妖僧 在妖僧面前使用佛门的法术 和班门弄斧有什么区别 士奎只是看了一眼 便知道眼手一想要做什么 这小子念的是 波罗密多星经 此乃超度冤魂的经文 但尽管士奎听出 眼手一在念的经文是什么 依旧是摸不着头脑 大敌当前 这小子不着急对敌 怎么反而现场开始超度冤魂 即便超度了冤魂 也对自己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更不可能提升那小子的战力啊 在士奎不解的眼神当中 眼手一作如老僧 不慌不忙地念着经文 观字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 十兆剑 五蕴皆空 射例子 色即空 空即色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 大雨磅礴的天地之间 眼手一的声音 飘渺如雾 回荡深远 经久不绝 他念诵佛经之时 给人一种莫名的静心感 仿佛这世界突然安静 什么雷声 雨声 都被眼手一念诵佛经的声音盖过 天地间只剩下一种声音 正是眼手一的诵经声 一开始 眼手一徐徐念诵 可后来 他诵经的声音越来越大 语速也越来越快 发音变得模糊 却十分连贯 宛如某种乐器在弹奏 忽然 众人耳朵里 竟然想起了阵阵梵音 梵音 指佛的声音 佛的声音 有五种清静相 即正直 和雅 清澈 深满 周辩远闻 为佛三十二相之一 竟然是梵音 观众当中 有对佛门稍许了解之人 纷纷露出惊讶之色 普通人念经 只会觉得拗口枯燥 念久了难听 如苍蝇蚊子 但真正地得到高僧念经 只会让人平心静气 如同置身在无边旷野 心中有龙乃大 从而唤醒人的真善美 阎首一如今念出了梵音 便说明 此子要么是个 有佛心有佛缘的高僧 要么 此子心怀人间至真至善 有浩然正气 与佛书徒同归 但不管阎首一 是哪一种情况 都足以让人瞠目 毕竟 他真正的身份 是一个民间教派传人 梵音想起 阎首一周身泛起金光 与他脚下的万字 交相辉映 金光十明十暗 如同在呼吸一般 不似死井 宛若有灵 适魁周身的黑色金身 被佛光与范英所压制 变得暗淡 这让他感觉十分不舒服 而且 冥冥之中 适魁心有所惧 即便他认为自己的实力 碾压严首一 却还是感觉不放心 不能给此子机会 最好就地诛杀 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 适魁就立即行动 他忽然摇动手里的金刚灵 发出刺耳的声响 想一词扰乱严首一的心智 让他停止念诵心晶 却没想到 严首一的范英骤然增强 反而压得金刚灵 发不出声响 好 妙计武僧忍不住说道 金刚灵毕竟是佛门之物 区区一件法宝 如何与心晶抗衡 范英压制金刚灵 占据了天然和绝对的优势 适魁脸色一沉 发现金刚灵不管用以后 立刻将之抛弃 随后扯断另一只手里的念珠 将黑色念珠 抛洒向严首一 念珠还未落地 变化作十八个手持棍棒的同仁 他们皆是武僧 却不是罗汉 只是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十八同仁将严首一围在中间 挥舞着棍棒敲打 棍棒打在肉身上 本应该发出沉闷的喷喷声 然而十八同仁的棍棒 打在严首一身上 发出的声音却犹如撞钟 这家伙 是魁咬牙切齿 他没指望这些同仁 能破得了严首一的金身 但那十八同仁的棍棒不仅会对肉身造成伤害 还会勾起挨打者的悔过之心 但凡心中有愧 对方便会放下一切挣扎和防御 心甘情愿地挨打悔过 这本是绝佳的进攻之法 可令士奎没想到的是 这对严首一竟然不起作用 难道这小子从没有后悔过 他就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吗 他从不后悔 这在士奎的认知当中 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事实便是如此 十八同仁的攻击 对严首一完全不起作用 士奎不甘心 抓着西杖的手忽然抬起 然后将西杖重重地刺向地面 动 沉重西杖插入地面 顶端的银环快速旋转 发出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波纹 撞向严首一的大脑 西杖中藏有佛门戒律 严首一不戒昏心 不戒女色 触犯了佛门八戒 倘若严首一是因为有佛心有佛缘 才能念诵出梵音的话 那么此时他便会被佛门戒律影响 立刻放下一切抵抗 顿入空门 士奎认为 严首一必然是受妙计武僧的影响 才能念出梵音 这意味着 此子至少拥有佛缘 那么必定会被西杖影响 对于这一件件佛门法宝的作用 同一时间 妙计武僧也介绍给众人听 直播间里的观众 得知西杖的作用后 同样开始担心 严首一会顿入空门 一旦他顿入空门 以后就是个吃斋念经的和尚 和他们民间教派 恐怕就扯不上什么关系了 更别提领导大家了 而且更直接的是 严首一会败在士奎的手下 是死是活 还是个未知数 西杖的确有如此能力 但 妙计武僧双手合十 微笑道 首一从未接触佛门教义 他除了会佛门精深 和超度之法以外 和佛门没有半点关系 妙计武僧的话 被直播出去了 直播间的网友们 瞬间炸开了锅 严首一没有接触过佛门教义 说明他没有佛心和佛缘 可他的确确念出了梵音 也就是说 严首一心怀人间至真至善 有浩然正气 与佛书徒同归 是真正救苦救难之人 一瞬间 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严首一 只要严首一 能扛得住西杖的影响 那么今日见证此战之人 就绝对没有不服他的 敢问 一个真真切切问心无愧 心怀大义之人 谁又愿意和他过不去呢 严首一已经在正义一方 死死地站稳脚跟 现在谁和严首一过不去 谁就是主动将自己 推向邪恶一方 而问心无愧 心怀大义的严首一 也是民间教派 众望所归之人 膝杖上的迎环旋转 发出力笑之声 如同长着严厉的质问和责骂 扑向严首一 可严首一 依旧双手合十 坐如老钟 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这 这不可能 士奎面色猙獰 失声尖叫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存在一个 如此问心无愧 心怀天下苍生之人 在士奎的认知当中 就算是那种 敲了百年木鱼的得道高僧 都办不到 可严首一就是做到了 他不是佛门中人 去佛没有区别 看到严首一 没有受到膝杖的影响 一直沉默着的魏长青 忽然眼圈泛红 眼角有泪光 他颤抖着 用鼻子吸了一口气 仰头看天 自言自语道 师父 首一是您亲自带大的 他的坦荡 全由您老引导栽培 如果说首一与佛无二 那么您 又该是何等境界 严首一的成长 离不开他的爷爷严百祥 如果没有严百祥那十年教导 严首一绝不可能成长为这样的人 似乎是受到念珠和膝杖的影响 魏长青毁上心头 情难自控 背身哭泣 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无效 金刚灵 念珠 膝杖 都对严首一无效 现场的观众 爆发出热烈的贺彩声 宛如严首一已经胜利 凯旋而归 闭嘴 观众的贺彩声 深深刺痛了士奎的神经 他用佛门狮子吼 强行压下贺彩声 随后再也绷不住了 手里拿着剩下的降魔杵 金波和如意 杀向严首一 虽然不知道 严首一到底想做什么 但士奎必须阻止他 可士奎刚刚冲出几步 巨大的三元便拦在他的面前 三元通体金黄 可见防御力也是高得吓人 但士奎并没有将三元放在眼里 就凭你也想拦我 突然 三元震翅而飞 士奎愣了愣 猛然注意到 三元的身后 不知何时多了一道身影 那是一只巨大的野猪腰 棕黑色的毛发 如同钢针一般坚硬 四根獠牙外翻 牙尖泛着寒芒 仿佛四柄利剑 强壮的四肢在地上刨坑 似在序里 在士奎还没有回过神来之时 朱山造突然冲出 狠狠地撞在修罗法箱上 士奎被巨大的力道 往后推了数十米 你又是何物 士奎怒吼咆哮 士奎黑黑笑道 看不出来吗 俺是出马线 谁他妈会选一只野猪腰 当出马线啊 士奎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三元和朱山造并排而立 拦在士奎和掩首一中间 回过神的士奎 眼中尽是杀意 看来掩首亦需要时间 被倒破目的 朱山造一点也不慌 因为 掩首亦需要的时间 自己和三元 已经替他争取到了 嗡 范音忽然扩散 掩首亦周身被金光吞噬 金光渗透到周遭那些 正在挣扎的痛苦的冤魂里 缓缓地瓦解他们的魂魄 让他们化作点点星光消散 这些被士奎残杀 并封印在光环当中的上千冤魂 在百年之后总算得以解脱 掩首亦将他们全部超度 阿弥陀佛 妙计武僧双手合十 低声说道 此乃大善 论超度之法 各门各派 没有比得上佛门的 掩首亦仅靠念诵心经 便一口气超度了上千冤魂 这些冤魂离开阳间 魂魄消散 却留下了一道道功德 这些功德 此时全部向掩首亦聚集而去 金色的功德 被掩首亦所接纳 变换成一缕缕紫气 围绕在掩首亦周身 此乃真龙紫气 行大善者 得因果者 有气韵者 方可获得 越来越多魂魄消散 越来越多功德聚集 掩首亦身上的真龙紫气 也越发魂厚 呼 精光与紫气交汇之中 掩首亦缓缓吐出一口气 自打从秦始皇陵墓出来以后 他就感觉身子沉甸甸的 而此时此刻 他的身子变得无比轻盈 真龙紫气拖着他的身体 仿佛是有无数双手臂 将他推着前行 真龙紫气 也许便是众生之力吧 严首亦心里感慨 多行善事 得到多助 就算某一天我想放弃了 我身后的那些知识者们 也会推着我前行 有他们在 有众生在 我何愁前路不平 何愁艰难险阻 何愁大事不成 一瞬间 金光撤去 严首亦傲然而立 而这一刻 正是诸山造和三元说完话 退开之时 严首亦所需要的时间 他们俩已经为严首亦争取到了 此时此刻 仕佛沉默不语 他望着严首亦 眼神防备 这小子到底要出什么招 我本没有杀你的实力 严首亦伸手一抓 便从胯包中 取出了黑色的剑侠 剑侠十分古朴 年代要比仕佛当年 被封印之时 还要久远 仕佛本能地感受到了威胁 只见严首一拍了拍剑侠 剑侠自动打开 露出一柄青铜剑 祖龙剑 奈何 若不杀你 未来必将生灵涂炭 严首一说完 没有伸手拔剑 而是将斩破刀换到了左手 然后右手高举 剑指苍穹 剑来 祖龙剑陡然发出一阵嗡鸣 然后化作金光 冲天起 天地间宛若有龙鸣声回荡 咒语突然停止 但惊雷却不断 祖龙剑直入乌云 紧接着雷光阵阵 厚重的雷云当中 竟然有一道龙影翻腾 士奎瞪大了双眼 龙 真的有龙 现场的观众 更是瞠目结舌 直播间的弹幕 头一回出现空屏的状态 大家都忘了说话 妖僧士奎 突然间 严首一的声音响彻天际 你残杀众生 不知悔改 罪大恶极 今日我便代表众生杀你 以血为影 以气为霉 诸天荡荡 正无剑心 天地万物 皆为神剑 听我号令 扶妖灭魔 严首一周身的真龙紫气 化作苍龙 钻入雷云当中 在滚滚惊雷之下 祖龙剑破云而出 斜着真龙虚影 气势磅礴 劈向士奎 诸天荡荡 正无剑心 士奎仰头看着飞来的祖龙剑 只觉得双腿发软 根本无法逃走抵抗 擂台下的吴天风 咬牙吼道 愣在那里做什么 还不快闪开 祖龙剑斩的是士奎 不是吴天风 所以吴天风感受不到 那股磅礴气势 他无法理解 为何强大的士奎 此时竟然连逃跑都办不到 不仅如此 在众目睽睽之下 士奎竟然双腿一软 跪在了地上 他的眼中满是巨异 表情好似要求饶 却是喉咙干涩 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很突兀的 祖龙剑出现在士奎的面前 锋利的剑间 距离士奎的鼻子 不过分毫之差 而从远处看去 祖龙剑身后的真龙虚影 也与巨大的修罗法相 四目相对 那巨大的龙手 眼中散发着恐怖的杀意 这杀意 就连修罗法相都要畏惧 时间仿佛停止 士奎咽了口唾沫 眼神透过祖龙剑 看到其身后的眼手衣 别杀我 好不好 士奎声音沙哑地问道 回应士奎的 是眼手衣轻轻滑动的剑指 他的嘴里只吐出一个字 斩 吼 真龙怒吼咆哮 士奎双手合时 流泪悔过 祖龙剑毫不犹豫地 穿过士奎的胸膛 请客间 修罗法相 烟消云散 雨停了 乌云散了 一缕阳光照进西湖 引来鱼儿争香 跃出水面 民俗研究会里 真龙的虚影 已经消失不见 随之消失的 还有修罗法相 扑通一声 士奎无力地跪在地上 他的额头渗出汗水 顺着脸颊流下 最后在下巴汇聚 巴搭一声滴在地上 地上 早被鲜血覆盖 祖龙剑刺穿了士奎的身体 真龙紫气 直接斩了他的因果 士奎变成了一个 没有未来的人 他的嘴角止不住地流血 脸色渐渐苍白 从妙计五僧的视角看去 士奎体内的阿修罗魂魄 也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阿弥陀佛 妙计五僧的眼中 不卑不喜 对于这位妖僧的最终归宿 略有些感慨 妖僧也是僧 只可惜走了歪路 以士奎的天赋 当初轮回之后 若是有人加以引导 哪怕他是阿修罗转世 也有可能可能度化成佛 但士奎没有那么好运 他没能遇到贵人 对严守义而言 他的贵人 便是他的爷爷严百祥 过去的十年里 严百祥带着严守义 走南闯北 教会他做人的道理 让严守义坦坦荡荡 问心无愧 今日才能经受住重重考验 最后战胜士奎 倘若士奎当年 也能遇到一个严百祥 今日之事 恐怕完全不同了 严哥 赢了 龙飞城在短暂的愣神之后 突然欢呼雀跃 兄弟们 我就问一句 还有谁 你们还等什么呢 赶紧刷一波666啊 苍茫 严守义竟然真的战胜妖僧了 不可思议 林小杰 最后那一件也太强了吧 我都看待了 风尘道人 我认为最可贵之处 是严守义扛住了念珠和西藏的考验 这证明了她的人品 值得我们信赖和托付 几脚嘎拉 连妖僧这么强的对手 都被严守义斩杀了 赤花会 还有谁能胜过严守义 范叔有劳保 不用怀疑 民俗研究会 即将成为我们民间教派的代表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马上去荣城 加入民俗研究会 头上的哥们儿等等我 咱们组队 七猫书友 839873414 夺妻之仇 不共戴天 系统提示 用户七猫书友 839873414 由于违规发言 被禁言五万年 靠 都什么时候了 还禁言呢 众网友心里吐槽 现场的观众 同样兴奋无比 情绪高涨 大家一开始只是疯狂地叫喊着 或者发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 到后来 这个声音逐渐统一 这个声音 只有三个字 严守一 众人呼喊着严守一的名字 将他奉若神明 直至此刻 没有人会再怀疑严守一的实力 更没有人会怀疑他的人品 毫无疑问 严守一绝对能够带领着 民间教派传人 走向更繁荣的明天 适魁 混账 在欢呼当中 赤花会的人们 就显得格格不入了 无天风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喃喃着想要说点脏话 却说不出口了 连适魁都败给严守一 赤花会还有什么能力和严守一斗呢 严守一缓缓来到士奎的面前 士奎还留有最后一口气 这口气散了 阿修罗的魂魄也就散了 妖僧士奎将不复存在 不可能 不可能 士奎低声喃喃着 依旧无法接受现实 把头抬起来 严守一站在士奎的面前 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士奎无法抗拒 艰难地抬起头 我杀你 有几个原因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第一 也是最不重要的一点 你帮助赤花会 与我民俗研究会为敌 我们本身就是敌人 第二 你在百年前屠杀百姓 还将他们的魂魄封印 犯下滔天罪行 前两点 士奎心里都明白 今日之战 本就是你死我亡 第三 我要为当年死在你手下的 鲁班传人 报仇 士奎瞳孔骤然收缩 不敢相信地看着严守一 你 你怎么知道 严守一语气平淡 你见到我之时 便是满眼的仇恨 但仇恨之下 却带着恐惧 我与你从未见过 你多半也没听说过我的名头 却对我心生恐惧 这很奇怪 后来 你拔出风魔钉 让我弄明白了 当初你身上的风魔钉 就是我鲁班传人定下的吧 士奎嘴角抽搐 缓缓点头 所以 你才会恨我 同时又怕我 因为我鲁班传人的身份 触动到你某些痛苦的回忆了 严守一顿了顿 说道 赤花会的人 显然没有封印你的本事 当年封印你的是鲁班传人 只是我依旧很好奇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和赤花会 又是什么关系 赤花会派妖僧前来 和自己比斗 已然是将 自己放在恶的一面 但严守一决的还不够 他要让世人都知道 赤花会的真面目 士奎低下了头 缓缓说道 百年前 我屠杀生灵 以他们的气血 提升我的修为 民间教派传人得知以后 便组织人手来杀我 却被我一一反杀 后来 一名鲁班传人 竭尽全力将我封印 之后便立即而亡 在他死后 赤花会的老祖现身了 当时我已经没有实力杀人 赤花会的老祖本可以杀我 但他却没有 而是悄悄 将我带去八角井 将我关在底下 并且掌握了控制风魔钉的办法 赤花会以此作为要挟我的筹码 让我替他们杀人 而我被封印后 实力和记忆全部丢失 只能委屈求全 这百年时间里 我一共为赤花会杀了数十人 那些人 都是民间教派传人 且都是 对赤花会造成威胁的人 士奎的解释 终于将赤花会的真面目揭露 一时间 现场的观众义愤填膺 开始声讨赤花会 赤花会老祖 臭不要脸 不仅窃取了大家的胜利果实 还助纣为虐 为虎作仓 明明大家都是民间教派传人 赤花会却为了自身利益 同事操歌 残害同门 舆论瞬间将赤花会 推到风口浪尖 在士奎的口述之下 百年前的真相 终于被人们得知 百年前降助妖僧的 并非赤花会老祖 而是一位无名无姓的鲁班传人 还有更多死在妖僧手下的 民间教派传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而赤花会老祖 这个龌龊无耻的狗贼 不仅包庇妖僧 还独揽功劳 借此民生大造 开创赤花会 所谓的民间教派组织赤花会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局 是一个建立在其他民间教派 传人尸体上的骗局 赤花会的后人们 也靠着这个人写馒头 一步步发展壮大 时至今日 百年冤屈 得以招选 赤花会不配称为民间教派组织 往我之前还对赤花会的实力 颇为敬重 现在看来 不过都是一群无能无耻之徒 我忍不了 谁与我一起杀剧宇宙 搬倒赤花会 观众们义愤填膺 纷纷谴责赤花会 甚至有一些脾气火爆的 直接将现场的赤花会成员包围起来了 吴天峰也在其中 吴天峰惊慌失措地后退 躲在赤花会成员的包围之中 龙飞城赶紧将镜头对准吴天峰 拍下他懦弱无能的模样 并且在一旁配音道 大家或许不知道 我们严格为何提出要和赤花会进行比斗 这根本原因是因为赤花会阻碍其他民间教派传人 加入我们民俗研究会 甚至派他们的少主吴天峰前来埋伏在车站机场 出手伤人 而直接原因是因为吴天峰身边 圈养着一位被中了原生谷的古族姑娘 原生谷会不断地攫取宿主的生命力 一旦吴天峰与那位古族姑娘做羞羞的事情 吴天峰就会吸收原生谷的所有生命力 修为暴涨 而古族姑娘则会香消玉雨 吴天峰不仅将古族姑娘圈养在身边 以后严格勃然大怒 发誓要诛杀吴天峰灭了赤花会 解救出更多像古族姑娘一样的可怜同门 而那时候严格根本不知道赤花会包庇妖僧之事 龙非诚所说的句句属实 毫无半点夸张 也正因为他说的太过真实 以至于直播间的观众们全都怒不可遏 林小杰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有人保持着如此封建的做派 吴天峰不得好死 奈何桥头看美女 古族姑娘太可怜了 严会长也不愧是拥有浩然正气之人 对付赤花会 我们人人有责 风行水上 杀了吴天峰 杀了吴天峰 田卷的遭遇 无疑激起了大家的同情心 之前大家十分痛恨残害百姓的妖僧侍魁 也痛恨顶替功劳包庇妖僧的赤花会老祖 但对吴天峰并没有多大的恶意 如今得知 吴天峰也不是个东西 大家更是愤怒 不得不说 龙非诚的嘴炮技术是杠杠的 直接带起了一波大节奏 远在渝州的吴建筹 听了龙非诚的话 又看到弹幕里的恶言恶语 气得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 身边的手下赶紧拍他的后背 为他顺气 结果吴建筹脸色涨红 又喷出了一口老血 会长 藤组长赶紧搀扶 吴建筹声音颤抖 好 好一个民俗研究会 这是要把我们赤花会往绝路上逼呀 严守一展妖僧的时候 吴建筹的心已经凉了半截 但他依旧心存侥幸 认为严守一远在荣城 应该管不到他的渝州 结果被龙非诚这么一代节奏 甚至不需要严守一亲自动手 渝州的民间教派传人 也绝对容不下赤花会了 最坏的结果是 赤花会当中 那些对吴建筹和吴天峰不满的 民间教派传人 会偷偷集结势力 对吴建筹出手 总而言之 不论吴建筹有什么本事 都绝对不可能阻止得了赤花会的负面 赤花会两百年传承 就要断在他吴建筹这一带了 这时 有手下慌慌张张地跑进办公室 进门便大喊 会长 大事不好了 咱们手下的人 有半数在嚷嚷着 要退出赤花会 吴建筹脸色又苍白了几分 他料到会有这一天 却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不行 赤花会不能毁在我手里 吴建筹咬咬牙 怒吃道 他们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只要加入我们赤花会 便生是赤花会的人 死是赤花会的鬼 手下苦着脸说道 那伙人说了 赤花会就是个骗局 如果会长您不让他们走 他们就请民俗研究会的人来帮忙 还 还说 还说什么 藤组长追问道 手下咬牙 他们还说 颜会长才是真正的正义之士 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 早晚会来斩了您的狗头 扑 吴建筹再次凸血 岂有此脸 岂有此脸 爆 又一名手下跑了进来 气喘吁吁地喊道 会长 咱们的仇家都找上门来了 什么 吴建筹大惊失色 赤花会在渔州还是有不少仇家的 只是这些仇家过去互相看不顺眼 便不可能团结起来对付赤花会 现在又是刮的什么缝 让这帮家伙来趁火打劫 手下道 他们都看了民俗研究会的直播 说要过来替天行道 灭了我们赤花会 混账啊 过去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人 行照不宣也就算了 现在他们师出有名 灭了赤花会以后 便能立刻洗白上岸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落井下石有一手 吴建筹也慌了 不知该如何应对 藤组长看着吴建筹慌张的模样 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句话 多行不易必自闭 赤花会这些年在渔州做了太多坏事 对待自己的成员也非常不好 以至于远在荣城的比斗 愤出胜负以后 反而点燃了渔州的怒火 让赤花会成为众矢之地 藤组长终于开始后悔 他就不应该为了快速得到利益 将田绝送给赤花会 让整个部族给赤花会当狗 可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藤组长和赤花会早就绑定在一块 那些仇家杀了吴建筹 没理由会放过他熊腾 观众们集体声讨赤花会 包围吴天峰 但那些都没有影响到严守医 将真相公之于众之后 他所要做的便只有一件事 为那上千冤魂 为百年前的那些英雄 为那名无名无姓的鲁班传人报仇 还他们一个公道 祖龙剑依旧插在士奎的胸膛 士奎的六条手臂齐齐用力 想要将祖龙剑拔出 但祖龙剑是何等神物 就算是获得了祖龙剑认可的严守医 也需要集其真龙子气才能够使用 妖僧士奎何德何能 能够拔出祖龙剑 他的挣扎注定是无效的 严守一伸手一抓 远处的斩破刀便主动飞入他的手中 阿修罗的魂魄过于残暴 我不会放你入轮回 严守一旦旦地说道 所以若你想要忏悔 我现在可以给你几分钟的时间 跪在地上的士奎抬起头 望着严守一的眼神里满是哀求 放我一马 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 哪怕是永生永世 驻守你的民俗研究会 我也绝无怨言 这时候 在声讨赤花会的观众 忽然被士奎吸引了注意力 士奎还没死呢 眼下这位妖僧 这位阿修罗转世 已经低头 甚至甘愿 臣服于严守一 成为民俗研究会的看门狗 众人扪心自问 如果换作是他们来做决定 恐怕不会拒绝士奎 毕竟 阿修罗十分强大 有这样一位高手坐镇 绝对能给民俗研究会的成员 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至于士奎有作恶的可能之事 大家心底里都认为 只要管理得当 士奎应该不会再乱来 毕竟就连赤花会 都压制了士奎那么多年的时间 但也有人心里有着迈不过的疙瘩 士奎作恶多端 如果严守一选择原谅士奎 将他收入民俗研究会 那么严守一和赤花会老祖 又有什么区别呢 李信派认为 好好利用士奎 让他赎罪 才是利益最大化 感信派则认为 不管士奎能给民俗研究会 带来多少好处 罪人就是罪人 他若不死 无以告为冤魂在天之灵 严守一会如何选择 众人默默地看着他 士奎见严守一无动于衷 害怕自己给的筹码还不够多 你不用怕我再作恶 甚至你可以将封魔钉 重新打进我体内 封印我的修为和记忆 我愿意每天吃斋念经 弃暗投明 成为一名真正的僧人 求求你 我不想死 在生死大事面前 就算是阿修罗转世 也不得不对严守一低头 严守一依旧默然地看着士奎 士奎咬咬牙 将心一横 张口说道 我 你不用说了 严守一手起刀落 动作干脆利落 没等士奎把话说完 便斩了他的脑袋 士奎那长着六只眼睛的脑袋 滚落在地 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的眼睛瞪得滚圆 嘴巴还张着 似乎有话还没有说完 死不瞑目 而他的身体 也无力地倒在废墟当中 鲜血缓缓蔓延 严守一抖了斗斩破刀 将鲜血抖落 而后 他左手从士奎的尸体上 拔出祖龙剑 祖龙剑滴血不沾 青铜剑刃之上 最后一丝真龙子气 缓缓消散 我若是留你 岂不是和赤花卉老祖 是一路人啊 严守一冷声说道 更何况 我民俗研究会 不缺强者 果敢 霸气 在这一刻 不管是理性派 还是感性派 都被严守一的话 深深折服 他不愿意收下士奎 是因为不想和赤花卉 同流合污 他而最终不收下士奎 是因为他对 民俗研究会 有绝对的信心 缺一个阿修罗转世又如何 我民俗研究会 人才辈出 不缺强者 林子彤望着严守一的身影 嘴角带笑 眼里有光 这才是 他林子彤的男人 不管是六岁那年在井底 还是眼前在废墟之上 那个男人从未变过 更没有让林子彤失望过 不愧是你 老严 王极网兴分万分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 民俗研究会的未来 狗道士和妙记武僧也是一样 满脸欣慰和感慨 可惜的是 严仇这个当爹的没在现场 没能亲眼目睹 儿子的光辉时刻 手持祖龙剑的严守一 忽然看到 一缕真龙子气 从士奎的尸体 飘向自己 照理说 他超度了上千冤魂 又用祖龙剑 使出了一剑问天 真龙子气 应该尽数被消耗光才对 但因为他最后时刻 没有选择收留士奎 而是将之斩杀 也算是功德一剑 所以再次获得了 一缕真龙子气 这算是替天行道 同时也是严守一没想到的 收了那一缕真龙子气 严守一举祖龙剑 朗声说道 阿修罗转世 妖僧士奎 已经败在我的手下 众人一阵欢呼 紧接着 严守一剑指无天风 道 赤花会少主无天风 这最后一场擂台战 你可敢上台一战 约定好的擂台战 足足有三场 每一场都是不分生死的 第一场 严守一只用了一刀 便将左护法击溃 还骗走了他的炼妖狐 第二场 虽然打得惊心动魄 但也将气氛推上高潮 还剩着最后一场 赤花会这边 还能有比士奎更厉害的角色吗 没有的话 至少应该是地位最高的人出场吧 这个人 应该非赤花会少主无天风莫属了 被众人注视着 无天风竟然一时间抬不起头来 之前他自视甚高 认为严守一也不过如此 而现在严守一展现出了恐怖的实力 无天风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上台送死呢 只是 现场的观众都带着幸灾乐祸的眼神看他 巴不得他怒法冲关 然后上台送死呢 刘德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严守一现在风光一时 但未来的事情 谁说得准呢 我现在认怂 不代表 以后就没报仇的机会 这叫能屈能伸 是大丈夫所为 在心中进行了一番自我安慰以后 无天风自信地抬起头 我认说 现场观众一阵虚声 没能亲眼看到无天风这个人渣 上台临死 简直是大家此行最大的遗憾 我认说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无天风最终低下了头 这对于一个自视甚高的 赤花会少主而言 无疑是仅次于让他去死的惩罚 在众人叹息之际 严守一默不作声地盯着无天风看 他的眼神淡漠 看无天风宛如在看一只蝼蚁 似乎在权衡 是否要将这只蝼蚁捏死 毕竟 严守一最初的计划 是借擂台战杀了无天风这个祸害 只不过 因为中途出现了一个 比无天风更恶劣的妖僧 以至于二世祖无天风 在相比之下 简直和白纸一样纯洁 但呃就是呃 无天风对那些民间教派 传人所做的事 对田卷造成的伤害 不会因为妖僧的出现 而得到饶恕 只是现在严守一 已经没有杀无天风的借口了 只能放任他离开 滚吧 当严守一将目光移开的那一瞬 无天风如释重负 他此时才发现 自己竟然满头冷汗 冷汗打湿了他的衣领 肩膀酸疼无比 仿佛刚才正背着一座大衫 走 我们走 无天风灰溜溜地转身离去 像是夹着尾巴的丧家之犬 赤花会的众人也是如此 根本抬不起头来 观众们虽然遗憾无天风没死 但看到他现在狼狈的模样 依然觉得心里解气 他们一边叫骂着 一边驱赶着赤花会的人离开 很快 无天风便乘坐着赤花会的车离开了 赶走了赤花会的人 观众们只觉得扬眉吐气 再回头看擂台上的废墟 士葵的尸体 以及站在废墟上的严守一只时 大家迷茫的心里 忽然有了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严守一 毫无疑问 经过这一战之后 严守一这个名字 必然响彻九州 不管是民间教派 还是民门正派 很快都会知道严守一的大名 得知他在戎城一刀 斩杀阿修罗转世的事迹 更难得可贵的是 严守一还经受住了 妖僧的层层考验 证明他的人品 是世间绝对的证人君子 有时候 英雄更是枭雄 世界上不缺枭雄 而证人君子却少有 王吉网看到众人脸上的激动之色 便知道 此时也是他该出场的时候了 于是他站了出来 大声说道 诸位 民俗研究会 已经彻底向外界开放 只要是民间教派传人 都可以加入我们民俗研究会 当下 便有不少之前 还在犹豫的民间教派传人 举着手 要加入民俗研究会 民俗研究会福利好 待遇好 环境好 还有严守一这种强者 能够保护大家 所有人都削尖了脑袋 想要加入 一时间 王吉网被人潮淹没 阿公和罗宁 何希平 翁谦向他们 赶紧去帮忙登记 民俗研究会 忽然间热闹起来 严守一看到这个场景 心情也如同这雨过天晴的天气一样 变得明媚起来 他回头看了一眼林子彤等人 林子彤远远地冲着他笑 那笑容充满了爱意 可惜没被龙飞城的镜头拍下 否则定然又要在直播间里 吸引无数粉丝 惹来一堆夺妻之仇 不共戴天的弹幕了 呼 严守一收了祖龙剑和斩破刀 又释放天雷玉火爵 将士奎的尸体烧了 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 诸位前辈 晚辈给你们报仇了 处理了士奎的尸体 严守一才想起 之前被士奎拔除的那七根蜂魔钉 他将散落在废墟里的七根蜂魔钉 一一收集 蜂魔钉长近三十厘米 比筷子要长一些 如婴儿手臂一样粗细 上面有着干涸的黑色的血字 散发着令人心惊的威能 蜂魔钉原是棺材钉 因为长期钉在棺材当中 吸收了尸体和地底的各种斜碎之气 才不同于普通的木钉 而想要将棺材定链成蜂魔钉 也需要诸多麻烦的工序 蜂魔钉的制作过程 严守一的鲁班书中有详细记载 只是以他现在的条件 想要炼制成蜂魔钉都有些困难 如今这七根蜂魔钉 被严守一收入囊中 也算是杀了士奎后的奖励了 虽然没能杀了吴天峰 但至少宣传民俗研究会的目的达到了 除此之外 我还获得了七根蜂魔钉与练妖狐 还算不错 严守一心情大好 缓步走下擂台 去和林子彤等人会合 坐在返程车上的吴天峰 一边擦着额头上渗出的汗珠 一边尝试着联系自己的父亲 可却怎么都联系不上 左护法安慰道 少主 您别着急 说不定 说不定 左护法憋了半天 都找不出安慰吴天峰的借口 他们并不知道 赤花会东窗事发了 所以本能地以为 是他们半事不周 惹怒了吴建筹 导致现在吴建筹 甚至不接吴天峰的电话了 吴天峰踹了左护法一脚 怒道 不会说话就闭嘴 他再次拨打吴建筹的电话 总算是接通了 然而说话的人 竟然不是吴天峰 而是滕组长 滕组长 少主 赤花会出事了 渝州与咱们敌对的势力 现在已经攻入赤花会大楼 会长落到他们手里了 吴天峰大惊失色 滕组长三言两语 将事情的情况告诉吴天峰 吴天峰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在荣城输给严首一 竟然会直接导致 渝州的赤花会沦陷 得知自己的父亲 身陷危机当中 吴天峰更是气得跳脚 他努力保持冷静 对滕组长说道 滕组长 还好你对赤花会忠心耿耿 我这就赶回渝州 您千万要保证我父亲的安全 少主 滕组长沉默了一阵 缓缓说道 我已经叛变了 吴天峰顿时震住了 还没等他再说什么 滕组长就挂断电话 不给吴天峰多问的机会 混账啊 吴天峰气得直接将手机摔碎 双腿狂踹前头的座椅靠背 最后看左护法不爽 还连扇了左护法好几个耳光 左护法现在失去了练妖狐 实力实不存一 挨打也只能忍气吞声 等到吴天峰停手 左护法才肿着脸问道 少主 我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吴天峰闭上眼睛 摊坐在座椅上 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们虽然一败涂地 但严守一也别想好过 让司机别开远了 就停在西湖附近 我要轻而听到 严守一痛哭的声音 左护法一愣 难道 少主还留有后手 半小时之前 哄 磅礴大雨之下 一道黑色的身影掠过天空 某个建筑的顶楼 黑影停顿几秒 凝视着西湖对面的 民俗研究会建筑群 因为雨势过于凶猛 导致十米开外的景色 已是模糊的只剩影子 所以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看到 民俗研究会现在的情况 也不会知道 西湖上正在进行一场 超出普通人认知的大战 黑影停顿几秒过后 再次飞出 直冲民俗研究会 就在黑影即将抵达对岸之时 一道透明的屏障 拦住了黑影的去路 让黑影无法靠近 民俗研究会半分 黑影再次现身 冒兜下的眼里 闪过一道金光 还果真是鲁班传人的手笔 这么大的建筑群 竟都被阵法所包围 除了正门 其他地方想要闯入其中 都不容易 黑影喃喃自语 但语气却并不是很在意 似乎这阵法 并不能拦住他的去路 只见他的身体 化作一团黑气 凝聚成一根细长的针 尖端对准阵法 缓缓地往前推进 阵法似乎无法承受住 这根细针的穿刺 很快就被刺出一道缺口 且缺口在不断扩大 趁着缺口出现的瞬间 黑影再次出现 钻入阵法当中 成功潜入民俗研究会 而阵法的缺口 也很快就愈合了 仿佛根本没有人闯入过 在民俗研究会的深处 有一片莲花池 这里位置偏僻 寻常人等不能靠近 是民俗研究会元老们 都知道的禁区 只有吉少的人能够踏足 甚至连严首一 最要好的兄弟龙飞城都不行 莲花池不大 里面种满了莲花 实质种下 正是莲花开得最好的时候 一朵朵莲花 笔碗还要大几分 挂在花巾之上 粉嫩的花瓣当中 莲棚已经初步成形 过不了多久 就会变得沉甸甸地 接出许多莲子 外头大雨瓢泼 但莲花池内却不受影响 十分安静 一只蜻蜓闯入莲花池中 扇着翅膀落在莲花之上 停留片刻之后 又换了个更好的位置 这次 它落在整个莲花池中 最大的那一朵莲花之上 这朵莲花 足足有脸盆大小 一片花瓣 甚至可以当作扇子使用了 莲花中的中央 并没有莲棚的影子 而是被一片光照所覆盖 看不清楚 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蜻蜓才落在光照上 便有一只手伸出来驱赶 将不知所以的蜻蜓吓跑 这只手 只有四根手指头 也不知严首伊娜 浑小子的战况如何了 手的主人 是盘坐在莲花旁的 驴山派前掌门驴精 自打被严首伊索救后 驴精就卸任了 驴山派掌门之位 留在民俗研究会中安心养伤 直到如今 驴精的伤也还没有痊愈 人老了 不一样了 小时候身上磕磕碰碰 没多久就会痊愈 可当人老了以后 哪怕只是手上滑坡一道小口子 想要痊愈 也要花上好几倍的时间 最后还会留下难看的伤疤 经历过这一次劫难后的驴精 显得苍老许多 或许也是因此 他的脾气稍微好了一些 在驴精身前不远处 身体呈半透明状态的温玉仙 盘膝悬浮在半空中 手艺肯定能赢的 温玉仙说着 睁开了眼 第一时间并不是去看驴精 而是看驴精身边的莲花 看到莲花安然无恙 温玉仙的脸上露出温柔慈祥的笑意 驴精也侧头看着莲花 看她在微风中轻轻摇摆 这是东海彭来的那位高人传授的方法 之前暂停了子童腹中胎儿的生长 如今想要恢复 便只能将胎儿的魂魄取出 在莲花池中温养 等到子童肚子里 孩子的身体发育完全 在出生之时再将魂魄送回 而这期间 孩子的魂魄绝对不能受到伤害 现在严守依那臭小子身边 只有你我两个闲人了 所以看护孩子魂魄之事 就落在了咱们的头上 驴精是个暴脾气 虽然现在沉淀了不少 但偶尔还会忍不住感慨 岁月不饶人 多少有点不认老的意味在里头 温玉仙保持着死前的模样 看着还是三四十来岁 是个风韵犹存的美妇人形象 不过她的实际年龄 倒是和驴精差不多 她并不觉得 留在这里看孩子有什么不好 甚至巴不得孩子赶紧出生 让她这个鬼奶奶 早点抱上真正的孙子 就在驴精吐槽之时 莲花池中躲藏着的蜻蜓 忽然间全都惊慌失措地飞起 哪怕知道莲花池外是暴雨 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 温玉仙脸色一沉 动物和昆虫的感官 要比人类强上许多 能让这些蜻蜓如此惊慌失措 说明莲花池中有顶级的掠视者出现 来者何人 驴精连忙站起身 警惕地看着四周 突然 一只黑影冲进莲花池 温玉仙抬手一抓 便隔空控制住了那道黑影 那是一只与猫体型相近的黑色蝙蝠 这只蝙蝠长着长长的獠牙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即便被抓住了 也不停地挣扎 呲牙咧嘴 蝙蝠 温玉仙看了一眼 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脱口出道 是他 是谁 驴精盲问 不等温玉仙回答 驴精的身后 忽然翘无声息地出现了一道黑影 驴精瞳孔皱缩 似乎意识到身后有威胁出现 但它已经老了 身上的伤势也没有痊愈 哪怕感知到危险来临 也根本无法做出反应 身后的黑影 忽然探出了一个畸形的脑袋 脑袋张开血盆大口 亮出长长的獠牙 一口咬在驴精的脖子上 啊 驴精忍不住发出惨叫声 他身体里的血液迅速被抽向脖子的伤口 手指头变成了青色 迅速干扁 如果放任对方再这么吸下去 不出三秒钟 驴精就会变成人干 畜生 驴精挣扎着 从袖中抽出了一柄短剑 狠狠地刺向肩膀上的那个脑袋 而对方早有察觉 恋恋不舍地松开了嘴 然后缩回脑袋 身影钻进莲花池中 如同鬼魅般消失不见 你怎么样 温玉仙赶忙来到驴精身边 一边检查他的伤势 一边警惕着四周的危险 我 嗨嗨 驴精还没来记得 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便剧烈地咳嗽起来 身体也倍感虚弱 无力地跪在地上 他的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 手脚已经重度萎缩 是真正的皮包骨 看不到一点血色 温玉仙查看了一眼 驴精脖子上的伤口 脸色顿时一沉 黑影吸走了驴精体内 大部分血液 并且还在驴精体内 留下毒液 现在驴精不仅生命垂微 毒素还在体内扩散 倘若不及时得到救治 驴精恐怕再无回天之力 嗨嗨 那个畜生是什么来练 驴精不顾自己的伤势 追问温玉仙 温玉仙将驴精护在身后 沉生说道 他号称黑腹债主 是一个养蝙蝠养魔症的疯子 当初他指使自己 饲养的吸血蝙蝠 去到村子里 捕杀无辜村民 被吾尔盐筹给制服 不仅毁了他的蝙蝠洞 还废了他的修为 但最后却被这家伙逃脱 这么多年来 黑腹债主已经没有任何消息了 我们原以为他已经 死在某个山沟沟里 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 黑腹债主和盐筹 有血海深仇 但过去他的修为被废 不得不藏在深山中 韬光养晦 足足又过去了近二十年 这家伙重出江湖 第一件事便是来找盐家寻仇 温玉仙又提醒到 黑腹债主自身 已经和蝙蝠同化 拥有诸多诡诀手段 我们要小心了 从温玉仙凝重的脸色 不难猜出 黑腹债主的实力不容小觑 黑腹债主方才偷袭驴筋后 就躲进莲花池中的阴影里 此时敌人在暗处 温玉仙和驴筋十分被动 驴筋的状态很不好 他的呼吸变得十分微弱 眼皮子沉重不堪 似乎下一秒就会晕厥过去 可恶 温玉仙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一方是奄奄一息的驴筋 一方是他最在乎的曾孙魂魄 黑腹债主就躲在暗处蠢蠢欲动 光凭他自己 根本无法呼叫之缘 只能死守莲花池 你 你不用管我 保护好子童的孩子 驴筋咬牙道 话音才落 莲花池中 黑影瞬间出现 那黑影冲天起 而后静止飞向莲花池中央 那个孕育着孩子魂魄的莲花 温玉仙顿时心急 抬手凝聚出一柄莲花飞剑 朝黑腹债主击射而去 羞 莲花飞剑瞬间来到黑腹债主的面前 将之击退 峨眉山的剑法 本就举世闻名 丝毫不亚于牢山剑派的本事 再加上温玉仙已经是鬼魂 凝聚飞剑得心应手 这才能施展出 犹如修真世界里一般的招数 黑腹债主被击退 却并没有泄气 他张开双臂 黑气驮着他 漂浮在半空中 犹如一只张开了翅膀的巨型蝙蝠 温玉仙 我们又见面了 黑腹债主冷笑道 温玉仙怒斥 二十年前没杀你 你还不长记性 到此寻死 就是重提 黑腹债主顿时满脸怒容 二十年前死在你们手下的 是我的孩子 妻子 长辈 如此血海深仇 我怎么可能忘记 黑腹债主对吸血蝙蝠 有着癫狂的爱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以至于将蝙蝠当作家人 甚至给那些蝙蝠分配身份 有受他宠爱的孩子 有和他共振而眠的妻子 温玉仙的表情 犹如二十年前一样嫌弃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依旧无法理解 黑腹债主的思想 只觉得他比过去 更加变态了 黑腹债主冷笑道 二十年前过去了 我的实力重回巅峰 这次我受戏子之托 趁着你们的注意力 都在那所谓的擂台站上 潜入此地 就是来决你严家之后 报当年之仇的 温玉仙顿时弄明白了前因后果 心里更加愤怒 黑腹债主想报仇 找他可以 但如果他的目标是 还未出生的孩子 温玉仙就绝对不能忍了 他手捏剑指 在面前画了一个圈 一柄又一柄飞剑 被他凝聚而成 十几柄飞剑摆出了莲花阵 齐齐朝黑腹债主飞去 黑腹债主冷哼一声 并没有选择与飞剑硬碰硬 而是扇动翅膀 带着飞剑在莲花池上空周旋 却不料这家伙猥琐得很 见识不妙 便直接躲进莲花池中 飞剑失去了目标 便化作无头苍蝇 在莲花池上空乱窜 小心他偷袭孩子 驴精强撑着身体 解开了手腕上记者的招魂灵 直接将招魂灵扔了出去 这颗招魂灵悬在中央莲花之上 喷吐出大量鬼气 最后化作四只手持冰刃 凶神恶煞的鬼王 四只鬼王镇守着中央莲花的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并且相互之间形成了结界 以防黑服寨主 直接偷袭中央莲花 但这样并不是长久之计 找到黑服寨主 将之铲除 才是真正的目标 于是温玉仙低喝一声 所有飞剑立刻头朝下俯冲 莲花池中一阵刀光剑影 刹那之间 飞剑将池中除了中央莲花以外的 所有植物切成了碎片 原本茂密的莲花池 顷刻间变得光秃秃的 池子里的东西一览无遗 躲藏在地下的黑服寨主 果然现出了身形 她就藏在中央莲花的后面 似乎正打算对莲花下手 去 温玉仙心里着急 立刻调动所有飞剑 飞向黑服寨主 黑服寨主剑躲不了了 便扇动着翅膀 再次冲向中央莲花 大有拼着受伤 也要灭了孩子魂魄的意思 温玉仙眼中闪过杀机 她绝对不会让黑服寨主 碰到孩子的半根毫毛 然而 正在黑服寨主要对中央莲花下手之际 天空中竟然又出现两道黑影 那两道黑影 是冲着驴巾而去的 温玉仙大惊失色 小心 驴巾虚弱不堪 方才也是用尽全力 来保护中央莲花 此时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两道黑影飞进以后 驴巾这才看清 那竟然是两只巨大的吸血蝙蝠 吸血蝙蝠张大了嘴巴 一左一右 狠狠地撕咬着驴巾的身体 驴巾本就伤势没有痊愈 再加上黑服寨主的偷袭 以及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保护孩子魂魄 只能任由两只蝙蝠撕咬自己的身体 一时间 驴巾的生命危在旦夕 孩子的魂魄又被黑服寨主威胁着 而救人的选择权握在温玉仙手上 时间紧迫 他只能救一个 倘若救了孩子 驴巾就要死 倘若救了驴巾 孩子就要死 温玉仙的内心 自然是更偏向于救自己的曾孙 但驴巾同样不该死 正在他纠结之时 驴巾突然抱贺道 快去救孩子 孩子不仅是你的曾孙 也是子童的骨肉 是我驴山派的后裔 在驴巾看来 这个孩子虽然与他没有血脉关系 但他早就将林子童当作亲闺女看待 对待林子童的骨肉 他和温玉仙没有区别 温玉仙咬了咬牙 做出了决定 将所有飞剑 调配到中央莲花身边 挡住了黑服寨主 而同一时间 两只吸血蝙蝠 已经死死地咬住驴巾 吸干他体内最后的鲜血 驴巾掌门 温玉仙目自欲练 一瞬间 驴巾的脸上 再也看不出任何血色 整个人看起来 好像是木头雕刻而成似的 他的肌肉抽动 眼里逐渐失去光芒 温玉仙知道 就算是老金此时现身 也难以救回驴巾的性命了 唉 他已经死透了 黑服寨主 虽没能对中央莲花造成伤害 但看到一名强者陨落 看到温玉仙这副难过愤怒的模样 心里却万分畅快 他这次现身正是要给严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杀死一个驴巾 只是开始罢了 驴巾倒在地上 两只吸血蝙蝠 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 而是诡异地站在驴巾尸体的两侧 似乎在瞬息着什么 一缕魂魄 从驴巾的尸体中缓缓飘出 温玉仙大惊失色 这两只吸血蝙蝠 不仅杀了驴巾 还要吸走他的魂魄 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混账 暴怒的温玉仙此时才能腾出手来 指挥着飞剑斩杀蝙蝠 飞剑顿飞而来 两只蝙蝠警觉万分 第一时间扇动翅膀逃离 但还是有一只蝙蝠躲闪不及 被树柄飞剑穿心而过 无力地从空中坠落 跌进莲花池中 另一只蝙蝠剑撞 立刻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似乎在为同伴的死去而悲鸣 黑服寨主也同样面露怒容 你敢杀我的孩子 在黑服寨主的世界里 这两只蝙蝠就是他的孩子 是一公一亩的双胞胎 而经报仇才刚刚开始 自己的孩子又死在温玉仙的剑下 这让黑服寨主无比愤怒 你杀我的孩子 我也杀你的后代 咱俩就算两清了 说着 黑服寨主再次飞向中央莲花 悲愤交加的温玉仙 立即招呼飞剑回房 同时怒喝道 少拿你那肮脏的东西 与我的曾孙相比 飞剑拦在黑服寨主的面前 形成一面剑盾 不管黑服寨主从哪个角度进攻 迎接他的都将是锋利的剑尖 可黑服寨主竟然全然不惧 他的身体忽然爆裂 化作黑气 直接穿过剑盾 来到中央莲花前 温玉仙脸色大变 他已经没能救下驴精 若是再失去孩子 他便无言面对严守医和林子彤了 所以 温玉仙爆发出了所有力量 化作一团鬼气 出现在黑服寨主 与中央莲花中间 黑气与鬼气 瞬间扭打纠缠在一起 变成了二者间的角力 温玉仙努力将黑服寨主 推离中央莲花 而黑服寨主死死地压制温玉仙 当年你儿子废我修为 我韬光养晦足足二十年 实力不减反增 若是你儿子在这儿 我还惧怕几分 但你只是一个 已经死去的老太婆 你凭什么与我斗 黑服寨主狂笑着 一点一点地 将温玉仙的鬼气压制 温玉仙心急如焚 她已经感觉到 自己不是黑服寨主的对手了 可奈何现在所有人 都集中在擂台 就算她大声呼救 也没有人会来帮忙 我就是死 也要保护好孩子 能拖一秒是一秒 目睹驴金死去的温玉仙 也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然而 方才那只幸存下来的吸血蝙蝠 竟然直接肉骨温玉仙 降落在中央莲花旁 温玉仙心里大呼不好 危急时刻 驴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召唤出来的四只鬼王 同时挥舞着武器攻击 那只吸血蝙蝠 吸血蝙蝠周身爆发出一阵光芒 竟将四只鬼王全都挡下 温玉仙这时才发现 这只蝙蝠的胸口 竟然贴着一道血红色的道符 黑服寨主这次偷袭 并不是临时起义 她做足了准备 就为了断言家之后 蝙蝠挡住了四只鬼王的攻击 便抬起了爪子 打算破坏中央莲花 不要 温玉仙歇斯底里 不顾一切地甩开黑服寨主 想要前去解救孩子 然而 黑服寨主却不给机会 同样拼尽全力留下温玉仙 无法抽身离开的温玉仙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蝙蝠的爪子落下 她的心也沉入谷底 不要 不要伤害孩子 那可是手艺和子童的孩子 是我们严家的宝 温玉仙眼里流露出绝望之色 而黑服寨主的脸色 则格外兴奋 终于 我要报仇了 滚 千钧一发之际 莲花池中的上空忽然爆发出一阵怒吓 怒吓声震耳欲聋 震得黑服寨主的黑气颤抖 吸血蝙蝠更是痛苦地捂住耳朵 陷入短暂的僵直状态 下一秒 一道人影出现在吸血蝙蝠的身后 一拳僵直脑袋打得粉碎 死去的吸血蝙蝠 无力地坠落进莲花池中 男子一手嚷住中央莲花 发现其没有受到伤害后 才松了口气 黑服寨主回过神来 看到现身之人 便吓得立即后退 现出真身 同时脸上露出惊惧之色 颜愁 你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颜愁一眼扫过现场 当他看到驴精的尸体以后 脸色变得无比阴沉 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黑服寨主 声音有些争鸣 找死 当温玉仙看到颜愁现身之时 他身上沉甸甸的担子 忽然就放下了 即便是当妈的 但此时的温玉仙也激进崩溃 驴精在他面前惨死 孩子更是险些惨遭毒手 若不是关键时刻 颜愁感到 恐怕温玉仙会背负着 无尽的愧疚 甚至会主动前去转世投胎 颜愁捏碎了 吸血蝙蝠的脑袋后 双眼死死地盯着黑服寨主 黑服寨主见到这位真正的仇家 心里没来由地感到害怕 二十年了 足足二十年 黑服寨主 都活在颜愁的阴影之下 他韬光养晦 苦修多年 自以为已经到了报仇的时候 认为再次面对颜愁 他可以做到淡然不惧 但当他真正和颜愁对上之时 痛苦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心里的阴影再次放大 他不是当年的黑服寨主 而颜愁也不是当年的颜愁 现在的颜愁 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恐惧瞬间击败了黑服寨主的理智 他甚至没有再为那只 被颜愁捏爆脑袋的蝙蝠赶伤 转身就想要逃离莲花池 但颜愁怎么可能放过他 只见颜首一一脚塌地 脚下瞬间出现巨大的罗盘阵法 罗盘飞速旋转 而后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将莲花池完全封锁 黑服寨主刚要逃跑 就被光芒所吞噬 等他回过神来之时 已经被困在莲花池当中 无法离开 二十年前 我就该杀你了 颜愁神色冷漠地出现在 黑服寨主的身后 黑服寨主汗毛倒树 立即向身后挥拳 颜愁不紧不慢地抬起手 挡住黑服寨主的拳头 然后瞬间在黑服寨主身上 打出无数拳 砰砰砰砰砰 拳头如同暴雨一般 落在黑服寨主的身上 黑服寨主当场吐血 等到颜愁发泄完 黑服寨主已经浑身经脉禁断 骨头结碎 那些碎裂的骨片 刺进他的内脏 给黑服寨主带来巨大的痛苦 二十年了 尽管黑服寨主的修为有所提升 但竟然依旧不是颜愁的对手 又或者说 颜愁比起当年强大太多 以至于黑服寨主都入不了他的眼 换作是对付李根苗 颜愁或许还会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但对付黑服寨主 颜愁根本不屑于与他对话 他不想听黑服寨主那二十年来仇恨的牢骚 不想听他说自己过得有多惨 又或者有什么后悔之处 他看到驴金死在黑服寨主的手下 看到黑服寨主 竟想要对颜首一和林子彤的孩子动手 这就足够宣判此人死刑 去死 颜愁爆喝一声 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 化作剑指 瞬间穿刺黑服寨主的心脏 两根手指如同利剑 深深地插入黑服寨主的胸膛 与此同时 黑服寨主的后背爆炸 出现了一个血淋淋的窟窿 黑服寨主的眼神依旧恐惧 死死地瞪着颜愁 但这份恐惧已经永远凝固了 颜愁一脚将黑服寨主的尸体 踹出莲花池 然后目光如炬 看向莲花池的某个角落 他捡起驴巾掉落的短剑 猛地朝角落扔去 只听一阵尖锐的惨叫声 一直隐藏在暗处的吸血蝙蝠 头上顶着短剑 从阴影中痛苦地跌落出来 短剑刺穿了这只吸血蝙蝠的脑袋 他没能挣扎多久 就失去了生命 他是黑服寨主的后手 倘若黑服寨主被击退或者击杀 当所有人放松警惕的时候 这只吸血蝙蝠 便会突然杀出完成黑服寨主的计划 但严仇的警惕心实在是太强了 早早就察觉到这只吸血蝙蝠的存在 于是在刚刚击杀黑服寨主以后 他毫不犹豫地解决掉了这个隐患 直到如今莲花池才算是安全 而啊 温玉仙抿着嘴 潸然泪下 严仇怀里抱着莲花 回头看向温玉仙 脸上的冷漠被温柔代替 吕金掌门他 这全都怪我 温玉仙无比自责 严仇上前安慰道 这不是您的错 吕金掌门是为了保护孩子才牺牲的 若说有错 责任应该在我 毕竟黑服寨主是来找我寻仇的 可如今这个结果 我有什么颜面面对子彤 他会理解的 严仇不善表达 此时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只能将莲花塞到温玉仙的怀里 温玉仙抱着孩子的魂魄 心也软了几分 抱着莲花坐在莲花池边 轻轻哭泣 严仇叹了口气 他来到驴精的尸体旁 见驴精依旧睁大双眼 目光是望着中央莲花的方向 似乎是死不瞑目 还在担心着孩子的安危 黑服寨主已经死了 孩子很安全 您瞑目吧 严仇说完 伸手为驴精合上双眼 这位暴脾气的驴山派长辈 终于闭上了浑浊的眼睛 严仇沉默了一阵 拿出手机 将这个消息传达给狗道士 民俗研究会的中央演舞场 所有人都还沉浸在 严仇一大获全胜的喜悦当中 田卷 诸葛连和诸葛吉三人 来到严仇一的面前 田卷竟直接给严仇一下跪 严仇一赶紧拦住了他 你这是做什么 感谢严大哥 让我脱离吃花会的魔掌 田卷红着眼圈说道 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严仇一微微一笑 从此以后 你就在民俗研究会住下吧 这里很安全 不会有人再会伤害你的 谢 谢谢严大哥 田卷感动不已 诸葛连双手环抱 将胸前的软肉 挤压得不成样子 他对严仇一笑道 严会长 我们姐弟俩也打算 加入民俗研究会 以后还要多多仰仗您 严仇一白白手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回头让老王给你们安排住处 民俗研究会里的好房子不少 先到先得 社恐弟弟只知道说谢谢 社牛姐姐则说道 作为入会的投名状 我想给会长你送一个好消息 哦 什么消息 严仇一好奇地问 诸葛家这对姐弟很是奇怪 身上似乎藏着某些秘密 只不过他们不说 严手一也不打算问 只要他们俩不是坏人 那些秘密 哪怕藏着一辈子 严手一也绝对不会去窥探的 诸葛连神秘一笑 会长 你还不知道 你妻子肚子里的孩子 是男孩还是女孩吧 诸葛连表情神秘 像是在说一件 只有他才知道的秘密 田卷愣了愣 疑惑道 鲁班传人 不是会小六人神术吗 严大哥完全可以自己算吧 诸葛连扶了扶眼镜 小六人神术 一般不能用来算自己 哪怕算 也只能简单地算吉凶 另外 严会长有真龙子气半身 命格非常人所比 他的命运变数诸多 是算不清楚的 对于民间教派的知识 田卷知之甚少 相比之下 诸葛家这对姐弟 就显得博学许多了 这个博学 是真的博学 就连严手一 都吃惊地看了诸葛连一眼 没想到 他竟然知道真龙子气 那么诸葛连想必也知道 自己斩士葛的那一件 是借用了真龙子气才办到的 如果纯粹靠自身实力 严手一想要斩杀 全盛世气的士葛 恐怕暂时还办不到 但谁说真龙子气 不是实力中的一种呢 你们知道 我的孩子是男侍女 严手一问诸葛连 但语气并不显得 特别认真激动 诸葛连答道 想要知道寻常人家孩子的性别 也无需靠我们 你自己便能一眼瞧出来 但因为你和林小姐的命格特殊 所以我猜想 你们应该尝试过许多办法 依旧没能得知孩子的性别吧 是的 严手一点点头 神色稍微认真了一点 他看出诸葛连是有真本事的人 诸葛连又道 其实再等几个月 太儿成行了 去医院做个检查 也就知道结果了 但我想 你们应该想提早知道 所以使用观天术 提前窥探天机 得知了结果 诸葛连和诸葛即是观天师 这是严手一之前 从未接触过的民间教派 严手一忽然醒悟过来 小六人神术受到气韵和命格影响 任何人都无法测算 他和林子彤的未来 但观天术却不会受到影响 反而会因为林子彤是紫微地心 而更加准确 也就是说 诸葛连真的知道他孩子的性别 你们稍等 严手一憋不住了 跑着去把林子彤喊了过来 林子彤不知所以 还没搞懂状况 就被严手一拉到三人面前 现在可以说了 严手一笑道 得知孩子性别这种大事 严手一不能独享 他希望林子彤也在场 诸葛连笑了笑 拱手说道 恭喜二位 龙凤城翔 严手一愣住了 林子彤在短暂的疑惑之后 也愣住了 二人缓缓对视 随后目光一动 落在林子彤的肚子上 龙凤城翔 这意思是 林子彤怀的是龙凤态 严手一忍不住 搂住林子彤的腰 脸上露出幸福满足的表情 在刚刚得知林子彤怀孕的时候 严手一就有过无数个幻想 如果是个男孩 严家又添了一个男子汉 以后这个小家伙 就可以保护妈妈 保护家人 如果是个女孩 严家又多了一件小棉袄 她要让女儿成为 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公主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严手一都喜欢 而仅仅是龙凤态 简直是双倍的喜悦 人生圆满了 小龙呢 小龙 过来 严手一抱着林子彤 玄机想到了自己最要好的兄弟 大呼小叫地 把龙飞城喊了过来 龙飞城听到严手一喊自己 便强忍着 在直播间里装逼的欲望 暂时把直播间 交给了林音和林语 她跑过来疑惑道 严哥 怎么了 严手一激动道 你要当哥哥了 龙飞城愣了愣 握紧拳头怒道 我知道嫂子怀孕了 同样的笑话能说 两次我也是服了你了 臭丫头怀的是龙凤胎 卧槽 龙飞城石化了片刻 紧接着喝道 两个卧槽 他旋即也大笑起来 似乎看到严手一如此幸福 他也无比满足 尽管至今 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龙飞城这一辈子 最在乎的只有两件事 一个是钱 另一个就是严手一 二者不分上下 诸葛连见严手一他们如此开心 便决定再附赠他们一个礼物 顺手算一下孩子们的吉凶 于是 他仰头望天 天上的乌云刚刚散去 刺目的阳光照射在民俗研究会的大地上 普通人根本无法指示天空 但诸葛连却无视了刺目的阳光 他的眼中爆发出一阵金光 似乎穿过了苍穹 巨到浩瀚宇宙 忽然 诸葛连笑容一僵 随后迅速阴沉下来 颜会长 诸葛连一把抓住严手一和林子彤的手腕 一脸凝重地说道 我刚才使用观天术 发现 你们的孩子 今天会有危险 孩子会有危险 林子彤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他不觉得四周有危险存在 然而下一秒 他便意识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民俗研究会的深处 严守一也回过神来 脸色凝重地说道 命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我们去看看 林子彤点点头 二人立刻往莲花池的方向赶去 还没走出多远 他们就看到狗道士 妙记武僧和魏长青 陈卓连 往他们的方向走来 严守一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 默默地抓紧了林子彤的手 林子彤连忙拍了拍 严守一的胸口 安慰道 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 尽管严守一在擂台之上 顶天立地 诛杀妖僧 但在对待孩子这件事上 他却十分脆弱 反而需要林子彤的安慰 他深吸一口气 看到三人靠近 似乎是做好了 准备迎接不好的消息 守一 狗道士走近以后 拿着手机低声说道 你爸出关了 他刚才给我打电话 他说 莲花池遭到仇家袭击 严守一和林子彤的脸色 变得十分难看 对方是二十年前 你父亲的手下败将 这次不知怎么地 潜入了莲花池 想要对孩子的魂魄下手 被驴经掌门和温阿姨发现 他们俩和对方殊死战斗 最后 驴经掌门 为了保护孩子而死 之后 你父亲察觉不对 及时出关 杀了那仇家 孩子都安然无恙 但驴经掌门 林子彤忽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严守一连忙搀扶着他 狗叔叔 您再说一遍 驴经掌门踏 他为了保护孩子 魂魄而死 狗倒是低着头 神色有些哀伤 刚刚得知孩子信息的喜悦 瞬间被噩耗冲散 严守一和林子彤 如遭雷击 站在原地 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民俗研究会 战胜了赤花会 观众和一些不知情的元老 还沉浸在喜悦当中 而严守一他们 却陷入无尽的悲伤 与现场的氛围格格不入 小龙 严守一回头喊了一声 龙非诚的名字 龙非诚回过神来 赶紧应了一声 这里就交给你和老王了 记得照顾好大家 我和子彤去莲花池看看 严守一低沉着声音说道 想到那个暴脾气的 红莲老头儿死了 总是挨骂的龙非诚 心里也空落落的 他张了张嘴巴想要安慰 却不知该说什么 最后默默地点点头 转身朝王急往跑去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勉强平复心情 牵起林子彤的手 走吧 嗯 林子彤面无表情地答应 却难掩他内心的汹涌 一行人悄然离开现场 前往莲花池 莲花池 保护着孩子的莲花 被温玉仙轻轻地放回 随后他看向驴精 那如同干尸般的尸体 眼泪又忍不住夺框而出 妈 守一他们来了 严守提醒道 话音才落 严守一等人便急步走进莲花池 他们的脚步声有些紊乱 但在靠近以后 节奏反而趋于平静 并且减慢下来 林子彤一眼就看到了驴精的尸体 他忍不住捂住嘴巴 眼圈泛红 严守一觉得如梗在喉 两颊生疼 爸 奶奶 发生什么事了 严筹将莲花池中的吸血蝙蝠尸体 打捞上岸 低声说道 二十年前 我游历江湖时 遇到了一个自称黑服债主的妖人 祸害百姓 便出手将他擒货 废了他的修为 后来却让他侥幸逃脱 没想到二十年后 他蓄谋已久 潜入莲花池 想来断我们严家的血脉 我起初在闭关 忽然感到心迹 才过来查看孩子的魂魄 却正巧撞见了黑服债主 于是出手将其击杀 但 我还是来晚了一步 驴精掌门已经死了 严守的话语中 同样有着难掩的自责 如果他能再早来一点 再快一步 说不定 驴精就不用死了 然而 事情已经发生了 都怪我 都怪我 温玉仙自责无比 眼泪不停 全然没有身为长辈的模样 驴精之死 责任权在黑服债主 温玉仙之所以如此自责 是因为 驴精是为了保护 严守医的孩子而死的 他这个做奶奶的 欠驴精的人情 已经没机会还了 林子彤抿着嘴 盯着驴精的尸体 看了许久 驴精虽不是他的师父 但却胜似师父 因为在驴精生失踪的 这段时间里 一直是驴精在悉心 教导着林子彤 是他把林子彤 立为驴山派掌门继承者 是他带着林子彤 远赴棚来求高人出手 阻止孩子发育 是他教导 林子彤该如何 做好一个掌门 然而 这个暴脾气老头 刚刚准备退饮江湖 享受轻浮 就这么毫无防备的 与世长辞 忽然 林子彤朝莲花池走去 所有人都以为 林子彤是要去看望驴精 但他最后 却走到了温玉仙的身边 轻轻地抱住了他 安慰道 奶奶 这不怪你 这不怪你 众人看在眼里 忽然很是心疼 林子彤 此刻一定心如刀脚 但他为了减轻 温玉仙心里的愧疚 还要强忍着痛苦 安慰他人 温玉仙也体会到了 这层意思 反过来抱着林子彤 他说 孩子也是驴山派的后裔 让我无论如何 都要保护好孩子 是奶奶没用 是奶奶没用 林子彤红着眼圈 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一只手紧紧地 抓着自己的衣角 爸 驴精掌门的魂魄 严手一欲言又止 严仇叹了口气 摇头道 黑服寨主 在杀死驴精掌门以后 企图毁掉他的魂魄 但被你奶奶打断 现在他的魂魄虽然尚在 但却不够完整 无法继续留在阳间 魂魄不完整 留在阳间的后果 就是缓慢消散 这与沁江将军 驴鼠公主的结局是一样的 哪怕强行留在阳间 以驴精魂魄的受损程度 恐怕只会变成孤魂野鬼 不像温玉仙 张山通那样 和活人没什么区别 唯一好的结局 便是将驴精的魂魄送入轮回 借轮回之力修补魂魄 但那样 驴精也就转世投胎 永远离开众人的身边 得知这个结果 林子彤又是娇躯一颤 严手一也沉默良久 严仇对狗倒是等人招了招手 示意他们先离开莲花池 紧跟着他也走了出去 林子彤松开了温玉仙 温玉仙也默默离开 莲花池里 只有严手一和林子彤 还有那位出世孩子们的魂魄 以及驴精的尸体 林子彤缓缓走向驴精 途中经过了中央莲花 见莲花中的魂魄完好无损 他的脸色稍稍有些好转 他来到驴精的身边 默默地为他收拾遗体 严手一急忙上前帮忙 驴精师叔和我师父不一样 师父考虑得太多 心事也太多 而驴精师叔的心里只有驴山派 所以师父当掌门的时候 驴精师叔时常与他意见不合 同经城在荣承干坏事的时候 我们一度怀疑幕后主使是驴精师叔 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又内疚 你去龙虎山之前的那段时间 都是驴精师叔在照顾我 他教会了我许多 让我明白该如何当好驴山派掌门 而今我好不容易当上驴山派掌门 孩子再过不久就要出生 没有后代的驴精师叔 却在这个时候突然离世 林子彤说着 眼泪终于不受控制的滴落 他的命好苦 林子彤扑倒在驴精的怀中 嚎啕大哭起来 如果驴精还活着 这位暴脾气的小老头 一定会指着林子彤的鼻子破口大骂 说他身为一派之主 怎么能掉眼泪 若是让弟子们看到了成和体统 但他再也不没有骂人的机会了 林子彤也再也没有挨骂的机会了 驴山派的那个前掌门 那个喜欢骂人的红脸老头 不在了 这个夜晚 民俗研究会热闹非凡 因为严首役的大获全胜 前来观战的民间教派传人们 有超过半数 直接选择加入民俗研究会 剩下的人也都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 打算回老家处理一些事后 就来民俗研究会报道 只是众人觉得奇怪 他们的严会长 在打赢了擂台战以后 竟然没有出来和大家唠唠嗑 招待他们的 全是王吉网和龙飞城 夜晚 莲花池四周挂上了白帆 池中飘着许多莲花灯 林子彤静坐在莲花池旁 默默地看着池中的莲花灯 随波摇曳 严首一从院外走进来 轻手轻脚地坐在林子彤身边 他搂着林子彤的肩膀 林子彤顺势已靠在他怀中 老金正在检查驴精掌门的尸体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发现 待会儿你就可以带驴精掌门回 驴山派了 黄海和周玉泉也都收到消息 已经召集门派弟子和天海门等 门派的掌门过来 驴精之死是一件大事 黄海和周玉泉刚刚收到消息的时候 同样无法接受悲痛欲绝 但冷静下来以后 他们也知道 妥善处理驴精的后事 才是他们现在所要做的 建州的各个小门派掌门 连夜赶来荣城 为的就是送驴精最后一程 待会儿我陪你一起去驴山派 严守医说道 林子彤擦干眼泪 低声说道 不用了 我身为驴山派掌门 理应独当一面 这也是驴精希望看到的 林子彤以女子之身执掌驴山派 本就会遭受诸多非议 要是他还处处被严守医照顾 众人就更不服他了 等驴精师叔出病的日子 你再来吧 林子彤用商量的语气说道 严守医微微点头 表示理解 二人看着莲花池中央 那唯一的一朵莲花 莲花的花心 被一层光照保护着 里面正是严守医 和林子彤孩子的魂魄 龙凤胎 龙凤胎平安无事 或许是严守医和林子彤 心里最大的安慰了 忽然 严守医好像发现了什么 不由地苦笑着摇摇头 你怎么了 林子彤不解地看向他 严守医指着莲花说道 原来莲花早就给了我们答案 林子彤打量着莲花 这才发现 这朵中央莲花 竟然是一朵并地莲 两朵莲花 各自牺牲了小半的花朵 紧紧地贴在一起 因为中央莲花体型 本就比其他莲花大 所以这个细节 才没有被大家发现 我们的孩子 不仅是鲁班传人的后代 也是驴山派的后代 所以 驴经掌门 才会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们 林子彤南南说道 这时候 严守医的手机微微震动 他回头看去 见到老金站在门口 有什么发现吗 严守医问道 老金眉宇间有些疲惫 他拿着一张牛皮信件说道 驴经掌门的尸体没有问题 倒是我从黑服寨主的身上 发现了这个 严守医结果看了一遍 答案正如他所想的那样 戏子里根苗 屡屡在严家人手里吃亏 之前因为被严筹中创 所以不得不销声匿迹一段时间 但这并不妨碍他给严家人添堵 黑服寨主便是受到 李根苗的指使 前来民俗研究会捣乱的 是李根苗将林子彤怀孕的消息 告诉给黑服寨主 他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表面的平静 无法掩饰内心的愤怒 严守医将牛皮信件收好 皱着眉头说道 这信件有问题 老金诧异道 你的意思是 信件是伪造的 目的是为了嫁祸给李根苗 不对 严守医摇摇头 我奇怪的地方是 黑服寨主怎么知道莲花池 事关严守医和林子彤的孩子性命 夫妻二人都格外小心 莲花池之事 知道人没几个 甚至连罗宁他们都不知道 信件里 也只是指使黑服寨主 去找林子彤的麻烦 并没有提及莲花池 但黑服寨主 却直接出现在莲花池 并且目标明确 甚至提前留有后手 其唯一的目标就是并地莲 黑服寨主 是怎么知道莲花池的 听严守医说出这个疑点 林子彤和老金的脸色 陡然一沉 难道 民俗研究会里有叛徒 不一定是叛徒 严守医推测到 在事发之前 知道莲花池的人屈指可数 他们都是我们最信任的人 不会是叛徒 林子彤抛开心里的烦闷 冷静下来分析思考 我们扩大一下范围 道密者有可能出在 我们民俗研究会 林子彤说着 又摇了摇头 我们不能一味地怀疑自己人 荣城里也存在我们的敌人 如果他们处心积虑 想要找我们的麻烦 发现莲花池并不是 什么不可能的事 众人的侧重点 隐隐排除了叛徒的可能性 而后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 吴天峰 黑服寨主进入莲花池的时间 正是严守医对战士奎的时间 而这个时间点 别人都无法控制 只有吴天峰能够控制 而且 吴天峰对民俗研究会虎视眈眈 他有理由也有动机 有实力调查出莲花池的事情 我怀疑是吴天峰调查到了消息 暗中与黑服寨主联手 林子彤大胆地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只是他们还缺乏直接证据 老金 麻烦你一件事 严守医说道 待会儿你派几个人 去调查一下吴天峰现在的行踪 好 老金答应着 便往外走 结果迎面遇到了一个性格怯懦的小女生 正是古族的女孩田卷 你有什么事吗 这里不是随便能进的地方 老金拦住了田卷 防备地质问 田卷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低着头小声说道 我 我听说严大哥在这里 我有事想要告诉他 什么事 严守医和林子彤一起走了出来 田卷低声说道 我感应到了吴天峰的位置 他还没走 一直在附近徘徊 林子彤眉头一皱 你是怎么知道的 组长在把我送给吴天峰的时候 在我们体内种下了千里蛊 这种蛊虫能让吴天峰感应到我的位置 防止我逃跑 但相应的 我也能模糊地知道他在哪 赤华会已经惨败 吴天峰应该没理由继续留在荣城才对 难道他不怕民俗研究会突然动杀星 不让他回到渔州吗 更奇怪的是 这家伙竟然还在民俗研究会周边转悠 他在等什么 田卷送来的消息 顿时让严守医和林子彤警惕起来 二人察觉到不对 却是更笃定吴天峰和黑服寨主有关系 就在二人打算做出行动之时 田卷的目光却越过二人 看向了莲花池 他的眼神古怪 欲言又止 似乎知道莲花池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这一刹那 严守医忽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猜想 难道真正对黑服寨主告密的人是田卷 毕竟他才是民俗研究会的外来者 否则他为何此时盯着莲花池看 不管是莲花池的秘密 亦或是驴金的死 严守医都让大家高度保密 田卷不可能知道才对 这个念头刚刚冒出 就被严守医自己否决 他意识到自己有些关心则乱 为了孩子的安危 无端地怀疑身边的人 这种习惯一旦养成 后果将会格外可怕 到时候 他将不会再信任身边的任何人 甚至包括龙非诚 所以 严守医及时将这个念头扼杀 善意地问田卷 你在看什么 田卷坦白道 我体内的原生骨 能够感应生命的气息 我感觉得到 你们身后的院子里 有两道生命气息 但奇怪的是 他们的状态好像不是很好 我也不知是不是我感应错了 闻言 严守医和林子彤 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对视了一眼 他们的状态 怎么不好了 老金问 就像是中毒的小猫 陷入了沉睡 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 但其实已经十分虚弱了 田卷打了个别角的比喻 老金摸了摸下巴 他之前已经给孩子们的魂魄检查过了 并没有发现什么大碍 但问题是 他是古一传人 擅长治活人的病 魂魄的病他并不擅长 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如果真像田卷所说的那样 那么老金的却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看走眼了 他不动声色地对严守医点点头 严守医这才说到 莲花池里 是我和子彤的两个孩子的魂魄 就在我与视魁对决的时候 有人闯入莲花池 想要对我们的孩子下手 但被我们的人给阻止了 田卷一听 顿时着急起来 是 是孩子吗 能让我进去看看他们吗 他们的魂魄 很不稳定 严守医和林子彤 都是田卷的恩人 恩人的孩子有难 田卷自然是着急万分 你跟我们进来吧 严守医沉吟了一阵 最终点头答应 三人带着田卷 走进莲花池 他果然一眼就发现 孩子们的魂魄 藏在莲花当中 又看到周围挂着白帆 池中有着花灯 田卷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但他没有多问 而是静止走向莲花池 到了病地帘旁 他点起脚尖看了一阵 然后伸手轻轻触摸 他的体内涌出一团绿色的能量 顺着手臂钻进病地帘当中 而后病地帘便闪烁起光芒 变得有些透明 此时众人便发现 病地帘中有两颗绿豆大小的光点 忽明忽暗 如同在呼吸似的 林子彤的目光柔和起来 他知道那是自己两个孩子的魂魄 只是他们如今还太过微弱 这时 严守一发现 病地帘四周有一缕缕黑色的力量 犹如闪电般分裂 似乎在靠近两个光点 老金大惊失色 田姑娘说的没错 病地帘确实已经被侵染了 可是 黑服寨主从没有碰到过病地帘 又怎么对其下手呢 众人观察病地帘上的黑色纹路 很快就有了答案 黑色纹路 是从病地帘根部向上扩洒的 也就意味着 污染的源头来自莲花根精 准确来说是来自莲花池 黑服寨主虽然没有触碰过病地帘 但他却藏进过莲花池里 想必是在那时候污染了莲花池 从而慢性地污染了病地帘 如果不是田娟儿及时发现 恐怕严守一等人根本无法察觉 等到回过神来之时 两个孩子的魂魄已经被侵蚀 想到那个可怕的后果 严守一的脸色就控制不住地阴沉下来 对告密者和李根苗的恨意又多了几分 正所谓互不及家人 李根苗此举再次触及到严守一的逆灵 林子彤小声问道 菊儿 你能替病地帘驱除那些污染吗 更换莲花池里的池水需要时间 但病地帘却不能受到伤害 所以林子彤只能求助田菊儿 田菊儿点了点头 皱着小眉头似乎在使劲儿 这一次 他的体内涌现出更多绿色的生命力 源源不断地往病地帘输入 绿色的生命力进入病地帘 不仅滋养了两个幼小的魂魄 还缓慢地驱散了那些污染 黑色的污染纹路渐渐退去 并地帘重新焕发生机 做完这一切 田菊儿的额头上早已经布满了痘大的汗珠 在松开手的那一刻 他就开始剧烈地喘息 甚至直接摊坐在地上 林子彤赶忙上前搀扶 关心道 你没事吧 哪里感觉不舒服 田菊儿虚弱道 我强行攫取了原生谷的生命力 他现在很生气 正在我的身体里发脾气 严守一发现 田菊儿捂着小腹 那只原生谷就藏在他的小腹位置 此时像个不听话的孩子 不停地踢揣着母亲的肚子 肚子里住着 这么一只霸道的虫子 其痛苦可想而知 看到田菊儿为自己的孩子如此付出 林子彤心疼不已 一边叫老金帮忙缓解田菊儿的疼痛 一边询问田菊儿需要什么帮助 结果田菊儿居然回答 我需要吃 吃很多很多的东西 以此来补偿亏空的生命力 原生谷在得到满足以后 就不会再发脾气了 这 这原生谷竟然也是个吃货 林子彤满脑子的问号 但心里的担忧 因此减少几分 如果只是吃的话 他可以无限量地满足田菊儿的要求 他立刻打电话给林宇和林英 让他们俩带田菊儿去食堂 让食堂的大厨深夜起躁 不把田菊儿喂饱 就不准下班 送走了身体亏空的田菊儿 严首一和林子彤都长出一口气 没想到黑肤寨主还留有后手 若不是田菊儿发现 两个孩子的魂魄 恐怕已经惨遭毒手 太惊险了 林子彤捋了一下 额前凌乱的秀法 说道 莲花池似乎也没那么安全了 总不能把孩子像王之来一样 送去龙虎山吧 严首一叹气道 龙虎山虽然安全 但我不想让孩子离开我们的身边 别人的照顾的 肯定没有自己照顾的好 说着 严首一似乎想起了什么 连忙从胯包里拿出了两样东西 这是两只青铜翼兽像 雕刻的栩栩如生 周身散发出的气息 仿佛在告诉人们 他们俩不是凡物 这是镇木兽 镇木兽 灵子铜差一道 严首一点点头 解释道 镇木兽可以守护莲花池 虽然镇木兽实力没有强大到 和驴巾相比 但也算是多了一层保障 他将镇木兽放进莲花池的两个脚 让其沉入池底 也算是隐藏真身 若是再有外人进入莲花池 首先要面对的便是两只镇木兽 而两只镇木兽合力 也不是那么好摆脱的 在放下镇木兽的时候 严首一也有些自责 他若是早点放下镇木兽 说不定就能多拖延一阵时间 驴巾掌门恐怕也不会死了 但此时的后悔没有意义 事前谁都无法料到 病地连会成为 里根苗袭击的目标 安放好镇木兽 确认病地连再没有其他问题以后 严首一起身对林子铜说道 收到了 我陪你一起 送驴巾掌门的遗体 回驴山派 路上 他没把话说全 但林子铜完全能够领会到他的意思 路上若是遇到吴天峰的人 那就坐实了吴天峰 和黑服寨主有关系 半个小时以后 一辆黑色的面包车 驶离民俗研究会 面包车里装的是一口棺材 驴巾的遗体就在其中 严首一亲自开车 林子铜坐在副驾驶 时不时回头看棺材 天空上 三元在高空紧紧地跟着林车 俯看着四周 一旦周围有人靠近 他会第一时间警觉 并且告诉给严首一 我刚刚得到消息 渔州那边赤花会 已经沦为众矢之地 吴天峰的老爸吴剑筹 已经被抓起来了 他的下场恐怕不会好过 吴天峰在这个节骨眼上 竟然没有选择立刻回渔州 而是停留在荣城 这其中必定有蹊跷 倘若吴天峰和黑肤寨主有牵连 他必定知道莲花池的事情 所以他会在民俗研究会周围徘徊 想看看我们有没有遭到报复 三元就在天上 只要我们得到有利的证据 就直接对吴天峰出手 严首一的语气 略有一些凶狠 这么多年来 赤花会不知害了多少人 无见仇父子死有余辜 不管是吴天峰威胁到他的孩子 还是驴精的死 都让双方结下了无法解开的梁子 如果发现吴天峰 林子彤低声说道 我想亲自动手 严首一忍不住看了林子彤一眼 最后沉默着点点头 死的是驴山派前掌门 这个仇应该由林子彤来报 就在林车驶出西湖没多久 几辆车子远远地跟在后头 车上坐着的正是吴天峰 少主 我们的眼线已经确认了 严首一和林子彤都在那辆车上 而且据说他们的脸色很难看 左护法向吴天峰汇报 同时心里纳闷 这严首一和林子彤 大半夜的不睡觉 开着一辆面包车 要上哪去呢 没想到听到消息的吴天峰 哈哈大笑起来 看样子 黑服债主的行动已经成功了 还有什么事 能让严首一和林子彤 丢下民俗研究会不管不顾 大半夜的开车出来呢 站在吴天峰的角度来看 必定是黑服债主的计划成功了 现在严首一和林子彤 正带着他们的孩子着急出去寻找帮助呢 没错 吴天峰和黑服债主的确有合作 他们之间的合作与里根苗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黑服债主决定对严首一展开报复以后 便深入调查了一番 得知近期严首一要和吴天峰约战 便找到了吴天峰 而吴天峰眼线众多 且一直在观察着民俗研究会的动向 所以就得知了莲花池这么一个神秘的地方 黑服债主于是提前过去踩点 从驴精和温玉仙平日里的对话 得知了病地连中孩子魂魄的事情 于是便有了后续的所有计划 吴天峰在擂台战的时候 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 而黑服债主则趁虚而入 闯入莲花池杀死严首一的孩子 之前赤花汇在民俗研究会手中惨败 并且助纣为虐多年的真相被严首一戳破 导致吴天峰颜面尽失 沦为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 再加上后来赤花汇东窗事发 藤组长背叛 吴剑筹被抓 生死不明 此时吴天峰心里对严首一的恨意 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点 甚至有些扭曲变态了 吴天峰狂笑不止 严首一 你活该 就算你再强又如何 就算你赢了我赤花汇又如何 我弄死了你的孩子 将来还会再弄死你其他在乎的人 你往后的日子 只会活在恐惧和痛苦当中 突然 吴天峰的眼角余光注意到了什么 他的笑声顿时戛然而止 只见在他所乘坐的急驰着的车子侧面 车窗外 一只金色的福燕正张开翅膀 以相对静止的速度和车子并驾齐驱 福燕歪着头 似乎正盯着吴天峰看 是严首一身边的那只黄金福燕 吴天峰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后背汗毛竖起 眼里充斥恐惧 与此同时 左护法手里的对讲机里 传来了前方眼线的声音 左护法 有情况 严首一的车子忽然停下来了 严首一还在车上 但林子彤下车了 林子彤开始往回走 不 他开始跑了 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 但左护法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 他抬头看去 只见车子的前方 赫然出现林子彤的身影 这个长得国色天香的女人 此时却表情冷漠 看他们的眼神 犹如在看死人一般 当吴天峰在车子里 哈哈大笑的时候 他沾沾自喜所说的所有话 都被三元一字不插地 传达给了严首一 而严首一也因此 坐实了吴天峰 和黑服债主之间的关系 他将真相告诉给林子彤的那一刻 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位近乎完美的妻子 有过那么几秒钟的失态 在之后 他一脚踹开了车门 严首一急忙踩刹车 让林子彤走下车 林子彤下车后 中心的棺材败了三拜 紧接着头也不回地 往吴天峰所在的车队跑去 他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等到左护法看到他的时候 他赫然已经站在车前 少主小心 左护法大喊 而林子彤则扬起拳头 狠狠地砸向商务车 碰 一声巨响 商务车的前挡风玻璃全部碎裂 车头严重变形 中心处则是一个深深的拳印 三箱车直接变成了两箱车 司机和坐在副驾驶的赤花会成员 当场殉命 林子彤的身体强度并不如严手衣 所以这一拳下去 尽管商务车严重受损 但他的拳头也满是鲜血 这一拳似乎是在发泄林子彤的愤怒 他站在车前任由鲜血滴落 喘着粗气盯着车里的人看 倒不是因为奔跑和挥拳才喘气 而是因为他心里压制不住的怒火 是你们谋划的这一切 林子彤冷声说道 吴天峰此时回过神来 也感到了一丝惧意 虽然眼前的人只是林子彤 但严手衣就在前头 要是严手衣出手 他们这群人将毫无活路 左护法心理已经开始骂娘了 这个少主就是一个狗脑子 刚才说什么不好 非要把心里话说出来 难道每一个反派都喜欢念内心独白吗 现在好了 被严手衣和林子彤直接抓住证据 他们不杀人才怪呢 从车上滚下来 林子彤怒喝道 二人打了个寒战 吴天峰对左护法说道 你 你先下去 左护法连忙摇头 都到这个份上了 主仆关系算什么 小命才是最重要的 让你下去就下去 少废话 吴天峰抬起脚 一脚将左护法踹下车 他并不是什么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而左护法失去练妖狐以后 也就比普通人厉害那么一点 根本不是吴天峰的对手 左护法被踹下了车 狼狈地摔了个狗吃时 他想要站起来 却发现自己双腿发软 不停打颤 根本不听他的使唤 连颤都站不起来 这时 一杆红色的长枪 出现在左护法的面前 枪头闪着寒芒 对 对不起 左护法连忙跪地 磕头求饶 我只是听命行事而已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愿有投债有主 你们找吴天峰那小子算账去吧 林子彤淡淡地说道 那几个想要加入我们民俗研究会的民间教派传人 是你打废的 这笔账总要算 左护法直接撸起袖子 将手腕脉搏暴露给林子彤 以牙还牙 我废了他们的手脚 你也废我的手脚 我只想要活命 只想要活命啊 行 出乎意料的 林子彤竟然答应了 还没等左护法反应过来 他便一脚将左护法踹倒在地 然后红神伞快速地挑四下 扑呲 左护法的四肢命脉位置 鲜血同时喷涌而出 此时左护法才感觉到疼痛 忍不住惨叫起来 他的手脚筋已经全部被挑断 往后只能做一个废人 这一幕全都被吴天峰看在眼里 他终于发现 原来不好惹的人不只是眼手一 还有他的妻子林子彤 这个美得不可方物的女人 却是一个隐藏的高手 他的实力绝对不比之前上台过的 出马仙赵义谣弱 左护法惨叫不停 额头上疼地冒出了汗珠 但他的心里却在窃喜 尽管伤得很重 但他活下来了 活下来就有无限的可能 然而 还在左护法庆幸的时候 红神伞忽然划过他的脖子 左护法的惨叫声 戛然而止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鲜血飞溅喷涌 意识也逐渐模糊 你总共费了两个人 第一个人的仇报了 第二个人的仇 也得报 林子彤冷声说道 左护法眼中近视不甘 但很快也断了气 斩草要除根 林子彤摇动骨链招魂灵 直接勾出左护法的魂魄 将之击碎 不给他转世投胎的机会 在左护法的魂魄溃散之后 竟然还残留下一缕真龙子气 主动钻进了林子彤体内 此时林子彤才意识到 左护法也是一个作恶多端 罪孽深重之人 杀了他 便是替天行道 为民除害 更是功德一见 因此 他也获得了真龙子气 不过林子彤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开心 他缓缓将目光移动到 还坐在车里的吴天峰身上 冷声说道 我杀了一个小小的左护法 竟都能获得功德 你们赤花会 到底做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 小小的左护法尚且如此 那吴天峰这个赤花会的少主 岂不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渣 若是杀了他 获得的真龙子气 必定不比左护法的少 林子彤用红神伞指着吴天峰 大声喝道 轮到你了 滚下来 吴天峰咽了口唾沫 正在不知所措之际 后方忽然冲来十几辆车子 车子还没有停稳 车里的人就纷纷跳车 将林子彤包围起来 赤花会的援军赶到了 吴天峰顿时松了口气 主动从车上跳了下来 指着林子彤喝道 咱们人多用不着怕他 把你们的本事全使出来 谁若是杀了他 奖励现金一千万 直接提拔为赤花会长老 这些可怜的赤花会成员 还不知渔州总部已经沦陷 依旧在为吴天峰卖命 不过他们 本来就是恶贯满盈的亡命之徒 单纯为利益而活 如今巨大的利益摆在面前 哪怕感觉到林子彤不好惹 也没有一个人 因为害怕而退缩的 赤花会足足来了五十几号人 而且全都是民间教派传人 是有真本事在身 他们偏就不信了 这么多人围攻林子彤 还能让这个女人赢了不成 原本就不算宽阔的街道 此时占了五十几个人 顿时变得无比拥挤 而拥挤的中心 林子彤周围三米范围内 却是一个人都没有 大家虽然没有真正见识过林子彤的本事 但严守一今天展现出来的实力 依旧让他们记忆犹新 就在他们做好准备 对林子彤发起进攻之时 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他们头顶的 电线杆上方 是严守一 那个男人两手空空地站在电线杆顶端 在月光之下显得格外高冷 有人注意到严守一的存在 刚刚鼓起的勇气瞬间熄灭 是严守一 严守一在附近 有他在 就算我们打赢了他妻子又能怎么样 最后大家还是难逃一死 现在回头 好像还来得及 严守一展现出来的实力 实在是太过惊世骇俗 他见着阿修罗的画面 仿佛是刻在了大家的脑子里 挥之不去 此时严守一出现 带给大家巨大的压力 竟让他们心生退役 却在这时候 严守一坐了下来 淡淡地说道 你们打你们的 不用管我 我今晚不会出手 不会出手 这是要让林子彤自己面对 这是什么意思 众人摸不着头脑 但却不会怀疑 严守一化的真实性 毕竟 这个男人在对付阿修罗转世的时候 已经通过了种种考验 他不会轻易说谎 赤花会的成员开始脑补 认为严守一喜心厌旧 又或者和林子彤闹矛盾了 于是想要借机除掉这个糟糠之妻 然后另寻新欢 男人嘛 喜心厌旧 不是很正常的吗 更何况 还是强如严守一这样的男人 他们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竟然很快将自己给说服了 他们看向林子彤的眼神中 恐惧荡然无存 美人 这话可是你丈夫说的 今天怪不得我们了 一名赤花会成员大笑道 放心 在杀死你之前 我们绝对不会浪费了 你这副皮囊 扑刺 话音未落 林子彤一枪刺出 正中此人的嘴巴 他拿着红神伞的末端 用力一脚 锋利的枪间 瞬间在此人的嘴里翻滚 等到他抽回红神伞 对方已经满嘴是血 张口便吐出了一大块碎肉 那是被林子彤搅碎了的舌头 好狠 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忍不住眼角抽搐 这名赤花会成员 因为说了冒犯的话 而被林子彤直接割了舌头 林子彤刚才完全有能力 直接杀了他 但他却没这么做 目的就是为了折磨他吗 废话少说 动手吧 清风袭来 林子彤的长发飘飘 他觉得厌烦 便从一脚撕下一道布条 将头发扎在脑后 此时的他 绑着高马尾 手持红神伞 颇有阳门女将 花木兰的气势 赤花会成员们回过神来 脸上露出狠色 大喊着杀向林子彤 一时间 街道上喊杀声不断 严守一坐在高处 俯看着下方 他看到 尽管那些赤花会成员 都不是普通人 但在林子彤的面前 却完全不够看 他们根本无法 进林子彤的身 而林子彤的红神伞 却在人群中 杀得七进七出 出于对民间教派传人的感情 林子彤全都没有下杀手 大多是打断骨头 踹出人群 又或者是挑断手脚筋 再扔出去 杀人不是林子彤的本意 他只是心里太难过了 需要一个宣泄口 驴精的死给他 带来很大的打击 偏偏黑服债主已经死了 里根苗又不知在哪 他根本没有发泄的办法 而今 赤花会就是他的目标 严守一步干扰 不帮忙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他想让林子彤 好好发泄一番 他目光转移 落在了人群后方的 吴天峰身上 吴天峰本想趁乱逃跑 但当严守一出现以后 他就老实许多了 竟然站在原地不动 想必这个二世祖也知道 严守一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一旦他想要逃跑 严守一就会第一时间出手 到时候 他只会死得更快 见吴天峰老实地站在原地 严守一面无表情地收回目光 心想 这家伙倒不蠢 这时候 下方的战况有了一点变化 赤花会的真正强者们 已经撤到后方 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赶诗人 扎纸人 抬官将 戏法师 他们都是民间教派传人 使用的招数离奇古怪 甚至有些招数 是严守一都未曾见过的 当僵尸 恶鬼 纸人被召唤出来的时候 街道上的人数 不减反增 地上站着的 天上飘着的 将林子彤死死地包围在里头 一轮又一轮地进攻 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我们这么多人联手 而你只有一个人 你拿什么和我们斗 有赤花会成员兴奋的叫嚣 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 却在这时 林子彤不屑地倾哼一声 这帮赤花会的成员 在渔州作威作福太久了 竟然忘了战斗最基本的事情 了解对手 自己可是驴山派的人 驴山派最擅长的 从来都不是肉搏 而是控鬼之术啊 驴山派弟子 绝对不可能孤身一人 林子彤摇动招魂灵 三道身影瞬间出现在他的身边 正是女鬼王桃花营 武士之魂黑川路 千年女鬼联合 三人现身 顿时给吃花会成员 带去巨大的压迫感 尤其是桃花营 别看他穿着一袭红裙 美艳动人 但稍微有点道行之人 都能感受得到 他是一只强大的鬼王 小姐 竟然这么多人 桃花营拿着一把小红扇子 故作惊讶地遮住嘴巴 然后兴奋地说道 这些人全都可以杀吗 林子彤淡淡地回应 能废的就废了 如果废了还不老实 生杀之权全在你们手里 文言 桃花营放下扇子 舌头舔了舔鲜红的嘴唇 仿佛已经饥饿许久 那 奴家可就不客气了 说吧 桃花营直接钻进人群里 开始单方面的屠杀 抛开那些赤花会的成员部说 光是他们召唤出来的恶鬼 就足够让三只鬼魂饱餐一顿 所以 在桃花营冲出去以后 黑川路和联合也没能忍住 杀进人群 三只强大的鬼魂下场 原本赤花会拥有的人数优势 此时竟然荡然无存 所谓的僵尸 在黑川路的手下 只是砍瓜切菜般的蝼蚁 恶鬼在桃花营的石柳群下 瑟瑟发抖 已经沦为了自主餐 只能稍微好一点 但也被联合反过来追着跑 鬼王实力 在阎首一等人的眼中 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但在普通的民间教派 传人眼里 依旧是难以逾越的高山 要知道 当初阎首一出入戎城的时候 实力在民间教派当中 已经是中上水平 但在鬼王白石洗面前 还是不太够看 三只鬼魂杀出 杀得赤花会的人丢盔卸甲 屁滚尿流 乱作一团 他们此时才明白 严首一厉害 他的妻子也不是善茬 毕竟是驴山派掌门 是一派之主 实力怎么可能弱呢 林子彤的脑子里 依旧是驴精生前的模样 所以他没有压制满腔怒火 袖手旁观 而是在桃花营他们杀出去以后 立刻也冲入人群 惨叫声不断 渐渐地 地上躺着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站着的人数 赤花会的成员 根本不是林子彤的对手 哪怕他们有五十几人 但对林子彤而言 也不过只是多会无几次 红神伞的区别罢了 而从始至终 严首一都没有出手 她坐在电线杆上 目光一直锁定着无天锋 这个女人太强了 我们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难怪之前严首一承诺不出手 因为林子彤自己 就足够收拾我们了 兄弟们我要撤了 我不打了 赤花会的人心不齐 见到人数优势荡然无存以后 心里便生出了退意 有一个人转身逃跑 便会带起连锁反应 越来越多的人丢掉武器 转身钻进小巷子里 撒鸭子狂奔 生怕桃花营他们追上来 严首一见状 缓缓起身 林子彤已经打趴下二十几人了 怒气也应该消了才对 然而还没等她站起来 就见林子彤丢出一把令旗 令旗快速地飞到人群后方 插在地上与墙上 形成了一道结界 任谁都无法离开 你们闯入我龙城地盘 和妖人勾结 害死了我驴山派的前掌门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林子彤抖了抖红神伞 冷声说道 做坏事就要有受惩罚的觉悟 今天你们谁也别想玩好无损地离开这里 众人闻言 吓得毛骨悚然 发疯似的 想要突破结界 却都无济于事 刚刚要站起来的眼首一 默默地又坐下来了 她低估了驴精 在林子彤心目中的位置 也低估了林子彤的怒意 说起来 这还是她第一次 见到林子彤如此生气 暴怒之下的林子彤 不仅杀伐果断 而且深刻明白 斩草除根的道理 只是为了不造下杀念 所以林子彤一直都手下留情 只是废了对方的手脚或者修为 没有真正地痛下杀手 唉 虽然臭丫都很爱我 但我以后 还是少惹她生气了 眼首一都不由得有些怂了 结界封住了赤花会成员们的退路 林子彤如同一个女武神般 从街头杀到了街尾 等到她杀到令旗前时 面前已经再没有任何一名 站着的赤花会成员了 而她的身后 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堆人 甚至在一些围墙上 树梢上 都能看到赤花会成员的影子 小姐 桃花银三人回来复命 我们已经解决掉所有的僵尸 恶鬼和指人了 所有 林子彤问 桃花银点点头 有些人憋着招数不肯放 也被我们逼出来 然后解决掉了 眼首一在电线杆上眼皮狂跳 心想着桃花银 竟然做得比臭丫头还狠 果然女人不能凑一块 你们辛苦了 林子彤微微点头 没有和她们多说什么 挥手将她们收回 作为林子彤的鬼仆 桃花银她们能够感应到 林子彤的情绪变化 所以心里也清楚 现在的林子彤和平常大不一样 她们没有多说什么 默默地回到了 古炼招魂铃当中 林子彤转过身 看着倒在地上 哀嚎不断地赤花会成员 冷声说道 你们当中 有些是十恶不赦之人 但我今日没杀你们 只是单纯地不想惹上杀念 否则今日在场者 我一个都不会留 她顿了顿 又说道 留你们狗命 希望今后 你们能够改邪归正 倘若你们当中有人想复仇 或者继续做坏事 那就尽管来吧 下一次 你们就不会这么走运了 驴山派和民俗研究会 会亲手送你们上西天 林子彤说着 用红神伞重重地 垂了一下地板 大地似乎震战 吓得那些赤花会成员 哪怕忍着伤痛 都要爬起来逃跑 而这一次 林子彤没再拦着他们 直接撤掉了结界 看着这些无能鼠辈 如同过街老鼠似的 逃进小巷里 然后消失无踪 如果当初在 罗天大轿上的 那些小粉丝在这里 一定会露出花痴的模样 然后一个劲儿的夸林子彤 姐姐好撒 林子彤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在严守一的身边 她能够扮演一个 需要照顾的小女人 但当她独自面对的时候 她又是能够 独当一面的女强人 人们时常会因为 林子彤对严守一的爱和依赖 忽视了 她本来的优秀与强大 这一次 赤花会的成员们 算是全都长记性了 以后 绝对不到荣城来 也绝对不招惹严守一 不仅是因为严守一的强大 还因为这家伙 又一个十分强大的老婆 总算是收拾完了 坐在电线杆上的严守一 缓缓起身 准备下去帮助林子彤 收拾吴天风 谁想要林子彤 直接用红神伞指着严守一 喝道 坐那别动 严守一巴唧一下又坐下了 她急忙喊道 臭丫头 你别杀红眼了 是我啊 林子彤白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我知道 但事情还没完 你不准出手 旋即 她看向站在角落的吴天风 赤花会只有一个人要死 那就是吴天风 不杀吴天风 林子彤心中意难平 被这位倾国倾城的女杀神盯着看 吴天风心里没有半点高兴 也生不出任何的邪念 她所有的 只是恐惧 林子彤以一人之力 独占五十多个民间教派传人 而且还在不杀任何一人的前提之下 将他们全部打废 就算她最后不再召唤鬼王出来帮忙 杀吴天风也是绰绰有余的 更何况 一旁还有严守一 虎视眈眈 这对吴天风而言 几乎是一个必死的局面 除非有奇迹发生 又或者是有神秘高手出手帮忙 不过吴天风不认为 赤花会现在还留有什么后手 即便有后手 这个后手 都未必是严守一 和林子彤的对手 几番权衡之后 吴天风发现自己毫无胜算 内心的恐惧 渐渐占据上风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不停地对林子彤磕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是 听我父亲的命令行事 你们应该去找他才是 求求你们饶我一命 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们 林子彤默默地听着 最后不屑地轻笑一声 就连辩解和求饶 都显得这么苍白无力 之前的得意上哪儿去了 要我们夫妻俩对你留情 你可曾对我们的孩子留过情 可曾对驴经师叔留过情 林子彤怒火中烧 根本不想再听吴天风锅造 他将红神伞挑起 然后一脚踢在红神伞的末端 红神伞顿时如同投掷出去的长矛 化作流光 飞向吴天风 扑刺 吴天风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等他反应过来之时 已经无法再磕头求饶 因为 红神伞洞穿了他的胸口 将他钉在地上 吴天风感到钻心的疼痛 但却因为过于疼痛 而根本发不出惨叫的声音 他的意识逐渐模糊 眼皮子越来越无力 最后不甘地合上双眼 双手无力下垂 林子彤冷冷地看着死去的吴天风 他以为杀了吴天风 心里的气就能解 但如今他发现 吴天风死得太容易 太便宜他了 但 除了最后的里根苗以外 林子彤已经没有再需要报复的人了 他站在原地 闭上眼睛 努力让呼吸变得平稳 同样也是 让内心变得平静 眼手一在电线杆上看着 看到吴天风死了 他轻叹一口气 然后纵身跃下 总算可以下来了 眼手一有点后悔 刚才就不应该挑电线杆上坐着 坐一会儿还行 坐久了屁股疼 暂时结束了 眼手一伸手 摸了摸林子彤的脸 安慰道 我们该收拾一下残局 然后送驴精掌门的尸体 回驴山派 林子彤睁开眼 情绪已然稳定了不少 他抿了抿嘴 最后对眼手一点点头 你先回车上待着 我去处理吴天风的尸体 眼手一说完 转身准备去处理尸体 然而他却震惊地发现 本应该被钉在地上的吴天风 此时居然消失不见了 地板上 只有一个红神伞留下的窟窿 还有遍地的鲜血 而吴天风 带着红神伞不见了 吴天风没死 眼手一大惊失色 第一时间回头 想到的人便是林子彤 林子彤正要返回面包车 却见面包车上 竟然站着一个人 那人的胸膛 有着一个血淋淋的窟窿 低着头 弯着腰 手里提着的 正是他的红神伞 林子彤面色一变 咻 那人突然扔出红神伞 红神伞如同离弦之剑 以极快的速度 飞向林子彤 红神伞的影子 在林子彤的瞳孔里 不断放大 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眼看红神伞 即将刺穿林子彤的身体 眼手一忽然出现在他的身侧 一把抓住红神伞 强行将之拦下 而当红神伞停下之时 他的枪头 距离林子彤的小腹 也不过分毫之差 臭丫头 小心了 吴天风没死 眼手一站直了身体 将红神伞还给林子彤 林子彤接过红神伞 眯着眼睛 盯着那站在面包车上的人影 那人是吴天风没错 但他的气息和之前 却完全不一样了 我听不到他的心跳 眼手一滴声说道 没有心跳 说明他是一个死人 又或者是行尸走肉 吴天风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力量 让他死而复生 月光之下 吴天风低着头 散乱的头皮屁下 突然 他的后背开始剧烈地抽搐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他的皮肤之下翻滚 下一秒 几道扑刺声响起 紧接着一根又一根 如同蜘蛛腿一般的截肢 从他的后背伸出来 一根 两根 三根 足足八根 八根截肢探出 尖锐的末端 直接刺穿了面包车的车顶 将吴天风给拖在半空中 每一根截肢 都有成年人的大腿粗壮 这还不算完 吴天风的尾锥部位 一条黑色的蝎子尾巴长了出来 尾巴卷曲 可怕的倒沟悬在吴天风的脑袋上 上面显然带着剧毒 呵 吴天风似乎苏醒过来了 他吐出了一口浊气 然后猛然张开四肢 发出尖锐的叫声 这声音不像人类 更像是怪物 严手一上前一步 将林子彤护在身后 眼神凝重 吴天风有古怪 小心一点 结果林子彤反而绕过严手一 站到他前面去了 管他变成了什么样的怪物 之前第一次杀他不够解气 要是能杀他两回 三回 那才是真正的解气 喂 古奶奶 你这就有点变态了 现在林子彤正在暴怒阶段 这话严手一 也只能在脑子里想一想 根本不敢说出来 否则 他担心林子彤 会连他的脑袋一起拧下来 吴天风缓缓地抬起头 眼球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瞳孔缩成一个小黑点 看起来极为甚人 原来这就是绝骨的力量 真是应该好好感谢藤组长 虽然他已经叛变了 吴天风伸出手 紧握成拳头 发出咔咔的声音 同时自言自语道 绝骨是古族花费千年培育的古虫 其蕴含的力量超乎想象 但如果绝骨死了 其相应的宿主也会死亡 也就是说 如果我死了 藤组长也必死无疑 之前父亲找藤组长求绝骨 他百般不情愿 最后还不是乖乖教出来了 现在我拥有绝骨的力量 不说杀了你们二人 但逃出戎城 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古老的古族 有一种世代传承的古虫 名为绝骨 之所以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一旦接受了绝骨的寄生 宿主将会绝后 藤组长所在的古族 世世代代传承着绝骨 每一名组长 都要用毕生的精血喂养绝骨 并且绝对不会有后代 他们为此做出的牺牲 让绝骨的力量得以延续 同时也有更多的精力 为自己所在的部族做奉献 而绝骨的力量 同样也是可怕的 一旦绝骨激活 宿主的身体将会被绝骨改造 成为此时无天风 所展现出来的模样 可以说 在绝骨激活以后 宿主和绝骨已经融为一体 粗壮有力的截肢 带着剧毒的尾巴 都是绝骨的特征 当严守医看到 吴天风最后变成了形态以后 便意识到 他的体内被种下绝骨 臭丫头 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你不能再逞强一个人 对付吴天风了 严守医解释道 他的体内被种了绝骨 这是一种十分强大的蛊虫 如今的吴天风 不仅战力提升 还拥有像我一样的自愈能力 林子童文言 微微皱眉 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 这一丝不悦 来自于他没办法 单独再杀吴天风一次 这样他就没法解气了 如何才能杀死他 林子童问 绝骨应该躲藏在 吴天风的后背 脊椎骨的位置 只要我们伤害到绝骨的真身 又或者将其 从吴天风的体内取出 就可以让吴天风瘫痪 绝骨也没有抵抗之力 严守医刚解释完 紧接着又提醒道 但你千万要注意 吴天风身后的尾巴 那条尾巴带有剧毒 尤其会防备着 他身后的敌人 在自然界的 物竞天则演变过程当中 任何物种 都会出现进化缺陷 也就是弱点 但为了弥补这个弱点 它们又会进化出 能够弥补弱点的能力 例如 绝骨知道自己的真身容易暴露 所以才进化出了这条些尾 以防备别人攻击他的真身 二人刚刚沟通完毕 那吴天风身后的截肢忽然一沉 然后爆发出巨大的力道 如同弹簧一般 带着吴天风一跃十几米高 他想逃 拦住他 严守依大鹤道 吴天风一跃十几米高 直接翻过了周围的围墙 跳到了另一个街区 林子同边追边说道 前面不远是闹市区 吴天风要是走投无路 很有可能会直接冲进闹市区当中 到时候就麻烦了 虽然说悬门中人 都十分有默契地瞒着普通人 但吴天风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 为了活命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别说在普通人面前暴露了 搞不好他会拿普通人做人质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二人追得更卖力了 严守一追逐的同时 拿出手机给王吉王打了个电话 让他派人过来 看着运送驴金棺材的面包车 夫妻二人追着吴天风 在无人的小巷中穿梭 似乎是感应到二人的追踪 吴天风在落地以后立即反身 竟从节肢的关节处 射出树根毒刺 毒刺飙射 如同箭矢 划破黑暗来到二人的面前 林子彤第一时间打开红神伞 只听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 毒刺尽数被红神伞给挡下来 严守一从侧面冲出 捡起地上的毒刺 反过来向吴天风扔去 扑刺 筷子长短粗细的毒刺 瞬间刺中吴天风的大腿 其中一根从他的手臂划过 留下了长长的伤口 吴天风吃瘪 疼得呲牙咧嘴 但却没有打算继续和严守一缠斗 转身就跳到下一个小巷子里 见到吴天风再度逃跑 严守一不由地眼神一冷 低声道 朱山灶 朱山灶立刻出现在他的身边 拱着鼻子说道 又寒暗做神啊 我们在追人 你去前面堵截 千万别让他闯入闹市区 严守一命令道 好嘞 朱山灶爽快地答应下来 扭着大屁股冲了出去 别看他肥肥胖胖的 但体内却蕴含着极强的力量 奔跑起来的速度 一点都不亚于急迟的汽车 下一个小巷子里 肮脏的臭水沟旁 一个醉汉正拎着二锅头酒瓶子 坐在那里 几只老鼠盯上了醉汉怀里的鲁位 小心翼翼地靠近 突然 一道人影突然从天而降 一脚踩死了地上的老鼠 吓得其他老鼠 第一时间钻进下水道里躲避 吴天风一眼就注意到了角落的醉汉 想都没想就控制着节肢 直接刺穿醉汉的肩胛骨 将它提到半空中 醉汉被剧烈地疼痛弄醒 睁开眼便看到吴天风这个可怕的怪物 顿时忍不住尖叫起来 闭嘴 吴天风怒喝一声 随后张开嘴吐出舌头 他的舌头竟然变得又细又长 好像蚊子吸血用的嘴管 舌头瞬间刺进醉汉的胸膛 几个呼吸间便将它吸成人干 此时 吴天风才满意地收回舌头 那些吸来的人血被他迅速消化 转化为力量 让身上与手臂上的伤口飞速愈合 一转眼 吴天风身上的伤势已经全部愈合 听到身后又有动静 他暗骂了一声阴魂不散 便将醉汉朝着动静来源扔去 自己则继续逃跑 严手一刚刚追过来 迎面便飞过来一道人影 他立刻接住 定睛一看 竟是一一聚人干 他的脸色陡然一沉 吴天风果然已经失去理智 开始攻击无辜的路人了 要是让他继续逃下去 一定会出现更多的伤亡 此时林子彤也赶来了 看到严手一怀里的人干 林子彤沉声说道 他为什么要吸人血 是为了恢复伤势吗 是的 严手一达到 绝骨洗尸人精血 要是吸尸到的 精血足够多 不仅能帮助吴天风愈合伤口 还能够提升他的实力 吸尸的精血越多 绝骨和吴天风就会越强 林子彤脚步不停 继续往前追 前方还剩三条小巷 之后便是闹市区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阻止吴天风 让他闯入闹市区 后果不堪设想 事态越来越严重 二人的肩膀上 扛着巨大的压力 小巷子里 三男两女 五个年轻人 正依靠着墙吞云吐物 他们五人是初中都没念完 就出来混社会的小年轻 天不怕地不怕 穿着暴露又另类的服装 对路过的行人呲牙咧嘴 彰显自己的不同语 强大 不过出来混的代价也不好受 他们时常会因为兜里 空空如也而发愁 好不容易弄到点钱 很快就会被他们挥霍干净 如今 这五个不良少年抽着烟 正商量着 上哪去搞钱 突然 他们发现 巷子里站着一个人 这是一个死胡同 五人就站在门口 方才没看到有人进去 但短暂的疑惑后 领头的爆炸头 对其他四人使了个眼色 留下一个人守住巷子口 其他人不怀好意地往巷子里走 远远的 爆炸头就掏出了一把蝴蝶刀 自以为酷炫地在手里甩出花来 对巷子里的那个人影喊道 喂 搁几个最近缺钱花 你身上有多少钱 借给我们呗 强盗抢钱 要比小混混要钱直接多了 而小混混要钱 则喜欢用借来掩饰 他们犯罪的事实 反正都是未成年 抓到了也不会怎么样 那到人影一动不动 似乎再休息 也不回应爆炸头 爆炸头顿时有几分怒意 捡起角落的空酒瓶子 朝人影砸去 人影不躲不闪 被酒瓶子砸个正正 但却还是一动不动 靠 该不会是个死人吧 其中一个穿着热裤 带着黑色紧环的红头发女生 抱了句粗口 然后走上前推散人影 人影终于动了 她转过身来 用心红的眼睛看着死人 卧槽 爆炸头顿时被吓一跳 先是向后退了好几步 随后反应过来笑道 哥们的美童有点帅啊 上哪买的呀 该死 我今天应该带血轮眼的美童出来的 爆炸头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遇到的是什么人 甚至把对方当成了同类 没想到这个城市里 竟然还有品位和自己一样的人 她顿时对这个陌生人有了好感 那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于是 爆炸头对小弟小妹们摆摆手 示意不要对这个知己动手 她笑呵呵地拿出香烟 来一根 吴天峰看了一眼香烟 又看了看爆炸头 忽然抬脚 一脚将爆炸头踹飞出去 爆炸头瞬间倒飞十几米 差点就要飞出巷子了 其他人见状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而吴天峰也露出了身后的截肢和尾巴 准备再猎杀几只猎物 来补充自己的精血 这五个年轻人 虽然形象不咋地 但胜在正直年轻 精血最是旺盛 妖 妖怪啊 精神小伙们惊叫起来 连滚带爬地往后退 吴天峰则是用截肢去戳刺几人 就在巷子里乱坐一团的时候 严守依从天而降 一刀斩了吴天峰的一条截肢 堵住了他的去路 吴天峰 你逃不掉的 严守依喝道 断了的截肢流淌出绿色的血液 看着很是恶心 但很快 断掉的截肢就重新长好 阴魂不散 吴天峰怒骂一声 根本不敢和严守依正面对抗 转身就逃 他之所以 要在逃跑的路上杀人 也是为了补充精血 提升实力 否则光凭他现在的实力 未必能从严守依和林子彤的手下逃走 正在吴天峰转身之时 他身后的围墙忽然被撞开 朱山灶撞开围墙 力道不减 一头撞在吴天峰的肚子上 毫无防备的吴天峰 顿时被撞得七荤八素 分不清东西南北 哈哈 安老猪的猪突猛进 威力如何 朱山灶炫耀式的 扬起猪脑袋 沾沾自喜 干得漂亮 林子彤从天而降 手中的红神伞毫不犹豫地 朝吴天峰的脑门刺去 吴天峰回过神来 八条截肢齐齐上前阻拦 将红神伞架住 但红神伞的枪间距离他的眉心 也不过分毫之差 将吴天峰吓出了一头冷汗 这对狗男女真是难缠 吴天峰在心里怒骂 他一个甩身 将林子彤甩向一边 八条截肢刺进两面的墙壁 如同蜘蛛般飞速向上爬 严守依正要追 却见吴天峰突然张开嘴巴 从嘴里吐出无数只黑色的小飞虫 这些小飞虫 全都是绝骨在吴天峰身体里产下的 虫卵孵化而成 之前一直躲在吴天峰的肚子里 在危急时刻才会吐出来做帮手 只是这个场面 着实有些惊世害俗了 那几个小混混看到这一幕 当场就没能憋住 弯腰呕吐 臭丫头小心 这些蛊虫 和我们在秦始皇陵墓里 遇到的是一样的 严守依低鹤道 在秦始皇陵墓里 严守依曾经遭遇过一位强大的养骨狮 当时养骨狮的体内 同样寄生着无数蛊虫 区别只是 那些蛊虫是金色的 而吴天峰吐出的是黑色的 黑色蛊虫成群结队 如同蝗虫过境 化作一团黑云 飞向林子彤 林子彤撑起红神伞 就听到前头一阵撞击声 那是一只只不要命的蛊虫 在撞击红神伞 它们汗不畏死 如同一颗颗子弹 撞得粉身碎骨却前腹后继 林子彤也被撞击的力道 推着后退了数米 撞击力道之强 让它甚至要拿不出红神伞了 狱青命令 截入众神 雷霆上盛 灭魂飞破 千千截手 万万减刑 敢不从命 粉骨碎身 危机时刻 还是严守一 释放了一道掌心雷 掌心雷化作电蛇 钻进黑色蛊虫群里 而后便产生了连锁反应 电蛇在无数蛊虫中穿梭 刹那间 小巷子被电光照亮 蛊虫成片成片地往下落 眨眼的功夫 所有蛊虫都被电成了焦炭 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 神 神仙啊 爆炸头瘫坐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伸手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另外几个小混混亦是如此 甚至有的已经吓得尿裤子了 解决掉蛊虫 林子彤收了红神伞 巷子里乃还有无天风的身影 他往闹市区去了 严守医抓着林子彤的胳膊 直接将他扔向一旁民房的屋顶 林子彤稳稳地落在屋顶 抬头一看 脸色顿时万分难看 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 今日恰逢周末 还是暑假期间 游乐场里全都是孩子 追啊 怎么不追了 屋顶 无天风用心长出来的截肢 指着林子彤 脸上露出争鸣的笑容 有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们若是穷追不舍 就别怪我打开杀戒了 杀不过你们 我还杀不过那群普通人吗 严守医也跳上屋顶 听到无天风这么说 他咬了咬牙 放过无天风 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无天风身后就是闹市区 倘若他大开杀戒 后果将不堪设想 只要无天风不逃 严守医和林子彤 有信心 在十招之内将他斩杀 但这十招之内 无天风恐怕已经杀了百人了 双方僵持之际 朱山灶也爬上屋顶 严守医看到朱山灶 忽然眼睛一亮 下一秒 他不由分说地 把朱山灶抓过来 二话不说 就动手要打 这一幕让无天风都有点猛逼 就算抓不到自己 也不至于拿自己人出气吧 朱山灶也吓到了 四只猪蹄在半空中乱甩 嘴里喊道 你这是干啥 俺是友军啊 严守依依全轰在朱山灶的后背 朱山灶愣了愣 诶 不疼 哦对了 俺差点忘了 这是俺们的组合戒 这是透镜 这一拳打在朱山灶的背上 朱山灶没有感觉到半点疼痛 而在十几米开外的无天风 后背忽然遭到重击 毫无防备的他 一个亮枪 跪倒在地 好机会 林子彤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脚下生风 瞬间朝吴天风奔去 吴天风不明所以 花了好长时间才意识到 严守依竟然会透镜 看到林子彤再度冲来 吴天风毫不犹豫地 往游乐园的方向跑去 然而他还没跑出几步 背后再度遭到透镜袭击 碰 他的左后背猛然出现一个拳印 打得他的身体失去平衡 狼狈地摔倒在地 超出范围了 严守依放了朱山灶 顺便拍了拍朱山灶的猪头 多谢 朱山灶大大咧咧地说道 不碍事 就是下次出手之前 能不能打声招呼 怪吓人的 下次一定 说着 严守一直接收了朱山灶 只是耽搁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林子彤已经来到吴天风的身后 他记得严守一说过 掘股就藏在吴天风后背的脊椎股位置 只要杀了掘股的本体 吴天风也就成为废人一个了 靠近以后 他果然看到 吴天风的后背 有一个鼓起的位置 约某巴掌大小 隐约可以看到 掘股的八根触手 连接着吴天风身上的八条截肢 哼 林子彤没有丝毫犹豫 枪出如龙 直刺吴天风后背 吴天风咬牙爬起 让身体有轻微的偏移 扑刺一声 红神伞刺穿了吴天风的身体 但却没能正中掘股本体 红神伞伤到了掘股的半边 毁掉了他又半边的四条触手 啊 吴天风嘴里发出不似人类的惨叫声 他控制着尾巴去折林子彤 林子彤不得不收枪后退 趁着这个机会 吴天风手脚并用 以极快的速度奔向游乐园 只是 他的右半边四条截肢 似乎已经失去作用 速度和能力大打折扣 追 严守一与林子彤擦肩而过 瞬间跑到他的前头去了 方才那是击杀吴天风的极好机会 只可惜被吴天风给躲过去了 眼下情况虽然依旧严峻 但却比之前稍微好一点 废了半边的吴天风 实力大跌 对普通人的威胁也不再那么大了 臭丫头 留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不多了 严守一鹤道 下一击 一定要取他性命 游乐园里 旋转木马前 扎着两个小啾啾 穿着碎花裙的小姑娘 咯咯咯地笑着 笑声如同银铃 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崭新的小熊玩偶 正是她的爸爸 方才扔飞镖迎来的奖品 小姑娘的父母 此时就站在外头 父亲帮女儿背着海报绵绵书包 母亲则拿着一个冰淇淋 一家三口幸福而甜蜜 小姑娘坐在旋转木马上 转着转着 每次路过父母面前 便会眨着好看的大眼睛打招呼 然而 一个谎神的功夫 父母猛然发现 自己的女儿不见了 那匹白色的木马 上空无一人 地上掉落着一个崭新的小熊玩偶 音音 女孩的父亲大惊失色 一边往旋转木马里跑 一边呼喊着女儿的名字 老公 母亲突然喊了一声丈夫 然后颤巍巍地举起手 指着高处 丈夫抬起头 只见旋转木马屋的顶端 一个身上长着蜘蛛般的节肢的怪人 挟持了他们的女儿 来啊 追我呀 吴天峰猙獰地对着身后吼道 你们不怕暴露 就过来追我吧 颜首一和林子彤追了过来 见到眼前的一幕 脸色十分难看 这里是闹市区 要是有人拍下这个画面 传到网上 恐怕很难收场 吴天峰也是个聪明人 受伤以后 立刻改变计划 不再屠杀普通人 而是抓人质进行要挟 交给我 林子彤上前一步 摇动招魂灵 招魂灵中刹那间 涌现出无数鬼魂 蒙住他们的眼睛 林子彤命令到 鬼魂纷纷领命 各自飘到一名游客的身后 用双手捂住了游客们的眼睛 游客们被捂住眼睛 所看到的 便全都是幻觉 怪异的吴天峰 还有与周围格格不入的 颜首一和林子彤 直接被游客们忽略 他们若无其事地 继续游玩 厉害 颜首一不得不夸赞 林子彤一句 虽然这个画面 看起来太过诡异 放在恐怖片里 妥妥地属于名场面 但这一招的效果 简直好得出奇 直接打消了 颜首一的所有顾虑 吴天峰健壮 也是脸色难看 失去了普通人的 恐慌和混乱 自己想要脱身 就更麻烦了 他只能将筹码 都压在手里的 小姑娘身上 你们别过来 吴天峰冷喝道 大不了一命换一命 你们杀了我 我杀了这死丫头 颜首一刚要靠近 吴天峰又喝道 别过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透镜有距离限制 要是你们再往前一步 就准备给这死丫头收尸吧 游乐园中人山人海 年轻的情侣 恩爱的夫妻 幸福的一家三口 都在有说有笑 但他们却不知道 就在他们的身边 一场对峙正在发生着 林子彤释放出来的鬼魂 捂住了普通人们的眼睛 让他们看不到吴天峰 颜首一等人 这才没有发生混乱 但这也仅仅 只给颜首一他们 减轻了一点点压力罢了 吴天峰废了半边身子 但却挟持了一个女孩 即便他受了伤 想要杀掉一个女孩 依旧是易如反掌之事 爸爸 妈妈 阴阴害怕 女孩不知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抓住他的大人 十分可怕 便不停地呼喊着爸爸妈妈 同时哭哭啼啼的 女孩的啼哭声 让吴天峰很是头疼 他抬手便扇了女孩一个耳光 怒骂道 别哭了 吵死了 女孩挨了一耳光 原本白嫩的小脸上 顿时一片红肿 吴天峰下手力道之大 直接将这小女孩扇得蒙圈了 甚至忘记哭泣 你别伤害孩子 林子彤顿时心软了 高声说道 我们可以商量 他也是即将做母亲的人 想到若是有一天 自己的女儿遭到这样的事情 感觉心都要碎了 所以 尽管他极度痛恨吴天峰 此时也不得不让步 严守医也沉声说道 放了孩子 一切好商量 现在知道服软了 早干嘛去了 吴天峰见二人妥协 再想到之前自己吃的亏 不由得得寸进尺地羞辱二人 你们也不过如此 虚伪 我早就说了 不要追我 逼急了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可你们偏不放过我 看样子 也是没把人命当回事 二人不为所动 杀吴天峰的决定 肯定是没错的 若是放他走了 的确能阻止今晚他的屠杀 但日后他带来的祸害 绝对会比今晚更严重 这是抛开私人恩怨后的理智决定 见二人没反应 吴天峰冷哼一声 掐着小女孩的脖子说道 把武器放下 二人对视了一眼 皆是将武器放下 别想跟我耍小心思 严守一 你把胯包也取下来 林子彤 你的招魂灵 吴天峰也是个细心之辈 知道严守一和林子彤身上还有法宝 没有掉一清心 二人没有办法 只能照做 放下身上一切武器以后 严守一在心里权衡了一阵 遗憾地发现 以他们俩现在的状态 如果吴天峰直接动手杀了小女孩 他们也没有机会阻拦 但他们又不得不这么做 严守一不禁感叹 好人难做 好人必须守住底线 有着各种条条框框 而坏人只需要在条条框框之外 随便抓住一点 就能轻松威胁好人 也恰恰是因为好人难做 善良才会如此可贵 我们都按照你说的办了 我承诺不会再追杀你 你现在就放人离开吧 严守一沉声说道 吴天峰闻言 却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们把我害得这么惨 我不收点利息就走 岂不是太吃亏了 林子彤脸色一沉 吴天峰别给脸不要脸 你若是真的对这小女孩下杀手 便是放弃了今晚唯一能够逃走的机会 你在威胁我 吴天峰脸色阴沉 忽然张开嘴 吐出他那恶心的舌头 舌头如同蟒蛇般 在小女孩的脸上爬行 吓得小女孩嚎啕大哭 不停地挣扎 我可以在她的身上 种下一只毒蛊 等我走了以后 毒蛊发作 她绝无活命的可能 吴天峰的心肠 竟然如此歹毒 非要杀了小女孩 以此来报复严手艺和林子彤 看到吴天峰的舌头蠢蠢欲动 二人心急如焚 可奈何 他们已经放下武器 并且距离吴天峰有一定的距离 想要救下小女孩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 有人能分散吴天峰的注意力 哪怕是一瞬间也足够 吴天峰的舌头 似乎在寻找一处合适的落点 很快 他停留在小女孩的白镜的脖子上 开始咯 吴天峰应笑着说道 这一瞬间 林子彤忽然举起手 口中大喊 快动手 吴天峰立即抬起头 目光锁定严手衣和林子彤 但他们二人并没有靠近 那林子彤在使唤谁呢 吴天峰忽然感觉到 身后有东西靠近 回头一看 竟是小女孩的父亲 拿着一把扫把 狠狠地打向吴天峰的脑袋 放了我的女儿 这名父亲疯了时的怒吴 吴天峰瞳孔一缩 林子彤在释放鬼魂 捂住普通人的眼睛时 唯独没有捂住 孩子父亲的眼睛 也就是说 小女孩的父亲 一直在旁边看着 为了救女儿 这名父亲沉住了气 悄悄地绕到吴天峰的身后 在林子彤发出命令的一瞬间 对吴天峰发起偷袭 伟大的父亲 可以为女儿做任何事 在保护女儿的时候 再平庸的父亲 也会变成超人 吴天峰的反应 速度很快 一脚便将小女孩的父亲 踹飞 而这个空档 严手衣和林子彤 也已经捡起武器 来到吴天峰的身旁 斩破刀手起刀落 瞬间斩断吴天峰的右臂 小女孩顿时 带着血淋淋的胳膊 一起掉落 林子彤和严手衣 配合无剑 弯腰捞起跌落的小女孩 转身一枪 刺向吴天峰 吴天峰终于回过神来 用紧剩的四肢截肢格挡 林子彤借着红神伞的力道 飞身连踹 踹得吴天峰连练后退 林子彤牵制吴天峰之时 严手衣也成功绕到她的身后 吴天峰的后背上 先前被林子彤锁伤的伤口 触目惊心 掘骨的身体 已经暴露出来一半 严手衣清晰地看到 一只丑陋的蛊虫 附着在吴天峰的脊椎骨上 就是你了 严手衣反手握住斩破刀 刀刃上瞬间燃烧起炙热的离火 扑刺 斩破刀瞬间贯穿吴天峰的后背 给爵骨来了一个透心凉 吱吱吱 巴掌大的爵骨 疼得吱吱直叫 身体也抽出竞篮 而她的宿主吴天峰 也有一样的反应 她的身体僵硬 挺着胸口 如同一张弯着的弓 脸上的横肉不停地颤抖 斩破刀锋利无比 削铁如泥 想要刺穿一只 躲在人体内的蛊虫 也是易如反掌 严手衣毫不留情地刺穿爵骨 掘骨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受其控制的吴天峰毅然 扑刺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严手一拔出斩破刀 连肉带血地将掘骨 从吴天峰的体内拔出 脱离宿主的掘骨 犹如被捞上岸的鱼 痛苦地挣扎着 掘骨吸收精血以后 虽然能愈合宿主的身体 但如果他们自身遭到重创 就没那么容易恢复了 更何况是此时这样 被斩破刀 直接来了一个透心凉 啊 吴天峰终于惨叫出来 随后无力地倒在地上 他的身体迅速失去血色 变得苍白无比 呼吸更是微弱 奄奄一息 这就是掘骨吗 严手一看着在地板上 不断如动挣扎的掘骨 而后一脚踩了上去 掘骨被踩成肉泥 严手一还不放心 放了一道理火 将之烧成灰烬 这样一来 就绝对断绝了 掘骨复生的可能 而与此同时 失去掘骨庇佑的吴天峰 也没有自愈伤口的能力 他的鲜血流淌一地 随之消失的 还有他的生机 救 救我 我不想 不想死 吴天峰虚弱地盯着严手一看 妄图得到救治 他的傲气荡然无存 甚至向敌人低头求饶 严手一不为所动 淡淡地说道 驴经掌门的性命 我的孩子们的安危 这笔账 不是那么容易算了的 你也是悬门中人 知道死亡不是结束 所以 你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吴天峰听后 双眼瞪得滚圆 眼里尽是恐惧 他没能坚持多久 就彻底断气了 林子彤见状 便摇了摇招魂灵 直接将吴天峰的三魂七魄 收入其中 正如严手一所说的那样 死亡不是结束 痛苦才刚刚开始 林子彤打算将吴天峰的魂魄 带回驴山派 让他成为鬼奴 为驴山派服一百年 再放他去转世投胎 如果直接放他的魂魄 去转世投胎 未免太便宜 这个混蛋了一点 彻底消除吴天峰的威胁后 林子彤低头 看向怀里的小女孩 小女孩因为经历了 可怕的事情 如今虽然得知自己 已经安全了 但却迟迟不敢说话 畏惧地看着林子彤 林子彤拍了拍 小女孩的后背 温柔地说道 小妹妹 你安全了 小女孩依旧怯生生地 不敢说话 严手一 则是走向小女孩的父亲 这位勇敢的父亲 因为挨了吴天峰一脚 导致肋骨断了好几根 伤势比较严重 稳住她的伤情后 安慰说道 你的伤很快就会恢复的 你的女儿也很安全 今晚的事情 希望你能够替我们保密 父亲深深地看了严手一眼 然后点点头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女儿 我会替你们保守秘密的 严手一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相信 一位勇敢的父亲 也会是一位守信用的人 这时候 小女孩的父亲迟疑道 你们是神仙吗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请说 我的女儿年纪还小 今晚发生的事情 恐怕会给她留下心理阴影 你们神通广大 能否帮我消除她的这段记忆 即便自己身受重伤 而且还目睹了一段 不可思议的事件 这位父亲 依旧在为自己的女儿着想 严手一拿此事没有办法 只能看向林子彤 林子彤说道 孩子的魂魄 不如成年人的坚韧 我可以尝试着从魂魄入手 消除掉她的记忆 且不会伤到她的魂魄 闻言 父亲大喜 不停地对林子彤道谢 林子彤则是心怀愧疚 要不是他们追杀吴天风至此 小女孩和她的父亲 也不会遭受无望之灾 她伸出手 轻轻地点在小女孩的额头上 青色的光芒亮起 小女孩眨了眨眼睛 便沉沉睡去 记忆已经清楚了 因为魂魄受到影响 所以她会觉得格外疲惫 睡一觉就好了 林子彤收回手 说道 谢谢 谢谢你们 父亲松了口气 这段记忆 还是永远血藏比较好 将小女孩还给这名父亲 严手一环顾四周 游乐园里的游客们 还是在玩乐 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身边 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情 就让普通人的世界 继续这样安乐下去吧 严手一扛起了吴天风的尸体 清理掉现场的痕迹 而后带着林子彤 消失在夜色之下 那名父亲抱着女儿 望着严手一和林子彤的背影 此时才正正出神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神仙吗 女儿在怀里睡得香甜 父亲忽然又觉得 有没有神仙 并没那么重要了 因为对他而言 女儿便是一切 吴天风的尸体 被严手一处理干净 两人回到 运着驴巾尸体的面包车旁 看到阿公和罗宁正守在那 四人碰面 罗宁忍不住问 吴天风人呢 已经被我们杀了 严手一的回答 让二人松了口气 阿公说道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据说赤花会中 古族的藤组长 也就是亲手将田娟 送给吴天风的那个家伙 刚刚猝死了 田娟说 这恐怕和吴天风有关系 嗯 吴天风的体内有一只爵骨 但那爵骨不是他培育的 应该是田娟儿的组长培育的 爵骨死了 那名组长也就跟着断气了 严手一分析道 好死 罗宁拍手道 坏人自有天收 这次 咱们算是出了口恶气 呃 我说错话了 对不起 打败赤花会 民俗研究会名声大噪 妖僧士奎死了 吴天风死了 赤花会没了 可以说 这一次民俗研究会 简直是大获全胜 但罗宁说出口后 才意识到驴金死了 便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些不妥 他叹了口气 不管民俗研究会 获得了多少好处 但凡有一个人死了 就都不值当了 林子彤牵起罗宁的手 表示 自己已经释怀了 让他不用内疚 严手一扶着面包车 看到车窗里的那口棺材 他低声说道 仇也报了 该送驴金掌门回家了 驴金的遗体 被送回驴山派 驴山派上下一片悲戏 好在 林子彤已经接手掌门之位 且在驴金死之前 便已经服众 所以 驴山派内部 并没有闹出什么幺蛾子 葬礼在林子彤的筹备之下 有条不紊的进行 按照驴山派的习俗 死去的掌门 需要沉失于敏江之底 这对起源于敏江的 驴山派弟子而言 是尘归尘 土归土的意思 严手一位驴金选了个好日子 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 在葬礼上 人们歌颂着驴金的功德 缅怀他的过去 最后将驴金的遗体 送进敏江 在滚滚江水之中 永远地告别人世间 他不完全地魂魄 也借着敏江湍急的河流 前去转世投胎 唯一的遗憾是 大家还没有好好 与这位抱脾气红脸的小老头 说再见 安葬驴金之后 荣城逐渐归于平静 林子彤扛起了驴山派的大梁 弟子们兴许也是 受到了驴金辞世的刺激 修炼越发努力 而严守一和民俗研究会 也没有闲着 因为严守一 在与赤花会的一战当中 既经四座 大放异彩 所以在那场战斗之后 源源不断地 有民间教派传人慕名而来 加入民俗研究会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民俗研究会的体量 就从最初的个位数 增长到了500之多 要知道 赤花会发展了200年 也才只有200多人罢了 前堂的火葬场 更是只有四五十人 长安的李仲熙 德高望重 能扶他的人 也不超过三位数 可见 民俗研究会的崛起 有多么可怕 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 如今民间教派传人们的困境 随着时代的发展 很多民间本师 已经不再被看中 要么被时代淘汰 要么自己销声匿迹 幸存下来的民间教派 又受到三缺五弊的影响 只能在夹缝当中 求取一席之地 他们也渴望着 有一个组织 能够收留他们 所以当民俗研究会 和严守一出现的时候 他们才会像看到 曙光似的蜂拥而至 民俗研究会是成立了 成员也发展了 如何妥善地安排他们 就成了问题 王吉网提议 由元老们牵头 与锦花夏之合作 带领着成员 在建州省内 行侠仗义 这么做有几个好处 第一 让成员们有事可做 不至于闲出屁来 否则到时候 必然会闹出各种麻烦 第二 做好事能基因德 也能抵消一部分 三缺五弊的影响 这对民间教派传人们 也是喜闻乐见之事 第三 有他们出马 建州省治安 肯定会越来越好 斜碎之物 便不敢放肆了 于是乎 民俗研究会的成员们 便开始在建州内扫荡 500人里头 有300人常年在外 时常留守 民俗研究会的人 只有200支数 值得一提的是 何熙平提议 创建属于民俗研究会 自己的情报组织 得到了严筹的认可 在严筹的指导之下 何熙平拉着翁迁向 二人着手 开始在各地 组织情报网 短短两个月的功夫 竟然已经初见雏形 他们的情报点 分布各地 散落在外的民间教派传人 都可以去情报点 寻求帮助 当然 民俗研究会的情报点 必须做到掩人耳目 为了达到这一点 翁迁向提出了 大隐隐于世的观点 所有的情报点 都是由力成林家 投资开张的 沙县小吃店 而所有的情报人员 都是穿着黄色制服 骑着小店驴 穿梭在各个街道间的 外卖小哥 当严守医知道这件事以后 震惊到目瞪口呆 直夸翁迁向你他娘的 真是个人才 两个月的时间 眨眼就过去了 在民俗研究会的莲花池边 严守医打坐土西 练习着鲁班书中 所记载的呼吸吐纳法 这个吐纳法 并不属于如今的任何一个门派 按照严守医的推测 它要么是鲁班教自创的吐纳法 要么是来自于 比春秋时期还要久远的门派 久远到 现在已经无迹可循了 呼吸吐纳对民门正派弟子十分重要 民间教派传人亦是如此 结束了吐纳 天才刚刚亮 严守一身了个懒腰 看到莲花池中 一只独秀的病地帘 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她小心翼翼地来到病地帘边 轻手轻脚地拨开花瓣 探头往里看去 只见花朵的中央 有两个小宝宝的魂魄 他们的体型和大苹果差不多 各个器官都已经发育成熟 两个小家伙依偎在一起 瞬息着各自的手指头 时不时还会动弹几下 这就是我的孩子 严守一傻呵呵地笑着 正在她看得出神之时 林子彤走进莲花池 见严守一满脸傻气 眼嘴笑道 天天就知道 对着孩子傻笑 以后孩子的智商可得随我 随你就完了 憨憨 严守一被吓了一跳 触电般地缩回手 随后她看了林子彤 那又鼓起一点的肚子 赶忙过来搀扶 最近你的妊娠反应严重不少 没事就好好休息 不用总是到莲花池来 病地连理的 只是孩子们的魂魄 林子彤肚子里 孩子们的肉身还在发育 五个月 孕妇的妊娠反应比较严重 时常会感到头晕想吐 就算林子彤体质过人 依旧难逃折磨 再加上她这段时间管理驴山派 耗费了不少精力 导致前两天她得了感冒 让严守一好一阵心疼 林子彤不理会严守一 在莲花池旁坐下 道 帮我揉揉腰 得嘞 严守一搓了搓手掌 让自己的掌心变得热乎乎的 然后才开始给林子彤按摩 你的这两个小祖宗不老实 天还没亮 就把我踹醒了 林子彤责怪地看饿了严守一眼 严守一顿时满脸愧疚 紧接着 林子彤叹了口气 我睡不着 就去祠堂看望奶奶 听闻林子彤去看望温玉仙了 严守一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奶奶有好转吗 还是和之前一样 昨晚她老人家 又通宵念了一晚上的经 林子彤心疼无比 奶奶年纪大了 容易患得患失 她原谅不了自己 所以只能靠念经来缓解压力 严守一无奈道 其实我在想 要是有机会 带奶奶回一趟峨眉山 说不定奶奶见到冠云姨婆 心里会好受一些 温玉仙出生峨眉山 峨眉山可是著名的佛门圣山 而冠云师太则是温玉仙的师妹 两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却情同亲姐妹 严守一猜测 要是让奶奶温玉仙与冠云师太见面 奶奶心里的愧疚之前应该会冲淡一些 只是近来民俗研究会事物繁杂 严守一和王纪网忙得不可开交 这才没时间带温玉仙去峨眉山 二人讨论之时 严守一的手机响起 她看了一眼时间 无奈道 我得去开一个晨会 民俗研究会越做越大 事情也越来越多 连严守一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一个闯荡江湖十几年的散人 有朝一日 也会变成天天上班开会的社畜 不过对于开会 林子彤的经验可要比严守一丰富太多了 所以她并没有表现出 小女子的恋恋不舍 而是推着严守一让她赶紧去 别迟到 严守一暂别莲花池 前往意识堂 沿途看到不少新面孔 她已经很努力记住 大家的模样和名字了 但每天还是会有几个陌生面孔出现 严守一认不出他们来 他们却对严守一很是熟悉 笑着对她打招呼 眼神中还有几分见到偶像般的激动 如今 严守一可是玄门世界里的名人了 上次在龙虎山 她以民间教派传人的身份得到龙虎密闻 差点就成为了下一任天师 已经是震惊各大名门正派 但她在民间教派的知名度还十分有限 即便有人知道她 也只知道她是严守的儿子 严百祥的孙子 名声都是长辈们打下来的 而现在不同 她靠着自己的力量 成为民间教派传人们眼中最闪耀的心 成为所有人都向往的领导者 两个月的发酵 让严守一的名字在玄门世界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对别人而言 名门正派与民间教派 是两个不同的圈子 哪怕让任何一个圈子的人 知道自己的名字 就已经是极为了不起的壮举 但这种壮举 严守一做到两次 她拿出了会长该有的成熟和风度 与那些向她打招呼的人 一一点头回应 不多时就来到了议事堂外 此时 诸多元老坐在议事堂内 每天向严守一汇报工作 已经变成常态了 议事堂最中心的位置 是属于严守一的 他的身侧是王几王的位置 之后是各个元老的位置 分布在两侧 此时 王几王 罗宁 阿公等人尽数到场 唯独龙飞城的椅子空着 严守一疑惑道 小龙人呢 成东又有两件灵异事件 小龙自告奋勇过去调查了 处理了一晚上 应该快回来了 王几王答复道 严守一点点头 坐在椅子上 听众人的汇报 首先是王几王 昨天民俗研究会 又收入了三名民间教派传人 分别是一名木偶师 一名台官将 以及一名罕见的索纳将 王几王按照民间教派传人的职业不同 大致将他们分成几类 例如尸体类 感尸人 养尸人 脸容尸 焚尸宫 焚尸将等 手艺类 乳斑将 木偶师 扎纸人等 以及技法类 戏法师 台官将 索纳将等 王几王汇报了以后 接着是何锡平 和翁谦相 二人又建立了一个新的情报点 至今为止 全国每一个省份 都已经有民俗研究会的情报点存在 且每一个情报点 都与当地的说书人联手 飞速得到了当地的民间教派传人的支持 发展可谓是又野蛮又迅速 情报点的建立 同时也满足了一些 不愿意离开家乡 却想加入民俗研究会的 民间教派传人的心愿 其余人也各自汇报工作 主要是围绕着他们 带队出去降妖除魔之事 众人讨论的正热烈 却见龙飞城一脸疲惫地 背着彩威剑走进仪式堂 剑好兄弟回来了 严守医好奇道 小龙 昨晚的两件灵异事件 你处理得如何 跟在严守医身边这么长时间 龙飞城就算天赋再差 耳独目染之间也学了不少本事 虽不说和诸位大老友的一拼 但至少能够独当一面 处理一些小僵尸小女鬼之类的事 龙飞城坐在椅子上 摆了摆手说道 别提了 竟是一些幺蛾子事 罗宁帆看了一下记录 替龙飞城说道 昨晚你一共处理了两件灵异事件 第一 某小区上周有女子坠楼 之后同楼洞的一名业主报警称 他家养的金毛 每次在进入楼洞大门的时候 也就是女子坠落的位置时 就会吓得蹦跶一下 业主怀疑是坠落女子的阴魂不散 而狗能看见人看不见的东西 龙飞城喝了口茶 郁闷地说道 这事听着诡异 但我到现场以后才发现 妈的是那小区年久失修 一根电线断了 漏电呢 人穿着鞋子没感觉 金毛光着脚 每次路过都被垫一下 可不得蹦的吗 众人听后 一个个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 一辈子都很难遇到一次灵异事件 有些事情听起来很诡异 但发现真相后才明白 也不过如此 罗宁又说道 但第二件事 听起来应该是真的闹鬼了 永宁镇西边的河里有水鬼出没 附近的村子里 陆续有三个小孩被拖进水里 获救后 小腿上都出现了黑色的手掌印 这的确是闹鬼 龙飞城却依旧是一副绝类不爱的模样 说道 我到了以后 抓住了那个水鬼 问他为什么不去转世投胎 水鬼说 他必须要抓到替身才能离开 但是他 已经在附近的水域 抓了二十年了 依旧没抓到替身 我问他原因 这狗日的 居然说自己水性不好 水鬼 水性不好 大家都一脸懵圈 龙飞城接着说道 我也纳闷啊 水鬼怎么会睡醒不好呢 结果那家伙说 他当年就是因为水性不好才淹死的 水性好 就不会死了 说得好有道理 竟然另一众大佬都无从反驳 严守一问道 那最后你怎么处理 抓上岸送到城隍庙 去超渡了 虽然这家伙淹不死人 但一直泡在水里 也太苦逼了一些 我于心不忍啊 龙飞城说 那只水鬼在抓小孩的时候 不仅没成功 还被小孩踹了几脚 等小孩被救走以后 村民们纷纷往河里召糯米 水鬼在水底里 被糯米烫得嗷嗷直叫 简直可以用凄惨来形容了 做鬼做到这个份上 也是够悲催的 作为梦想成为大英雄的龙飞城而言 一晚上处理一个漏电 一个不会水的水鬼 着实有点屈才了 严守一憋着笑 安慰道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你先从小事做起也没错 要是上来 就让你遇到鬼王级别的对手 你也扛不住 龙飞城撇了撇嘴 低声道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你给我作纳 严守一白了他一眼 你跟谁俩呢 跟我玩起默契少年穷了 龙飞城顿时换了张嘴脸 笑嘻嘻地坐回椅子上 我开玩笑的 严守一收回目光 对众人说道 既然大家现在都在这儿 有件事 我想提一嘴 大家顿时摆出认真的神色 大家还记得十二元城吗 众人眼神一凝 缓缓点头 十二元城中的银河害都已经死了 其中害的魂魄还被收回 只可惜 严守一没能从他的嘴里 拷问出什么来 目前大家所知道的是 李跟苗派出十二元城 潜伏在各地 混入名门正派当中 他们的目的有两个 分裂名门大派 和制造名门大派 与民间教派的矛盾 当初韩三等人离开戎城以后 便两两城队 互相前往对方的门派 悄然调查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 却是一片安定 严守一并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十二元城的阴谋 大家都知道 但两个月已经过去 我们依旧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严守一沉生说道 这不是好事吗 罗宁说道 或许是十二元城觉察到 我们已经提高警惕 放弃行动了呢 严守一摇了摇头 以我对李跟苗的了解 新玄山派的人是不会放弃 当初在龙虎山 在秦始皇陵墓 这帮人即便被发现了 也是不达墓得不罢休 王吉网摸了摸下巴 嗯 此事确实应该认真对待 根据我的分析 劳山派和峨眉山 是最有可能被十二元城盯上的门派 严守一说道 劳山派不够团结 各个山头甚至互相敌视 对十二元城而言最容易得手 而峨眉山里都是女子 警惕心不强 且峨眉山的综合实力 在顶级门派当中 属于垫底的存在 同样是十二元城的首选 阿公问道 韩三应该已经跟着 袁建兴去劳山派了 他们那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峨眉山 似乎林小小先跟着燕南飞去燕家了 不知现在到峨眉山了没有 严守一捏了捏眉心 叹气道 问题就出在这里 众人皱起眉头 似乎发现了不对 赵义尧问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严守一拿出手机 说道 昨天半夜 我收到了燕南飞发来的短信 奇怪的是 短信里只有一条神秘的链接 链接也就是网址 点击以后就会跳转到相应的网站 何希平疑惑道 链接的目标是什么 严守一摇了摇头 我点开以后 手机提示我此网站存在风险 然后就停止访问了 忽然间 意识堂陷入了沉默 几个女生满脸困惑 眉头紧锁 似乎在思考着问题 而几个男生 则是大眼瞪小眼 憋着笑 一副你懂得的表情 在交流着 可 燕哥 其实事情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燕南飞没准 只是单纯想要跟你分享一些视频而已 翁谦向剑笑着说道 视频 什么视频 严守一不解 龙飞城补充道 就是那种场景单一 剧情简单 两个人就能演完的小电影啊 你说的是 严守一迟一道 相声 Pull 在场的男生全都卸菜了 龙飞城实在是憋不住 跑到严守一的身边 短信打开我瞅瞅 严守一诧异地打开短信 将链接展示给龙飞城 龙飞城点进链接 果然看到了风险提示字眼 此网站存在风险 存在风险 有风险那就对了 继续访问 龙飞城轻车熟路 点击继续访问 随后目光期待地盯着手机屏幕 燕南飞这家伙 平常看着老实 没想到也是同道中人 竟然给严格发这种好资源 我倒要看看 燕南飞这货 喜欢什么类型 霓虹 欧美 蕾丝 龙飞城心想 反正我的偏好 一直很稳定 有黑丝就够了 链接跳转了一会儿 总算是加载完毕 出现在龙飞城眼中的 却并不是他所期待的小电影 而是 一串神秘数字 29 36103 29 咦 这是啥意思 龙飞城满脸困惑 手指头又在屏幕上连点了好几下 并没有发现 网页有什么隐藏按钮 网页非常简单 除了数字以外 没有任何内容 奇了怪了 龙飞城将网页的内容告诉给众人 众人也是一脸猛逼 猜不出个所以然来 马景轩问道 要不要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我早就打了 打不通 严手一说道 不仅是燕南飞 林小小的电话也打不通 怪了 大家意识到事情的不对 燕南飞和林小小 不可能同时失联 燕南飞也更不可能 在失联之前 给严手一发来一段 莫名其妙的链接短信 除非 他们俩遭遇了危险 情急之下 燕南飞向严手一求助 但求助的内容又不能太直接 否则会被人给发现 所以 他才大费周折 发来了这串数字 还有一件事 燕手一十分严肃地说道 峨眉山的掌门灌云师太 是我奶奶的师妹 我本想联系一下灌云师太 但前几天一直没能联系上 我起初以为是他老人家太忙了 但现在想来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此言一出 几乎坐实了 大家心里的猜想 峨眉山上的人 全都失联了 看来峨眉山的确出事了 王极网陈生说道 嗯 燕手一恩了一声 说道 今天的晨慧 我便是想和大家商量商量 是否要派人去峨眉山一探究竟 当然 去的不仅仅是我们 我还会联系一些 名门正派的人手 一同前去 照理而言 名门正派出了问题 理应通知其他的名门正派 让他们自行处理 民间教派传人 若是前去调查 搞不好还会被他们责怪 说是多管闲事 但峨眉山比较不同 燕手一的奶奶温玉仙 出身于峨眉山 关于师太 更是燕手一的小姨婆 林小小也是燕手一的朋友 再加上燕手一知道 十二元臣的阴谋 所以于情于理 她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燕手一抛出问题 大家便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但因为大家缺少方向 所以一时半会儿 讨论不出什么结果 于是 燕手一清了清嗓子 说道 不妨听听我的想法吧 众人很快就安静下来 齐齐看向他们的主心骨 大家都知道 自从吕金掌门牺牲以后 我奶奶她老人家 一直心中有愧 无法走出心理阴影 所以 我本就打算 带着她老人家 回峨眉山散散心 众人明白了 我们的燕会长 这是打算亲自出马啊 王吉网笑道 你去吧 研究会现在已经出具规模 有我坐镇 不会乱的 这倒是实话 燕手一在民俗研究会 更多的作用是招牌 是灵魂 只要有他在 人心就在 研究会就散不了 但其实 研究会的日常运作和管理 都是王吉网在一手操持 当初二人也是如此约定的 否则王吉网 恐怕无法心安理得的 坐上副会长的位置 龙飞城黑黑一笑 我仿佛嗅到了 英雄救美的味道 听说峨眉山里 全都是尼姑 颜哥 这趟 我跟你一起去 微不危险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帮助奶奶走出心理阴影 众人不停地 给龙飞城丢白眼 你那是为了帮助奶奶 走出心理阴影吗 我们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严守一斟酌了一番 说道 你们大家现在都是研究会 不可或缺的顶梁柱 所以这次 我去峨眉山 除了带上小龙以外 并不打算让你们其他人出马 不带我们 马欣平疑惑道 那你准备带谁 我想带一些 咱们研究会的新人 众人闻言 心里竟然有些失落 严格出门 已经不带我们了 我们已经不再是 他的小宝贝了 渣男 但大家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毕竟他们个个都是 人中龙凤 因为严守一而聚在一起 但却不是为他而活的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 和想要实现的价值 不可能一直跟着严守一天 南地北的闯 而民俗研究会的新成员们 也需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跟着严守一外出 有利于锻炼大家的团结 你心里有人选了吗 罗宁问 严守一摇头 正因为没有人选 才需要大家举荐 原本因为无法跟着严守一 一起去峨眉山 而有些失落的元老们 忽然又来了兴趣 两个月的接触 元老们各自都认识了不少新人 其中一些 他们尤为满意 严守一身上有真龙子气 换句话而言 就是气韵之子 跟在他的身边 虽然有可能危机重重 但也有很大概率 能获得奇遇 严守一道 除了我和小龙以外 大家再举荐三个人给我吧 时间紧迫 我们明天就出发 今晚你们给我答复 开完成会以后 严守一又回莲花池去了 他要将自己准备起身 去峨眉山的消息 告诉林子彤 而留下的众人则开始讨论人选 在民俗研究会的某栋别墅顶层 仅穿着一身火辣泳装的观天师诸葛连 正躺在躺椅上 戴着墨镜 享受着日光玉 而他的社恐弟弟 正躲在房间里追翻 抱着纸片人 喝着肥宅快乐水 不亦乐乎 等到太阳落山 龙飞城和王吉往前来敲响别墅的房门 社恐弟弟听到声音 才恋恋不舍地暂停动漫 穿着拖鞋下楼来开门 见来者是龙飞城和王吉往 诸葛吉也摆出一副正经姿态 王会长 小龙哥 你们找我有事吗 龙飞城听诸葛吉这么称呼自己 顿时感动得稀里哗啦 总算没人喊我龙兄 龙兄 王吉往则笑道 我们不是来找你的 而是来找你姐的 经过众人一整天的商量 决定让诸葛连 加入这次的峨眉山之行 诸葛连事关天师 能够应对很多变幻莫测的情况 甚至有一定的预知能力 再加上他本人也极为聪明 才从众多成员中脱颖而出 而当龙飞城知道 队伍里即将拥有一名豪如姐姐之时 便兴奋不已 非要跟着王吉往过来送信 诸葛吉听说 两人是来找他姐姐的 顿时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来找我的 还好不是来找我的 说着 诸葛吉将二人迎了进来 指着顶楼说道 我姐在晒日光玉呢 日光玉 王吉往差一道 在荣城晒日光玉 诸葛吉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不行吗 要知道 荣城可是全国四大火炉之一 夏天的温度高达四十几度 最近又是酷暑时节 工地的工人都停工了 诸葛吉在这个时候晒日光玉 是想晒脱皮吗 诸葛吉忽然回过神来 说起来 我姐一整天都没动静 晚饭也没喊我吃 我还以为他终于开窍了 打算留给我一个清静的世界 王吉往面色一变 不好 快上楼看看 三人连忙冲上楼 便看到诸葛吉 晕倒在躺椅上 浑身红彤彤的 嘴唇都干得发白了 这女人竟然在四十度的高温天气 晒日光玉 而且在天台上中暑晕过去了 姐 诸葛吉手忙脚乱地 把诸葛吉拖到屋檐下 然后打开水龙头 往他身上浇水 诸葛联的状态若有好转 但还是没有醒来 龙飞城神色凝重地说道 弟 我觉得 你姐需要人工呼吸 我 我没事 诸葛联仿佛听到了龙飞城的话似的 浑身一机灵 醒了过来 姐 诸葛吉连忙给诸葛联倒水 这个射牛姐姐抱起水杯 蹲蹲蹲地喝了两大杯 这才感觉回了一口血 只是嗓子还是像冒烟了似的 沙哑无比 龙城的太阳怎么这么多 我感觉我刚才已经去鬼门关里走一圈了 王吉网见他这个状态 也是一阵无语 看样子 这女人也没那么可靠吗 好一阵子 诸葛联才缓过气来 不过看他的皮肤状态 恐怕接下来几天 才是真正遭罪的时候 龙非城帮忙联系了老金 好在老金拍着胸脯表示 他那儿有灵丹妙药 可以缓解诸葛联的晒伤 不会对他的皮肤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等到大家将诸葛联抬进屋内 诸葛联才问二人 你们找我 嗨嗨 有什么事 王吉网叹气道 老颜明天打算去一趟峨眉山 我们讨论之后 想让你跟着一起去 不过看你现在的样子 恐怕去不成了 龙非城在一旁摇头叹气 失落两个字 几乎是写在脸上了 诸葛联长得好看 身材又好 重点还是个射牛 龙非城觉得 他和自己简直是绝配 这一路上 肯定会发生不少有趣的事 就是有点对不起陆采薇了 诸葛联听后 也露出了遗憾之色 随后说道 我虽然不能献力 但你们让我弟弟去也是一样的 他虽然性格内向 话也少 还是个死宅男 又有社恐 诸葛集都有点听不下去了 自己身上 原来有这么多缺点的吗 你这个做姐姐的 就算要数落 也该点到为止吧 诸葛联挑出了 诸葛集一对的毛病 最后深吸一口气 但他这个人 嗯 他这个人还是有优点的 比如 诸葛联比如了个半天 竟然愣是说不出 诸葛集半个优点 诸葛集自己都听不下去了 姐 今天的太阳 怎么没把你晒死呢 你听听 这是你一个当弟弟 能说的话吗 诸葛联怒道 你刚才吐槽我的时候 又比我好多少 诸葛集心中怒吼 只是 作为一个社恐人士 诸葛集断然不会真的吼出来 诸葛联叹气道 但我弟弟吧 在观天树上的本领 一点都不比我差 带我去和带他去没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了 龙飞城心中表示反对 一个豪如姐姐 和一个社恐宅男弟弟 区别可太大了 历练的机会很难得 每一个成员 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 王吉网思考了一阵 还是不太放心 诸葛集的能力 于是他说道 这样吧 我这里正好有一道难题 要是诸葛集能揭开谜题 这个名额就让给他了 谁知那诸葛集竟然不领情 不用考我了 我不想去 你敢不去 诸葛联直接捶了诸葛集一拳 你天天宅在家里看动漫 难道还真想和纸片人过一辈子 纸片人能给你生孩子不 不行的话 我们诸葛家传宗接代的事情 谁来做呀 难道你指望你 接我再长出个小弟弟来 王吉网和龙飞成目瞪口呆 这是能直接说的话题吗 但是诸葛集还是很抗拒 姐 我不想出门 我就想在家待着 不行 诸葛联踹了一脚诸葛集的屁股 生气道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就强人所难怎么了 我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我诸葛集就是死 死外边 从这里跳下去 也绝对不会向你妥协的 你要是去了 回头我求阿公 给你做一个真的纸片人老婆 那我选迷豆子 王吉网 龙飞成 姐弟俩的对话 信息量太大 以至于两人 都有点没缓过神来 等他们回过神 诸葛集与诸葛联 已经达成协议 诸葛集甚至已经掏出手机 开始订机票了 慢着慢着 王吉网说道 你还没有通过我们的考验呢 龙飞成也拒手道 我也有话说 阿公能做纸片人老婆这件事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 回头我也找他做一个 迷豆子 女帝 三立 嘿嘿 我来了 王吉网和诸葛联 白了龙飞成一眼 王吉网很了解龙飞成 这家伙不是宅男 他和诸葛集不一样 龙飞成只是单纯的好色而已 你看看这串数字 王吉网拿出了成会上 燕南飞发来的神秘数字 29 36103 29 大家研究了一整天 都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 要是诸葛集能解出 这串数字的秘密 也算是初步证明了他的能力 诸葛集接过纸条 只是看了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便不屑一笑 这么简单的题也来考我 这串数字 不就是经纬度坐标吗 经纬度坐标 王吉网和龙飞成 露出惊骇之色 同时对视一眼 然后追问到 什么是经纬度坐标 诸葛集和诸葛联 一阵沉默 你俩刚才震惊的表情 我们还以为这坐标 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诸葛连问 敢问二位什么学历啊 龙飞成不好意思地说道 小学 王吉网更是尴尬 我没上过学 好吗 两个文盲 诸葛集无奈地解释道 就是地图上的坐标信息 依靠着经纬度坐标 能够确定一个地点 说着 诸葛集拿出手机 打开地图 输入坐标 随后他将手机地图展示给二人 这是峨眉山的坐标 原来如此 王吉网虽然没文化 但不代表他笨 燕南飞在失联之前 留下了峨眉山的坐标 这分明是要让阎首一前去调查 峨眉山很大 而这个坐标十分精准 所以 并非是阎首一到了峨眉山就足够了 而是要让他前去这个坐标点的精确位置 在这个坐标 必然会有所发现 怎么样 我通过考验了吗 诸葛集问道 嗯 你去准备准备吧 王吉网点头道 只骗人老婆的事情 等你们回来后 我亲自去请阿公出手 好耶 诸葛集和龙非诚同时拍手 诸葛连却连连摇头 按道自己的弟弟没救了 可惜 爸妈年纪大了 没办法再练一个小号 否则 他这个坐姐姐的 真想把这个射孔弟弟给换了 事情定下以后 王吉网和龙非诚就告别诸葛姐弟 一方面 王吉网要将神秘数字的最新发现 告诉给阎首一 另一方面 他们还需要去通知另外两名成员 诸葛集下楼送二人离开 等二人走远后 他关上门 转身盯着自己的射牛姐姐 你是故意的吧 诸葛集黑着脸问 嗯 你在说什么啊 诸葛连拿着镜子 照着自己被晒得像包公一样的黑脸 满不在乎地问 诸葛集无奈道 你知道今天他们会来找你 带你去峨眉山 所以 你故意在楼顶晒日光浴 把自己晒伤 然后向他们推荐我 你想多了 诸葛连哼哼道 且就是想晒太阳 小麦斯的皮肤更显健康 诸葛集拿射牛姐姐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也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 只是觉得自己这个姐姐如此聪明 不可能会犯今天这种低级错误 不过 诡计得逞的诸葛连压根也没打算继续装了 他笑道 我这个做姐姐的 不坑你一把 怎么把你撵出家门 你不出门 怎么可能有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 怎么替我们诸葛家传宗接代 诸葛集怒道 合着你还是想让我传宗接代啊 那不然呢 诸葛连理所当然地说道 老天就是瞎了眼 要是我出生的时候 带吧 你的侄儿侄女早就会打酱油了 以射牛姐姐的性格 诸葛集丝毫不怀疑他勾带女人的能力 诸葛连不仅身材好 性格还开朗 甜美 欲姐风格随意切换 不仅斩男 也斩女 恐怕当年他们的父母 在创造他们的时候 已经把诸葛连的魅力属性给点满了 而可怜的诸葛集 魅力属性几乎为零 诸葛连心疼地看着自己被晒黑的脸蛋 委屈巴巴地说道 姐姐为了你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你这回可得争点气 诸葛集白了他一眼 峨眉山全都是尼姑 没让你在峨眉山跳啊 我说的是 这次同行者里头 诸葛连说道 甜卷大概率会跟着一起去 到时候 你加把劲 诸葛集面色一变 你看上甜卷了 诸葛连伸出手指 在诸葛集的额头上戳了一下 什么叫我看上了 我要是看上了他 还会让给你 我只是觉得甜卷还不错 你努努力 说不定会有机会 诸葛集唯唯诺诺 竟然有些腼腆 身为姐姐的诸葛连 瞬间知道 他俩有戏 甜卷的性格内向 而且是个吃货 没有什么心机 还十分善良 最重要的是 他长得也好看 对于宅男诸葛集而言 甜卷简直就是一个 从二次元世界 走进三次元世界的美少女 只不过以诸葛集的性格 肯定不敢表现出来 甚至不愿意去尝试 宁愿窝在房间里和纸片人老婆过 正如诸葛连所说 诸葛集要是有龙非诚一半的开朗 也不至于单身到如今 诸葛集纠结道 可是 小龙哥似乎对甜卷也有意思 你可拉倒吧 他就是单纯的好色而已 诸葛连笑道 而且经过我的观察 龙非诚对身材好的女生更感兴趣 比如 你姐姐我 诸葛集顿时愣住了 我把小龙哥当哥 他却想做我的姐夫 实际上 龙非诚想做很多人的姐夫 诸葛连拍了拍弟弟的肩膀 你放心大胆地去追吧 龙非诚不会计较的 随着严守一 一起前去峨眉山的人 选定下来了 除了温玉仙和龙非诚以外 随行的民俗研究会新成员 有诸葛集 田娟 还有一名非常有潜力的皮影系传人 这名皮影系传人 名叫叶天元 年纪刚满18 长得也算是干干净净 可惜的是 叶天元是个瘸子 推荐叶天元的人是阿公 皮影系和扎指人 有莫大的渊源 叶天元也是阿公 在离开龙虎山之后 在辉州旧下的民间教派传人 昨天一整晚 严守一分别去见了 林子彤和严仇 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妻子和父亲 虽然都很担心严守一 但却没有阻止他 只是叮嘱他 一定要注意安全 按照严守一的计划 此行不出意外的话 往返最多只需要七天的时间 但严守一心里也很清楚 此行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要出意外的 峨眉山集体失联 牵扯之事肯定不小 而他只带着五个人前去 未必能解决得了 好在 处理峨眉山的事情 他本来也不是主力 真正的主力 是名门正派的队伍 昨天 严守一将峨眉山的事情 通知给于露明 作为当代天师的于露明 有责任和义务 守护各大门派的安全 所以 于露明连夜通知 峨眉山周边的门派 让他们组织起人手和队伍 随着严守一一同前去调查 等到一切都准备完毕 严守一带着众人 与亲人朋友告别 在夜城府的安排之下 坐着私人飞机前往西川 西川距离戎城 直线距离有1600多公里 即便是乘坐私人飞机 加上中途降落加油的时间 也需要足足五个小时 飞机上 严守一正在闭眼小气 温玉仙不喜欢在外头待着 所以躲在严守一身上的樱幕当中 射恐宅男诸葛吉 拿着手机躲在角落看动漫 吃货甜卷 则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 按照龙飞城的估算 甜卷从上飞机到现在 肚子里应该已经塞下一整只烤乳猪了 看到其他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 龙飞城无聊的都要闲出屁了 他转看向坐在一旁 有些拘谨的皮影戏传人 叶天元 喂 天元啊 龙飞城打招呼道 叶天元连忙答应 一副小弟模样 龙飞城乐了 他感觉自己也收获了一名小弟 叶天元才加入民俗研究会不久 又观看了 严守一和士奎的风神之战 对严守一十分崇拜尊敬 平常在民俗研究会里 严守一路过的时候 与他打个招呼 都会让叶天元激动好久 他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居然这么快 就跟着严会长出来历练了 所以才表现得如此紧张 龙飞城瞟了一眼叶天元的腿 好奇地问道 冒昧问一下 你这条腿是怎么缺的 嘿嘿 如果你不想说 可以不用回答 没事的 叶天元却是猛地摇头 表示自己不在意 不过他下一秒 就变得苦哈哈的了 小的时候 我爸骑自行车 送我去县城读书 我坐在后头 腿不小心卡进车轮子里了 我爸一下子没蹬出去 牛脾气上来了 气得直接站起来蹬 然后我的腿就断了 终身残疾 峨眉山位于西川西南部 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地势陡峭 风景秀丽 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 山上的万佛顶 最高海拔3099米 高出峨眉平原2700多米 峨眉俊至云 云满凝翠 枕带瑶庄 真如禽首峨眉 细而长 美而艳艳 顾名峨眉山 峨眉山之所以被誉为佛教名山 最大的原因便是 峨眉山上佛门寺院众多 峨眉山上原有大小寺院百余处 几经心肺 现存主要寺院有万年寺 报国寺 福虎寺 善觉寺 光相寺 而要追溯其最早的寺庙 则要从魏晋年间说起了 近隆安三年 惠池和尚从庐山入属 在此修建普贤寺 供奉普贤菩萨 相传峨眉山由此成为普贤菩萨道场 唐熙宗时 赤剑永明华藏寺 重建中峰 中兴 华岩 万年 黑水 灵岩六大寺 又因为山中多火 将寺改名为 吉云 沃云 龟云 黑水 白水等 以三云二水而一支 后来 黑水寺被称为峨眉祖堂 北宋太平新国五年 九百八十 白水四僧 冒针奉斥 重建六大寺 并铸造 普贤菩萨 铜像一尊 重六十二吨 供奉于白水寺 也就是如今的万年寺 这些都是龙非城 在网上查到的资料 实际上 此行一共五人一鬼 除了温玉仙以外 其他人都没去过峨眉山 不过根据 严守一和温玉仙 过去聊起的峨眉山故事得知 峨眉派如牢山派一样 是围绕着峨眉山 建立起的门派的总称 峨山派下有建宗 有福禄宗 有丹顶阁 但他们和和兴 都是峨山一脉 相互之间有认同感 弟子之间 也以同门师兄弟相称 平日里遇到大事 也是需要各个门派 一起商议做决定 对外也统一称 自己为峨山派弟子 峨眉派也是如此 龙非城所查到的万年寺 豹国寺 福虎寺 善绝寺 光相寺 便是峨眉山上 诸多的寺庙门派 但统称依旧是峨眉派 关云师太 乃是如今峨眉派掌门 同时也是万年寺的方丈主持 是峨眉山中最有威望的人 而如今对外开放的 所谓万年寺 和龙虎山天师府一样 有前后之分 游客参观的 只是一个半真半假的万年寺 真正的万年寺 被藏在了大峨山后头 那里地势险峻 野兽横行 气候变化之快 让普通人无法承受 唯有峨眉山中人 方之进入万年寺的秘密通道 想到此处 岩守一忍不住从胯包中 摸出了一块令牌 此乃太鹅令 这是当初灌云师太委托 林晓晓送给他的东西 据说有了太鹅令 便能够在峨眉山中畅通无阻 在经历了五个小时的飞行以后 私人飞机总算降落在 西川的景城飞机场 天色不早 但多亏了何熙平和翁谦向的努力 景城也已经有了情报点 早在他们的飞机降落之前 便已经有情报点的负责人等候多时 下了飞机 岩守一果然在到达口 看到一个穿着沙线小吃工作服的 年轻女生站在那 垫着脚尖东张西望的 她看着和田绝儿年纪相仿 十六七岁的年纪 扎着一个小马尾 脑袋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 看着十分富有青春气息 遗憾的是 她是个飞机场 龙飞城只是看了一眼就失去了兴趣 这一点被诸葛吉注意到了 他按道 我姐说得果然不错 小龙哥的爱好 真是很固定嘛 在女生的身后 还跟着一名四十来岁的壮汉 不过这名壮汉和女生长得 那是八杆子打不着关系 所以没人会认为 壮汉是女生的父亲 他们多半连血缘关系都没有 女生注意到了岩守一等人 眼里顿时闪过一抹光彩 紧张又激动地对着众人挥手 会长 这里 双方碰面 女生激动地直跺脚 剧 居然是活的会长爷 岩守一哑然失笑 难不成你见过死的会长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女生一时语色 着急地涨红了脸 你是景城的情报点负责人吗 岩守一好奇地问 不不不 我不是的 女生闻言 连忙摇头 侧身让开一步 转头介绍到 秋叔才是 站在女生后头的壮汉 笑着伸出手 礼貌地与岩守一握手 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开口说话 女生及时解释到 秋叔是一名打耕人 十年前他和赤花会发生矛盾 被赤花会的人下毒 毒成了哑巴 岩守一等人闻言 脸色有所动容 还记得在前堂之时 打耕人的嗓子是多么的红亮 一嗓子吼出去 足以吓死小鬼小妖 但这名秋叔 却遭赤花会毒手 直接弄成了哑巴 根本做不成打耕人 实力下降了不止一心半点 秋叔一阵笔花 女生看完以后翻译道 秋叔说 感谢你们产除了赤花会 他也是为了还这个人情 才答应加入民俗研究会 成为西川这边的情报网点负责人的 岩守一对秋叔微微欠身 应该是我们感谢您才是 秋叔见岩守一如此谦逊 对他甚是满意 心安理得地受了岩守一的礼 介绍了秋叔 女生又介绍起自己 我叫黄雀 他们都叫我小雀 我是一名说书人 嗯 前堂的黄英 是我的姐姐 你是黄英的妹妹 岩守一大吃一惊 这才注意到 小雀和黄英的确有几分相似 小雀笑道 当初我和姐姐一起拜入银汤老师的门下 可惜后来银汤师傅嫌我吵 说我叽叽喳喳地像极了小麻雀 所以他就把我送到了景城 让银汤师傅的师兄教我 原来如此 小雀的性格和黄英确实有很大区别 黄英性格成熟 比较内敛 该说的不该说的 心里都清楚 小雀不知是不是因为年纪小 说话语速比较快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而且没什么心机 在介绍完自己之后 小雀又恢复了之前迷妹的模样 两个月前会长斩杀妖僧的视频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 要不是我师傅 那个老头子说我还小 我早就拎包飞去荣城 加入民俗研究会了 可惜现在只能在情报点打工 凑一点机票钱 师傅说 等我赚够了机票钱 他就放我走 都怪师傅那糟老头子 我年纪已经不小了 姐姐这么大的时候 不也在外头游历吗 而且费用还都是银汤师叔垫付的 凭什么要去别对待我啊 嗯 就说 你捂着我的嘴巴做什么呀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要说呢 邱叔无奈地对严守一等人摆摆手 严守一等人露出一副长剑舌的表情 这小圈果然叽叽喳喳的 话多到没边 也难怪银汤会嫌他烦了 加入民俗研究会 又或者是在当地的情报网为民俗研究会工作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愁吃喝 收集情报并不是利用民俗本领赚钱 所以不会遭到天前 民俗研究会给他们开的工资 都是当地平均工资的20倍起步 足够他们在当地活得很滋润了 当然 小圈是例外 他属于义工 邱叔每个月只给他100块钱 而从景城飞到荣城的机票 最便宜也要800块钱 与邱叔碰面后 众人在邱叔的安排之下 住进了一家还算不错的酒店 按照小圈所说 大家要在景城休息一晚 第二天一早 再坐车前往峨眉山 届时 其他门派的人手也会在峨眉山下集结 一起上山去探查情况 夜晚 严守一没有在酒店里待着 而是跟着小圈去参观了一番他们的情报网点 每一个情报网点都伪装成了沙县小吃 没有人会想到 小小的一家沙县小吃 背后居然会是一个庞然大物 沙县小吃店附近是大排档一条街 得知严守一要来 邱叔便在大排档定了位子 还把他所认识的所有景城民间教派传人 全部喊了过来 这些民间教派传人 见到严守一的时候 反应和小圈十分相似 眼里满是敬仰 脸上全是崇拜 紧张中带着激动 而严守一的性格很有亲和力 没说几句话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和大家一起喝酒吃菜 大家也就不紧张了 只是等送走严守一的时候 他们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在直播里斩杀阿修罗的男人 竟然从直播里走出来了 有几个民间教派传人 晚上回家甚至激动到睡不着觉 不过他们并没有在民俗研究论坛上 发帖子炫耀自己见到了严会长本人的事 民俗研究论坛 是王吉王找人开发的论坛网站 使用的是原来直播的同一个链接 当初直播结束以后 网友们意犹未尽 一直在直播间里讨论各种事情 于是王吉王便有了主意 搞出了一个民俗研究论坛 让各地的民间教派传人 可以在论坛上畅所欲言 他们可以讨论自己所遇到的奇闻异事 遇到困难也可以发帖求助 无聊的时候还可以通过论坛交友 过去民间教派传人散落在各地 互相之间缺少沟通交流 就算有那么一两个人曾经搞过类似的论坛 但因为号召力不够强 最后也就无疾而终了 这回有严守一的名声作证 再加上直播的关注度 论坛立刻吸纳了近万名用户 每天都热闹非凡 据说 有人在论坛上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兄弟 还有人网恋奔现 成为一段佳话 景城这边的民间教派传人 没有在论坛上发布和严守一有关的消息 这是严守一特意叮嘱的 他担心论坛里有李根苗的眼线 要是李根苗知道他前来峨眉山 必然会有所动作 好在民间教派传人也算配合 都憋着没有发 到景城 见当地的民间教派传人 其实是王吉网交给严守一的任务 虽然严守一现在名声在外 很受人尊敬 但始终有一些距离感 王吉网建议 严守一每到一座城市 都应该见一见当地的民间教派传人 这样才能拉拢明星 说好听点 也算是团结大家了 严守一对此也不抗拒 因为他爷爷本就教导他 天下民间教派是一家 对他而言 见这些人 就和见自己的远房亲戚 没什么区别 他的初衷 是不带任何利益关系的 而达成的效果 又和王吉网所预期的一样 何乐而不为 见这些民间教派传人 也让严守一内心十分感慨 大部分民间教派传人 其实过得并不怎么样 他们受到三缺五弊的影响 大概率过得穷困潦倒 就算个别人西装革履 开着豪车 但往往也是孤身一人 神色里总有一股落寞 梅雨间全是哀愁 严守一知道 这类人往往失去了 自己最重要的人 所谓的三缺五弊 看着好像有很多种分类 但在严守一的眼中 三缺五弊实际上 是同一种惩罚 都会让民间教派传人 过得不如意 什么时候 民间教派传人 才能够摆脱 三缺五弊的影响 由此 严守一又想到了自己的死结 以至于回到酒店的时候 他自己反而显得有些苦恼了 回到酒店的时候 他瞧见龙飞城 居然老老实实地在酒店走廊抽烟 不由地好奇问 小龙 这不像你啊 龙飞城疑惑道 我怎么了 你居然没有孤身走暗巷 严守一诧异无比 最近一段时间 翁千象已经不喊龙飞城叫舔狗了 他在背后悄悄地 给龙飞城起了个瓢万里的绰号 龙飞城每到一个地方 必然要去逛窑子 不逛窑子他浑身难受 龙飞城闻言 叹了口气说道 其实景城的娱乐行业很发达的 比戎城要发达多了 那你怎么不去 我怕遇到灵异事件啊 严守一听不懂了 灵异事件 景城很乱吗 我一路走来 没发现有孤魂野鬼啊 再说了 你不是一直期待着 当降妖除魔的大英雄吗 遇到灵异事件 你还不开心 我说的灵异事件 不是你说的那个灵异事件 龙飞城忽然听到什么动静 赶紧推着严守一站到一边 不一会儿 便走过来两个穿着小皮裤 满脸胡茶子 但动作却十分妖娆的好兄弟 严守一只是看了一眼 就觉得眼睛被蜡得睁不开了 这 这是何方妖念 那两个好兄弟路过 看到严守一 长得竟然如此养眼 便忍不住对他抛媚眼 还伸出兰花纸指着他说道 哎哟 好俊俏的小帅哥 今晚我们在楼下酒吧开party 你要不要一起来玩啊 滚 冰冰有礼的严守一 一个没忍住 差点要抬腿踹他们了 龙飞城拦住他 一边苦兮兮地说道 看到了吧 我倒是想去酒吧来着 就怕遇到强人所难啊 第二天早晨 严守一准时醒来 走出客房阳台 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 发现住在隔壁的叶天元 诸葛吉两人也都站在阳台上 诸葛吉戴着一副墨镜 看着天空发呆 而叶天元则是低着头 看着楼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这俩家伙 弄啥咧 严守一好奇地问道 你俩在干啥呢 叶天元第一个反应过来 有点紧张地解释道 我在看影子 看影子做什么 我是皮影戏传人 研究影子对皮影戏有好处 尽管叶天元已经很努力再解释了 但严守一一个字都没听明白 小时候 严守一也曾在陈家村看过皮影戏 皮影戏一个戏班子 通常由五到九人组成 戏班中的分工包括 拉 打 贴 拿 拉是指拉四弧 四弧是主要的伴奏乐器 打是指敲鼓 并负责指挥唱 念 做 打 拿 是指操纵影人 贴是拿的助手 负责配合表演 据说皮影戏在鼎盛时期 一个厉害的戏班子 能达到两三百人 甚至在北方民间 被当作仇神于人 祈求丰收的民俗活动 每逢年节开海 挂厨 秋收 东闲时 山村余乡 村村屯屯 都要请影戏班唱几天皮影戏 每一次出场 要多热闹 有多热闹 不过严守一当年看过的皮影戏 可没那么夸张 当时来的只有两个人 应该是师徒二人 徒弟负责控制影人 师父在后头敲目于唱戏 两人当时演的是 《风神演义》 和《阳门女将》 那时候 严守一看得如痴如醉 剩下的天 要等到六七点才黑 而严守一下午四点 就搬好了小板凳 去村口等着 爷爷拿棍子找上门 他都不肯回去吃晚饭 最后 爷爷没办法了 只能塞给他两个馒头 气呼呼地走了 实际上 严守一对皮影戏的了解不深 只知道皮影戏传人 能够操控影子 但具体的本事 又或者说 叶天元会些什么 他还不太了解 不过他相信阿公的眼光 也就相信 叶天元的天赋和实力了 叶天元回答完 诸葛吉低下头 摘下眼镜说道 我在观日 哟 没想到诸葛老弟 和我的爱好一致 无道不孤啊 严守一的左手边阳台 龙飞城叼着根烟银风站着 饶有兴趣地加入群聊 龙飞城喊道 我素日有两大爱好 杨鸟 观日 严守一白了他一眼 显然诸葛吉所说的观日 和龙飞城的观日 不是同一种意思 田权呢 严守一问道 诸葛吉答道 好像下楼吃饭去了 大型酒店住宿 一般包含自助早餐 味道还算不错 严守一也打算下楼饱餐一顿 四个男人收拾了一阵 走下楼去 忽然见到酒店的经理 慌慌张张地往餐厅赶 四人对视一眼 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 当他们来到餐厅一看 只见田权正趴在桌子上 胡吃海喝 他面前摆着的碗盘 已经堆得像一座小山了 酒店的其他客人 围在田权身边指指点点 有人还忍不住拿出手机拍照 当真是没见过 这么会吃的女孩 酒店经理哪见过这个场面 吓得都快哭出来了 小 小姐 您这么吃不会有问题吧 万一闹出人命 我们酒店负不起这个责任啊 田权一边往嘴里塞肉包子 另一只手则夹着面条 从嘴角塞 还要抽空含糊地回答 没事 不用管我 我就是饭量大了一点点 姑奶奶啊 您这饭量 何止是大一点点 简直是一点点啊 酒店经理更想哭的是 因为这姑娘的胡吃海喝 酒店未来三天的早餐食材储备 都被她造完了 不知赔进去多少钱 忽然 田权哼的一声 动作停止不动了 紧接着 她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 小脸胀红 好像无法呼吸 酒店经理立刻意识到 这个吃货姑娘 把自己也掖住了 于是 经理赶紧喊上几个服务员 一起上前拍打田权的后背 但却不见有效果 甚至中途田权还昏厥过去了 严手一他们看不下去了 也出手帮忙 在严手一拍打田权后背的时候 用了一点透镜 直接将掖住她的肉包子给打散了 田权这才喘上气 没一会儿就醒过来了 姑奶奶 您可算醒过来了 吓我了 酒店经理立刻说道 我给您退钱 您上别家吃去吧 田权嘟着嘴 你们不是自助餐吗 自助餐也挨不住您这种拼命式的吃法呀 严手一咳嗽两声 权 吃饭要适度 你刚才差点就噎死了 田权见识严手一 顿时耸了 她弱弱地说道 我刚才其实已经死了 是原生古巴我就回来了 严手一 这丫头 还真是为了吃连命都不要了呀 田权为了养好原生古 只能不停地吃东西 用食物的能量 喂养原生古 这样她才不会攫取田权的生命力 这点严手一可以理解 不过这回田权吃的也太多了 有点惊世害俗了 田权呕了一声 恋恋不舍地 看着满桌子的食物 最后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顺两个肉包子 藏在口袋里 哎 我们也随便吃点吧 待会儿小圈会开车过来接咱们 严手一说道 然而 四人看向空荡荡的桌子 哪里还有什么食物 剩下的只是残羹剩饭 最后两个肉包子 还被田权给顺走了 无奈之下 严手一只能带着他们去酒店 外头的面条铺子 随便吃点 吃过早餐 正是早上八点 小圈开着一辆商务车 前来接严手一等人 别看小圈长得嫩 但她已经18岁了 而且已经考了驾照 只是这个车技吗 等到众人坐上车 还没有开出三环 田权就被晃得受不了 吐得死去活来 如果这吃货丫头 早上空腹的话 此时兴许还好受一点 可偏偏 她胡吃海喝一通 以至于接下来的一路 对田权而言 简直如同噩梦一般 而对严手一等人 同样是见识了 地狱恶鬼般的存在 诸葛吉被吓得 蜷缩在座椅上 瑟瑟发抖 心里想着 还是只骗人老婆好 就让我一辈子 当一个社恐宅男吧 度过了惊心动魄的 四个小时 众人总算在正午时分 抵达峨眉山山脚 与戎城的炎热酷暑不同 峨眉山山脚下气温宜人 山中有云雾缭绕 偶尔还穿梭过几只白鹤 更添几分神秘韵味 小圈开着车 在景区门口停了下来 她拿着一张手写信 交给门口值班的工作主任 不一会儿 主任便亲自出来放行 外来的车辆 本来是禁止进入景区的 而从景区入口 前往今天他们的集合地 还需要走好长的一段路 所以秋叔便提前疏通关系 得到了这一封手书 让他们的车 得以直接开进景区 车子驶进景区范围 入眼之处一片翠绿 临间近视鸟语花香 严手艺也开始欣赏 这不一样的风景 这就是奶奶出生长大的地方 她摸了摸怀里的樱幕 低声问道 奶奶 我们到峨眉山了 你要出来看看吗 温玉仙回答道 我一直在看着 但这里只是山脚 就算是我也没来过几次 所以并没有什么感情 等上了山 你再喊我吧 奶奶情绪低落 并没有因为回到故土而开心 不过严手艺猜想 只要他们 去到了真正的峨眉山 抵达大峨山的万年寺 奶奶触景生情 心情自然会好起来 如果这还没有办法 严手艺只能拿出杀手锏 回城的时候 中途去一趟龙虎山 找她的干爷爷张山通 让干爷爷来哄奶奶了 又行驶了约莫半小时的山路 车子总算在一片广场前停下来 广场约莫半个足球场大小 中间立着一块巨石 上书太鹅二字 气势扑面而来 巨石之后 则是一条由轻石板铺成的 羊肠小道 一路蜿蜒着向上 看不到尽头 此时此刻 广场上站着约莫二十来号人 有男有女 但从他们的着装来看 大致是两个门派的弟子 其中一伙弟子 穿着青色长袍 长袍的设计很是新颖 有种心骨结合的韵味 这些弟子 也不像龙虎山弟子那样 竖着长发 而是青一色的短发 另一伙弟子 则穿着白色净装 干净利落 他们普遍体格健壮 站如松形如风 举手投足之间 都透露着恋家子的味道 外人不知道 还以为 他们是参加武术比赛的运动员 这片广场 已经是游客的禁区 所以没有外人 否则眼前这个场面 必然会引来围观 对于这突然驶来的商务车 广场上的两伙人 第一时间觉察 纷纷停下交谈 盯着商务车看 小圈停好车后 扭头对严守一说道 会长 咱们到了 外面这些就是这次 要和你们一起上山的 青城山 典一派的弟子 青城山 典一派 严守一观察着小圈的神色 发现他有点不对劲 便问道 你怎么还不下车 小圈唯唯诺诺 话变得异常的少了 我能不能不下车呀 事出反常必有妖 叶天元往外看了一眼 小声说道 会长 他们看我们的眼神 好像有着敌意 龙飞城立即伸出两只爪子 做出抓握状 对小圈威胁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们 我们可是很敏感的 闪一边去 严守一拍掉龙飞城的爪子 提醒他 小圈还是个小妹妹 小圈含糊说道 他们敌视民间教派传人 哦 为什么 小圈见 终究还是要由自己来解释 便叹了口气 似乎在梳理头绪 最后开口便如同洪水溃堤 说个滔滔不绝 青城山和典一派 都是西川的名门大派 其中 青城山属于道门 典一派则偏江湖武学门派 更多一些 但因为受到道门影响 典一派的弟子 多多少少也会一些道门法术 曾经 青城山也算是风里一时 属于西川的顶尖门派 古时青城山 更是与湘北武当山 江西龙虎山 灰州奇云山 三秦景福山 和称五大仙山 传闻张道林 在青城山结毛传道 并与华山中 只可惜 后来佛门兴盛 峨眉崛起 青城山则在明朝时期 受战乱影响 倒是四散 再难恢复西日荣光 时至今日 只是西川的二流门派了 这次峨眉山集体失联 当代天师于鲁明出面 才让青城山与典一派 派出人手前来调查 倒不是天师有意为之 而是因为峨眉山 此次是出蹊跷 保不准山上有什么危险 其他小门派 恐怕应付不过来 有能力前来调查的 也只有青城山和典一派了 严守一打断道 说重点 小圈儿弱弱地嗡了一声 咳嗽两声继续说道 当代青城派掌门 是青城山中常盗罐的 罐主金碧道长 典一派的掌门 则叫黄秦苍 他们两家人 都和民间教派传人 有深仇大恨 在他们的影响之下 青城山和典一派的弟子 也跟着仇视民间教派传人 我和邱叔 就从不和他们打交道 据说 在三十几年前 西川这边大汉 紧接着便是闹饥荒 青城派掌门金碧道长 在山下救济灾民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皮影戏的西班子 这伙人当时已经饿得奄奄一息 金碧道长看他们可怜 就将他们带回长道观 暂时收留他们 给他们吃喝 结果 这群皮影戏传人 在吃饱喝足以后 竟然不知感恩 见金碧道长的女儿人美心善 便趁着金碧道长 下山救济灾民的时候 悄悄玷污了他的女儿 最后逃之夭夭 金碧道长的女儿 因为丢了清白 羞愤跳崖自杀 等到金碧道长文讯赶来 只见到了女儿的尸首 却不见那群皮影戏传人的踪迹 更打听不到他们的下落 数十年来都无法报仇 以至于如今 金碧道长对民间教派传人恨之入骨 尤其是对皮影戏传人 据说金碧道长至今无法释怀 不肯让女儿的遗体下葬 势必要找到那群人渣 让他们给女儿陪葬 说到这里 小圈默默地看了一眼叶天元 叶天元则是打了个寒战 心想 会长 我突然闹肚子 能不能不下车了 不过 为了给严守一留下好印象 叶天元只能硬着头皮 把话憋在肚子里 严守一咳嗽了两声 问道 先不提金碧道长 这个黄情仓皇掌门 又是为何憎恶民间教派 小圈叹了口气 徐徐说道 黄情仓掌门 本不是典一派嫡传弟子 他出生在青城山下 一个普通的小山村 父母因为养不起孩子 无奈将他送去典一派学武 而典一派门归严厉 为了让弟子专心学武 要求他们在山门的时候 断绝和家里的一切来往 等到出师以后 才能回家探望 黄掌门这一上山 就是整整十年 等到他学成以后 出师归家 才得知自己的父母和亲弟弟 早就在五年前死了 据同村的村民所说 那一年 村子里来了一个 自称是古裔传人的家伙 声称黄掌门在山中 被老虎咬伤 性命岌岌可危 唯有牺牲血清性命 炼成丹药 才可以救命 黄掌门的父母得知以后 大哭三天 最后寒泪带着他的亲弟弟 一起跳河而死 那古裔便收走了他们的魂魄 炼成丹药 说是送去典一派救命 但黄掌门知道 什么被老虎咬伤 完全是古裔编造的谎言 目的只是为了取几道心甘情愿 被炼制成丹药的魂魄而已 要不是黄掌门回来了 村里的人恐怕也被蒙在鼓里 可惜的是 时间已经过去三年 他的至亲早就尸骨无存 魂魄不在 古裔更是消失无踪 不论黄掌门如何寻找 都找不到仇人的下落 因此 黄掌门也对民间教派恨之入骨 连带着典一派也 说到这里 小雀儿长叹一口气 有些郁闷地说道 其实西川这边 对民间教派都不是很友好 除了峨眉山以外 其他民门正派都在打压民间教派 有个变脸师傅 身怀绝技 但也只能沦落到在火锅店演出 严守一也沉默了一阵 他发现 自己想要为民间教派证明 让民间教派发扬光大 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人性每天都在遭受考验 民间教派传人本就缺乏约束 肯定会有些人用绝技为非作歹 这纯属是几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了 这些人给民间教派的形象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严守一也不否认 不回避他们的存在 但要知道的是 民间教派同样有一部分人 保持着纯粮 以救济天下苍生为己任 严守一依旧想要让大家和平共处 只是 任重道远啊 他悠悠说道 不管怎么样 总需要先面对 走吧 大家一起下车 会一会青城山和点一派的朋友们 众人在车上做足了心理准备 这才由严守一带头下车 广场上寂静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 严守一一行人身上 就连龙飞城都被看得浑身不自在 更别提涉恐宅男诸葛吉了 他感觉身上爬满了蚂蚁 恨不得挖个坑把头埋进去 躲避这些人不那么友善的目光 小雀儿心情忐忑递下了车 他其实也不想面对 这群名门正派的弟子 因为总觉得 他们气势过于高高在上 一点都不好相处 果不其然 等到几人下了车 对方也只是看着 一声不吭 更不会说什么欢迎之类的客套话 现场气氛异常尴尬 但小雀儿觉得自己 好歹是民俗研究会 在西川这边的情报网点工作人员 此时此刻应该尽一下地主之意 否则回头 严会长觉得 他表现不佳 不让他去荣城怎么办 于是 小雀儿鼓起勇气 挤出笑容 冲着青城山和典一派的弟子们挥挥手 你 你们好啊 滚 典一派的一名壮汉弟子喝道 好可怕呀 小雀儿直接躲到严守一身后去了 之前好不容易才攒起的勇气 荡然无存 龙飞城健壮 当时就气不过 要和对方唇枪舌战一番 论实力 龙飞城没赢过 但论吵架 龙飞城没输过 正当他深吸一口气 准备开启连滚键盘的斜剑仙模式时 严守一出手拦住了他 小声提醒 先礼后兵 这里好歹也是西川 没必要的话 还是不要和当地的门派起 直接矛盾为好 成熟稳重的严守一抱拳 客客气气地说道 在下民俗研究会会长 民间教派鲁班传人严守一 发现了峨眉山出了古怪 特意联系当代天师于陆明 前来调查 此番打扰诸位 还请诸位海涵 这番招呼 打得不卑不亢 但已经很是礼貌 对方但凡懂点礼数 也该给点面子了 然而 青城山的弟子 却无比狂傲 冷笑着说道 峨眉山的事情 是我们名门正派的事 我们自行处理就行了 你一个民间教派传人 过来凑什么热闹 我泥马 龙飞城差点没憋住 就要脱下鞋子山 这名不知天高地厚的 青城山弟子 几个大嘴巴 简直是狗眼看人跌 严守一知道 他们仇视民间教派 冷嘲热讽是少不了的 所以他并没有动目 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的奶奶是峨眉山 现任掌门关云师太的师姐 总归是一家人 家人出了问题 我做晚辈的 不能不管不顾 哼 一个嫁到外头去的 也好意思 称自己是峨眉山的人 那名弟子继续嘲讽 你们民间教派 是不是名声太差 混不下去了 所以想方设法 和我们名门正派攀关系 妄图脱离世俗啊 这话说得极为刺耳 但青城山和点一派的弟子听着 却是要多爽有多爽 二十几人全都跟着哈哈大笑 笑声尖锐 让民间教派不爽 他们名门正派就爽了 在他们眼中 民间教派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天生低人异等 自然是有瞧不起的理由 嘲讽便嘲讽了 你们能拿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可是名门正派弟子 很好笑吗 严守一旦旦地说道 我以一个民间教派传人的身份 获得龙虎密文 差点成为当代天师 和我比起来 你们这群只会在山里摆烂的家伙 又算什么 青城山和典一派的弟子们面色一变 他们没想到 严守一竟然敢还嘴 严守一开了口 便做好最坏的打算 所以他根本没有要罢手的意思 上前一步冷声道 民间教派传人 虽然不念经 不拜神 但我们至少知道 什么叫做教养 知道尊敬长辈 不会像某些高高在上的门派弟子 连最基本的教养都没有 几乎把丢人现眼写在脸上了 峨眉山是西川内最强大的门派 峨眉山出事了 你们这群自诩名门正派的门派 却丝毫没有察觉 反而要让我这个千里之外的 民间教派传人过来调查 你们不觉得羞耻 反觉得自豪 我不远千里到峨眉山来 不是为了和一群眼高手低的家伙 浪费口舌的 诸位要是不想调查峨眉山的情况 还请早些回去山门 抓紧时间 还能多背几遍道德经 也不至于像现在一样 拿着门派长辈创下的基业和威望 当做自己秀优越感的筹码 败坏师门名声 严守一的话句句逼人 字字诸心 对得一众弟子哑口无言 羞愧难当 但这也怪不得这群弟子 因为在严守一的光环之下 他们根本不算什么 要是在罗天大叫 严守一甚至懒得看他们一眼 也就是在峨眉山 在他们的地盘里 让这帮家伙 有了敢于挑衅严守一的底气罢了 诸葛吉在一旁 看得目瞪口呆 对于一名涉恐宅男而言 一个人面对一群人的口诛笔伐 简直是让他单挑 而严守一却能应对自如 简直厉害 一时间诸葛吉对严守一 充满了佩服之情 不愧是我们的严会长 对得漂亮 典一派的弟子性情暴躁 被严守一这通乱队 当场就气得跳脚 气急败坏的 要对严守一出手 我倒要来试试 你这个所谓的龙虎密文传人 有多厉害 一名身材魁梧 手臂粗壮的典一派弟子 飞身上前 直击严守一要害 他的速度很快 至少在普通人眼里 已经快到看不清楚了 但在严守一的眼里 他的速度 简直慢得像之乌龟 等到对方来到自己的眼前 严守一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掌拍在对方胸口 这名撞得好像一只灰熊的 典一派弟子 身体骤然停在严守一的面前 他感觉到一股 强劲的狂风迎面刮来 吹得他睁不开眼睛 几秒钟过后 这名弟子摸了摸胸膛 惊喜道 不 不痛 原来这严守 一直是虚张声势的直老虎 一掌拍在我的身上 竟然不痛不痒 然而下一秒 这名典一派弟子的身后 猛然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那回头一看 却见除了自己以外 身后的所有典一派弟子 胸口都如遭重击 全部疼得蜷缩在地上 没有一人是站着的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名弟子吓得脸色惨白 严守一冷声说道 透镜 见过吗 透镜 传说中的隔山打牛 典一派弟子实属江湖武学门派 对武学本领更为了解 自然听说过透镜的本领 典一派主修华镜 和武当山的太极拳有些类似 但和透镜却完全不是一码事 而今 他们第一次见识到透镜的强大 严守一冷哼一声 一脚将这名弟子 踢飞回典一派的阵营里 冷声道 还有谁要示意是我的手段 尽管上吧 没有参加罗天大教的青城山 与典一派弟子 对严守一的实力根本没有概念 看到他也是个年轻人 本能地觉得 严守一比他们强不了多少 而今他们才发现 严守一和他们 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一招秒杀在场所有人 他的实力 至少是他们的掌门水平 就连他们的掌门 也做不到这一掌带来的威力吧 严守一 比他们的掌门还要强 幸免于难的青城山弟子 手忙脚乱地前去查看 典一派弟子的伤势 一番检查发现 典一派弟子 也只是受了点皮肉伤 缓一缓就不疼了 根本没有伤及内脏和筋骨 而那名被严守一 踢飞的挑事弟子 也只是晕过去了 严守一踢他的那一脚 虽然让他飞起十几米远 但用的却是巧劲 并没有伤他分毫 以刚才那个情况 就算严守一直接废了 这名典一派弟子 典一派既不如人 也不好说什么 显而易见 严守一手下留情了 初次交锋 严守一这边 以压倒性的实力 直接交典一派的弟子做人 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龙飞城扬眉吐气 指着眼前的败将笑话道 横啊 接着横啊 怎么不横啊 典一派弟子垂头丧气 一个个如同斗败的攻击 不敢和龙飞城顶嘴 而青城山弟子 更不想汤这个浑水 全都保持沉默 眼神飘忽 似乎是觉得 一个人嘲讽还不够解气 龙飞城拽着诸葛姬站了出来 使欢道 小鸡鸡 咱们出发之前 你姐姐特意叮嘱我 让我好好锻炼一下 你的沟通能力 现在机会来了 给我嘲讽他们 狠狠地嘲讽 诸葛姬傻眼了 我姐说的锻炼沟通能力 不包含嘲讽别人吧 但她又说不过龙飞城 只能唯唯诺诺地 站在典一派弟子面前 浑身不自然地喊一声 你们这群 笨笨笨 典一派弟子 因为太没有底气 导致诸葛姬的声音 显得有些 娇称 张力比龙飞城刚才那番嘲讽 要强多了 有没有吃饭啊 是不是没骂过人啊 喊大声一点 龙飞城不悦道 诸葛姬咬咬牙 努力喊道 你们这群大笨蛋 扑 典一派弟子 齐齐后退 不敢靠近诸葛姬 明知是骂人 还是调情呢 龙飞城还是不满意 用力地拍了拍诸葛姬的后背 喝道 把你毕生所学的脏话都骂出来 有严格给咱们撑腰 他们不敢动手的 诸葛姬似乎体会到了骂人的快乐 心里竟然有些蠢蠢欲动 他憋了一阵子 张口骂道 你个狗日的仙人版版 老子日你屁 短命玩锤子低狠 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诸葛姬不仅骂人了 而且还是用西川话骂的 龙飞城干咳两声 觉得诸葛姬好像骂得有点过火了 想伸手劝阻 没想到诸葛姬已经骂上瘾了 他上前指着点一派弟子骂道 短命归二 打扑爬的 四炮眼的 点一派弟子目瞪口呆 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耸了巴基的小子 骂起人来 竟然这么狠 同时 他们也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因为诸葛姬骂人 实在是太难听了 狗听了都忍不住摇头的那种 闭嘴 这时候 点一派弟子身后 纵身跃出一名白衣老者 老者面露怒容 火冒三丈 似乎要将诸葛姬撕碎 诸葛姬已经上头了 管他来的是谁 他嚣张道 老子闭你官的嘴 今天老子就站到这堂沟 你碰哈我告一哈 不要以为你 长得莽戳戳的 毛了我直接剪块砖头 害你玩脑壳高头 老者似乎也没料到 诸葛姬竟然连他都敢骂 一时间愣在原地 但下一秒 老者回过神来 气得天灵盖都要炸开了 抬手就是一耳光 直接把诸葛姬山飞出去了 诸葛姬到飞机迷远 被掩首一接住 回过神来的他 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 忍不住质问龙飞城 小龙哥 你不是说有炎会长在 他们不敢动手的吗 龙飞城干咳两声 你没看出来 打你的老头 明显身份不一样吗 骂人也是要见机行事的 换作是龙飞城 在这个老者出现的第一时间 他就会闭上嘴巴 乖乖地躲到严首一身后 然后大喊一声 严哥救我 可怜的诸葛姬 出门游历的第一天 就见识到了社会的险恶 严首一只是看了一眼 诸葛姬的脸 就确定他没有什么大碍 回头望向老者 见老者神色巨傲 便知道并非是老者不计较 只是在还之前 自己没有伤 那名挑事弟子的人情 现在双方两清了 一会儿再动起手来 那可就不再留情了 小券连忙跑过来 小声说道 会长 他就是典一派的掌门黄秦苍 这时候 阳长小路上 又走来一名轻衣白头老者 不用小券介绍 严首一也知道 这人就是青城派的金碧道长 掌门 您可算来了 青城山于典一派的弟子 见自家掌门终于现身 纷纷诉苦 这严首一欺人太甚 出手打上我们师兄弟 西川可是我们的地盘 怎么能让他们在这里撒野 还请掌门主持公道啊 金碧道长冷冷地 扫过众弟子一眼 弟子们立刻闭上了嘴巴 四在认错 他什么都没说 但好像什么都说了 弟子们不再哭诉 黄秦苍冷声道 我虽不喜民间教派 但那是私人恩怨 如今峨眉山出了怪事 当以大局为重 你们不要 再为难严首一他们了 随后 黄秦苍看向严首一等人 淡淡道 也请严家的小辈能够拾去 不要的礼不饶人 因为黄秦苍的出现 典一派弟子 此时也全都挺直了腰杆 不再像之前那样 惧怕严首一 大有一种风停了雨停了 小老弟觉得自己又行了的感觉 而严首一这边 诸葛吉挨了一耳光 敢怒不敢言 田娟一直不习惯和外人说话 但却猝着眉 叶天元忍不住偷看严首一 其实叶天元心里是最心虚的 因为小券刚才说 金碧道长最痛恨的 就是皮影系传人 而他恰好又是皮影系传人 他多希望 现在严会长能够再硬气一回 否则待会儿 万一金碧道长对他发难 恐怕他也只能默默承受了 其中最慌张的就属小券了 他左看看右看看 完全不知所措 又不想打电话给求叔求助 那样会显得他无能 师父就更不会放他离开了 就在大家以为 这件事就要这么算了的时候 严首一忽然冷哼一声 对黄秦苍说道 你在叫我做事 黄秦苍一愣 金碧道长更是瞪大了眼睛 随后黄秦苍强忍着怒火 指着严首一道 我好歹也是长辈 你这年轻人不讲武德 我劝你好自为之 严首一吃笑一声 说道 请皇长们搞清楚 我只是年纪小罢了 但在身份上 我是民俗研究会会长 也是一派之主 是与您平起平坐的身份 以老卖老的本事 就别对我用了 不好使 你 黄秦苍一时语色 黄秦苍和金碧道长现身 并且充当和氏佬的身份 在两个门派弟子看来 他们平息了两伙人之间的矛盾 但在严首一看来 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为 黄秦苍在以老卖老 居高临下地命令他 什么严家小辈 什么得理不饶人 这是劝家该说的话吗 从一开始 就是青城山和点一派的弟子 在挑衅 先动手的也是他们 严首一虽然还手了 但点到极致 以威慑为主 可黄秦苍出手就打诸葛吉的脸 还以所谓长辈的身份 命令他严首一 让他不要的理不饶人 对不起 我严首一不认你这个长辈 叶天元又惊又喜 严会长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他好硬 气啊 田娟的眉头舒缓了 脸上有着淡淡的笑意 和无比的安全感 龙飞城黑黑一笑 从严首一身后走出来 指着黄秦苍说道 姓黄的 你要是有教养 就请喊我严歌一声严会长 别什么小辈 长小辈短的 你自己听听这像话吗 像话吗 黄秦苍差点气得吐血 老夫的年纪 做你俩的太爷爷都够了 自称长辈有何不妥 但考虑到峨眉山的大局 黄秦苍还是强忍着怒意 不情不愿地说道 好 我就喊你严会长 还请严会长 不要再浪费时间 赶紧随我们一起 上峨眉山 慢着 严首一将诸葛吉拎了出来 指着他有些红肿的脸说道 你打我民俗研究会成员的事情 这该怎么算 诸葛吉很是惊讶 他没想到 黄秦苍都已经低头了 严首一竟然还要 为他讨一个公道 在他看来 自己骂了黄秦苍 挨打是很正常的事 更何况严首一之前 也出手打了点一派弟子 应该算是两亲才是 黄秦苍咬牙切齿 严首一 严会长 还请不要得寸进尺 方才你也打了我点一派弟子 一码是归一码是 点一派的弟子是我打的 你有任何不爽 可以找我 我不介意陪你老过几招 严首一道 但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准打我民俗研究会的人 嚣张 蛮横不讲脸 点一派弟子见严首一 竟敢刁难他们的掌门 气得怒火中烧 却是敢怒不敢言 黄秦苍也感觉到了 这个年轻人不好惹 属于半点亏都吃不得的狠角色 而且无比难缠 面对这样的严首一 黄秦苍也只能让步 陈生问 你想怎么样 很简单 道歉 黄秦苍怒目圆瞪 让他一个年纪如此之大的长辈 像一个刚刚骂过他的小辈道歉 这简直比打他的脸还难受 黄秦苍的心理防线即将被突破 他受不了这种侮辱 准备和严首一拼了 小雀儿也看出 黄秦苍的忍耐到了极限 所以他着急的都要哭出来了 真打起来 他可就摊上大事了 搞不好会被师父禁足好几年 可就在双方一触即发的时候 诸葛基忽然摆手 会长 算了吧 我也没什么事 还是不要为难黄掌门了 严首一对诸葛基眨了眨眼睛 当真 当真 诸葛基忙说道 那行 这可是你说的 别说我这个当会长的 没有护着你啊 严首一笑了笑 看向黄秦苍 黄掌门 您也听到了 我的小弟原谅您了 您可以不必道歉了 黄秦苍心里刚刚升起的怒火 瞬间被浇灭了 他深吸一口气 点了点头 不想再多看严首一他们一眼 凡人 严首一拍了拍诸葛基的肩膀 放他回去 诸葛基黑黑一笑 感觉和严首一亲近了不少 方才他也看出来了 要是他们非要让黄秦苍道歉 那双方人马 恐怕要动真格的了 所以他才及时主动说话 给了黄秦苍台阶 如此一来 严首一为诸葛基出气的目的也达到了 黄秦苍也没机会动手 严首一对诸葛基笑 也是因为诸葛基的懂事 回到队伍里的诸葛基 脸上笑容就没断过 他从未被人这样保护过 如果是他姐姐诸葛联在现场 估计不仅不会为他主持公道 甚至会在一旁拍手叫好 求黄秦苍再打他几下 果然 姐姐只是假的姐姐 会长才是我的亲哥啊 诸葛基忽然对接下来的旅程充满期待 因为跟着会长装逼打脸的感觉 实在是太他妈的爽了 只可惜 叶天元听不到诸葛基的心声 否则他会强烈地表示赞同 并且疯狂点赞 对此 龙飞成泽淡定许多了 因为他早已经习惯跟着严首一装逼 甚至已经开始出师 开始独自装逼了 黄秦苍没能从严首一这儿讨到好处 此时心里别提多烦了 他不耐烦到 赶紧上山 慢着 又怎么了 黄秦苍怒道 随后他发现 说话的人不是严首一 而是自己人 是金碧道长 只见金碧道长目光尖锐 紧紧地盯着叶天元 叶天元顿时浑身不自在 心里暗道不好 完了 我皮影系传人的身份 肯定被金碧道长知道了 小雀也是脸色一变 担心金碧道长会对叶天元出手 严首一默默地上前一步 将叶天元挡在身后 淡淡地问 金碧道长有何指教 金碧道长深吸一口气 道 其他人可以上山 你身后这个皮影系传人不行 严会长 频道不是在与你商量 要是你不答应 咱们就在这山下一较高下 靠 好歹你也是个修道的 怎么脾气比点一拍的五夫还要暴躁 严首一心里吐槽了一番 而后露出笑容 大可不必 金碧道长表情缓和 点了点头 按道 这小子看来是吃硬不吃软 黄情仓方才也是不小心 才被那小子灭了威风 如今看来 严首一也不过如此 叶天元则有些失落地低下头 看样子 会长要把我丢在山下了 是因为金碧道长过于强势 还是因为 我在会长的心里 分量不如诸葛吉重 不过想来也对 诸葛吉毕竟比我更早到研究会 和会长也更熟络一些 而我在这次旅途之前 甚至没能和会长说过几句话 虽然心里已经接受了事实 但叶天元还是有些郁闷 却在金碧道长沾沾自喜 叶天元倍感失落之时 严首一微笑着说道 我早就做好决定了 上山的路不和二位同行 所以叶天元带与不带 和金碧道长没有什么关系 金碧道长一愣 叶天元也是一愣 随后狂喜 会长不打算丢下我 会长为了带着我上山 竟然不和金碧道长他们同行 一时间叶天元万分感动 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金碧道长怒道 既然不打算同行 又何必在山下见面 严首一伸出三根手指 条理清晰地回答 第一 我们民间教派到 峨眉山调查有些不妥 这才让余露明通知你们前来 第二 是你们两家先瞧不起 民间教派传人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不想爱着各位的眼 第三 我严首一 绝不会丢下任何一位同伴 不打算同行 不是我的决定 而是你们两家的决定 一如既往的硬气 甚至让金碧道长都无言以对 金碧道长沉默许久 到最后竟然也选择了屈服 他大手一挥 号令道 清晨山弟子 随我一起上山 黄秦苍恶狠狠地瞪了严首一眼 也喊道 点一派的 跟我走 两家弟子浩浩荡荡地上山 在阳长小道上排成长长的队伍 只是他们的气焰 远不如之前那般嚣张 沉沉闷闷 像是送葬的队伍似的 金碧道长和黄秦苍走在队伍中间 时不时回头看严首一眼 似乎在警告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 而严首一 则是挺直腰杆 对着二位挥手 完全没在怕 目送清晨山和点一派弟子上山 龙飞城脸上 见兮兮的笑容 瞬间绷不住了 我舒服了 龙飞城满脸爽过了的表情 严首一白了他一眼 小龙 我发现你有一个 其他人都没有的能力 那就是把一切事情 描述得非常猥琐 有吗 龙飞城自己不觉得 他耸了耸肩 笑道 我的特长 又涨了一分 叶天元担心道 会长 您和那两个门拍闹得这么僵 会不会不太好啊 同样的问题 诸葛吉也想问 至于田娟 以他吃货的脑袋 暂时想不到那么多 严首一摇摇头 我不这么做 难不成看着你们受欺负啊 民俗研究会创立的初衷 就是为了保护天下民间教派传人 免受欺负 要是你们 在我这个会长眼皮子底下被欺负 那我这个会长还当不当了 二人一阵感动 小圈更是满眼小星星 对严首一崇拜至极 其实严首一如此硬气 他方才说的原因 只是其中一部分 另一部分原因 则是他在出发之前 严筹给他的忠告 民俗研究会刚刚成立 根基不稳 虽然有严首一封神异战笼络人心 但天下那么大 肯定还有看他们不顺眼的 这其中大部分 还都是名门正派 正所谓 飞得越高 摔得越狠 不知有多少人 现在等着看民俗研究会的笑话 严筹给严首一的忠告便是 在外头一定要硬气 别人给你一拳 你就必须十倍奉还 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最好要打到对方害怕 把他们打出心里阴影 让他们以后 每次见到民俗研究会的人 就会想到 曾经被民俗研究会的严会长 狠狠收拾教育的回忆 这毕竟是江湖 以德服人是一回事 但拳头硬才是真道理 严首一便是紧记严筹的教会 所以这次才会如此硬气 而结果 也验证了严筹的教育友方 严首一带着民间教派传人 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 同时也让青城山与典一派 这些骄傲自大的家伙们 跌了一个大跟头 几人在山下休息了一阵 算着时间差不多了 严首一起伸说道 好了 咱们也该上山了 龙飞城问 小雀也一起吗 小雀郁闷地摇头 我师父不让我上山 他说 我没什么修为 上山只会给会长添乱 直男诸葛吉 认同地点点头 这倒是 小雀气得跺了跺脚 随后眼巴巴地看向严首一 央求道 会长您那么厉害 就算带上 我也不会有什么事的吧 我保证绝对不乱来 一切听您的指挥 严首一笑道 好啊 真的 嗯 我现在指挥你 在山下等我们 严首一满脸真诚地说道 小雀一愣 随后转过身 假装哭鼻子 你们都瞧不起我 都不愿意带我上山 呜呜 严首一则是趁着小雀 装枪做事的时候 悄悄地对着其他人勾了勾手指 然后麻烈地跑进山里去了 等到小雀儿哭了半天 发觉竟然没有人来安慰自己 不太对劲的时候 再回头偷看 身后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人呢 小雀儿东张西望 随后不得不接受自己 被抛弃的事实 他郁闷地大喊 说好的 不抛弃 不放弃呢 会长带头食言 哼 我要退出民俗研究会 他小麻雀般的声音 在山间回荡 可惜严首一他们已经走远 不可能给他回复了 嘿 严哥你真坏嘿 龙非诚在阳长小路上 哈哈大笑 不过 我喜欢 眼手一 滚犊子 龙非诚这货一开口 就把气氛搞得很猥琐 诸葛吉走在二人身后 感觉四周全是蚊虫 扰得他心烦意乱 这时 田娟忽然抓住诸葛吉的手 说道 我帮你 说吧 他的手掌心 出现了一只绿色的毛毛虫 毛毛虫爬到诸葛吉的身上 撅起了小屁股 释放出了一团气体 那些凡人的蚊虫 瞬间远离诸葛吉 消失不见了 叶天元眼睛都看直了 连忙伸出手 这是什么虫子 竟然能驱赶其他的蚊虫 我也要 田娟一边给叶天元送虫子 一边解释道 它是一种蛊虫 释放出来的气味会刺激蚊虫 让它们不敢靠近 哦 那它应该没毒吧 叶天元不放心地问 田娟自信地摇头 没毒 我吃过 作为一个馋嘴的吃货 田娟尝过蛊虫的味道 似乎也不稀奇 但叶天元还是不放心 他指着诸葛吉说道 他怎么突然不动了 田娟回头看去 只见诸葛吉身体僵硬 满脸通红 看着很是奇怪 田娟顿时吓一跳 连忙问诸葛吉 你没事吧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该不会是对蛊虫过敏吧 我 我没没没事 我指指指指 只是有点点点点紧张 诸葛吉突然就变成结巴了 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耳朵和鼻孔里 好像在喷出蒸汽 龙飞成这时回头看了一眼 笑道 他没事 就是害羞了而已 让他一个人静静就好了 害羞 田娟无法理解 自己只是摸了一下 诸葛吉的手而已 诸葛吉怎么就这样了 不过他也没多想 听叶天元说 前面有野果 立刻就跟上队伍 把诸葛吉丢在身后了 队伍走远 诸葛吉才缓过神来 颤抖地低下头 看着手里的小绿虫 田娟刚才摸我的手了 她的手好软 好滑 好 姐姐说得对啊 纸片人老婆有什么好的 田娟天下第一 诸葛吉突然醒悟 生出了一股 要追求女孩的强烈欲望 就在这时 诸葛吉听到 身后传来嘻嘻嘻嘻的动静 似乎有人在靠近 娟儿 她立即回过头 深情地抓住田娟的手 害羞地低下头 却很努力地整理词句表达 刚才谢谢你了 我其实也很喜欢你 咱们可以尝试着交往 说完 诸葛吉鼓起勇气 抬起头 只见一只棕毛猴 一边挠着猴屁股 一边诧异地看着诸葛吉 阳长小道上 诸葛吉和棕毛猴四目相对 为什么菊儿变成了一只猴啊 诸葛吉触电般地缩回手 连续后退了十几步 远远地看着这只棕毛猴 棕毛猴则是继续用诧异的目光 盯着诸葛吉看 动作从一只手挠屁股 变成了两只手挠屁股 此时诸葛吉才回过神来 峨眉山上的猴子多 而且大多都是短尾猴 也称大青猴 是一种极通人性的猴子 嗨 吓我一跳 诸葛吉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他还以为田绝儿变成一只猴呢 回过神来的他 用友善的目光打亮着棕毛猴 棕毛猴似乎感受到了诸葛吉的善意 也咧着嘴对他笑 真是只可爱的小精灵啊 诸葛吉感慨 不过他对猴没什么兴趣 因此准备绕过棕毛猴 早点追上田绝儿 可就在他走到棕毛猴身边的时候 棕毛猴忽然对他伸出手 干嘛 哦 你想要吃的呀 诸葛吉身上还真有吃的 而且是满满一杯包 准确来说是为田绝儿背的 田绝儿的吃货属性 已经上升到饕餐级别了 以前他跟在吴天峰身边的时候 是属于吃不饱穿不暖 而如今民俗研究会对他极好 他想吃什么都给买 让田绝儿基本实现零食自由 因为怕上了峨眉山会没食物 所以大家上山的时候 特意采购一番 光是田绝儿的零食 就足足三个杯包 里头有面包 饼干 各种卤味 甚至还有泡椒凤爪 薯片薯条 以及绝对不能少的肥宅快乐水 呃 实际上田绝儿不喜欢喝碳酸饮料 因为碳酸饮料特别占肚子 所以肥宅快乐 是诸葛吉为自己准备的 诸葛吉解下杯包 从里头摸出了一袋面包 丢给棕毛猴 棕毛猴拿到面包 顿时发出给给给的笑声 有模有样地撕开包装 把面包往嘴里塞 满满一袋面包 被棕毛猴三两口吃光 掉了一地的碎屑 但他也不管 继续对诸葛吉伸手 你还真把我当冤大头了呀 诸葛吉不情不愿地 又拿出一包饼干 结果在棕毛猴给给给的笑声里 很快又被消灭了 叽叽叽 棕毛猴再次对诸葛吉伸手 诸葛吉有点生气了 拽着背包拉链说道 差不多得了啊 这些可是我女神的食物 最多在芬妮 一样 棕毛猴上蹿下跳 甚至倒立走路 好像在给诸葛吉表演 诸葛吉健壮 心里也乐了 心想这两包零食也不亏 还看了一段猴戏 不过在取零食的时候 诸葛吉忽然腹黑起来 拿了一包变态辣的泡浇凤爪 那 最后一包了 给给给 棕毛猴高兴地接过泡浇凤爪 诸葛吉交了买路钱 赶紧往前走 却又忍不住回头看 只见棕毛猴用嘴巴撕开包装 里头的泡浇汁 瞬间飞溅到她的眼睛里 死 棕毛猴顿时被蜡地睁不开眼睛 又用沾满泡浇汁的手去揉 结果却是越揉越辣 棕毛猴不懂这些 虽然眼睛蜡得疼 但她生怕到手的零食 被别的猴子抢了 于是着急忙慌地 把凤爪往嘴里塞 这一塞可好了 棕毛猴直接被蜡的原地起飞 她脑袋上的猴毛 全都竖起来了 奇怪的味道 让她不停地挠身体 一张猴脸也憋得通红 朱葛吉在前头笑得合不拢嘴 让你贪吃 这下栽了吧 聪明的棕毛猴 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她把凤爪全部塞进嘴巴里 然后对着朱葛吉呲牙咧嘴 嘿 别再找我了 我身上没吃的了 朱葛吉转身就跑 叽叽叽 愤怒的棕毛猴 立刻变脸 叫唤着追上朱葛吉 朱葛吉没料到 这只棕毛猴的速度居然这么快 心里暗道不好 还没等她回过神来 棕毛猴跳到她的脑袋上 双手拍打着朱葛吉的脑袋 朱葛吉赶紧将棕毛猴甩下来 没好气地说道 我已经给过你吃的了 怎么还没完美了 棕毛猴手里好像攥着什么 突然往朱葛吉的脸上甩 朱葛吉哀悠一声 只觉得眼睛火辣辣的疼 这只该死的棕毛猴 居然藏了一手泡胶制 我大意了 没有闪 年轻猴子不讲武德 竟然搞偷袭 看到朱葛吉吃别的模样 棕毛猴一边抓耳挠腮 一边给给给的嘲笑 朱葛吉赶紧取出矿泉水洗眼睛 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见到棕毛猴 还在给给给的笑个不停 朱葛吉就七步打一处来 说好的可爱小精灵呢 这只棕毛猴 简直就是拦路恶霸呀 朱葛吉喝道 去去去 别挡着落 拦路恶霸 哪能轻易放走朱葛吉 闪电般地伸出手 抢夺朱葛吉的背包 这里头可全都是好吃的呀 朱葛吉拽着书包 和棕毛猴角力 但人总归是比棕毛猴 要聪明一点的 朱葛吉腾出一只手 啪的一声 给了棕毛猴一个大鼻咚 棕毛猴顿时定在原地 他先是张大了嘴巴 然后松开了拽着背包的手 缓缓捂住自己的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朱葛吉 那表情仿佛在说 你竟然敢打我 我爸都没打过我 朱葛吉哈哈大笑 舒服了吧 挨揍了吧 啪 棕毛猴趁着朱葛吉不背 竟然回给他一个大鼻咚 这回猛鼻的人 轮到朱葛吉了 我居然让一只猴子给揍了 而且还是打脸 这要是传出去 我在朱葛家还怎么混啊 朱葛吉气呼呼地抬起手 又扇了棕毛猴一个大鼻咚 棕毛猴也不服输 反手回给朱葛吉一个 于是乎一人一猴 就这么在荒郊野岭的洋长小道上 护扇而光 等到五分钟之后 发现队伍里丢人的严手 一等人回来 看到朱葛吉和棕毛猴两个家伙 半边连肿成猪头 却还在护扇而光的画面 顿时陷入了沉默当中 你俩哥这玩呢 龙飞成喊道 朱葛吉都快哭出来了 小龙哥 这只猴子要抢绝儿的零食 我不给它就不让我走 操 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 不就是一只猴吗 看我的 龙飞成黑黑一跳 绕到棕毛猴的身后 趁他没注意 一脚踢在猴屁股上 棕毛猴疼得跳了起来 叽叽直叫 一边揉着屁股 一边对龙飞成呲牙咧嘴 龙飞成笑道 这不就欧了吗 龙飞成踹飞了棕毛猴以后 故作老成的教育诸葛吉 你怎么能跟一只猴打半天呢 简直给你姐姐丢脸啊 其实 龙飞成比诸葛吉也大不了多少 但作为团队里的老人 龙飞成觉得自己 有必要肩负起教育新人的重担 诸葛吉眼中含泪 我也不想啊 是这只猴子死缠烂打 说你两句 怎么还哭上了呢 不 不是哭 是那只猴用泡胶脂甩我眼 辣的 诸葛吉一边抹眼泪 一边提醒道 小龙哥 你要小心点 这只猴子不好惹的 一只猴能有多厉害 龙飞成完全没放在心上 他转头看向棕毛猴 伸出了一根手指头 对着棕毛猴 挑衅道 你过来啊 棕毛猴气得不行 站在树枝上 把树枝上下摇个不停 以此发泄自己的愤怒 而后 棕毛猴伸手到屁股后头 好像要掏什么 诸葛吉似乎想到了什么 大喊道 小龙哥 快跑 龙飞成满满不在意 跑什么跑 一只死猴子能拿我怎么 卧槽 话还没说完 龙飞成就看到 棕毛猴居然从身后 掏出了一头便便 在这一刻 龙飞成和诸葛吉 直接破防了 抱着脑袋 如同无头苍蝇般 逃跑躲避 给给给给 棕毛猴拿着便便 犹如握着绝世神兵 看着龙飞成和诸葛吉 被吓破胆的模样 笑得那叫一个欢 作为在轮眉山上 横行霸道的猴 棕毛猴平日里 就喜欢从游客手里抢吃的 要是遇到打不过的 他就直接使用生化攻击 按照棕毛猴的经验来看 这群两族怪 就没有不吃这一套的 严守一看着又跑 又叫的龙飞成和诸葛吉 满脸无奈地摇摇头 之前他对自己的这支队伍 还挺满意的 但现在看来 是不是哪个环节 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了不让这只棕毛猴 拖慢大家上山的进度 严守一只能出手 他从地上捡起一颗小石子 随手弹了出去 小石子瞬间划破空气 呼啸着朝着棕毛猴飞去 精准无比地打在 棕毛猴的后脖梗处 前一秒 棕毛猴还在嘎嘎嘎地笑着 下一秒 他就两腿一蹬 晕了过去 连猴带着便便 一起从树枝上摔下来 好了 完事了 严守一无奈道 你俩别乱跑了 我们已经落后 青城山他们一大截 必须加快速度才行 二人这才从被生化攻击 支配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后怕地 看着晕过去的棕毛猴 诸葛吉后悔道 我刚才还夸他是 峨眉山的小精灵 看来我还是太年轻了 龙飞城想到自己 刚才竟然被一只猴给威胁了 气就不打一出来 他看着晕过去的棕毛猴说道 颜哥 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报个仇就来 严守一也没管龙飞城 你赶紧的吧 龙飞城坏笑着 靠近棕毛猴 拿出剪刀 直接化身托尼老师 把棕毛猴头顶上的毛拳 都给剪了 棕毛猴原本还是个 头发茂密的美猴 结果在龙飞城的 一番操作之下 他就变成了 中年秃顶的油腻地中海 看到棕毛猴的下场 龙飞城满意地点点头 诸葛吉也觉得万分解气 他几乎可以预见得到 棕毛猴回到猴群以后 被众猴子排挤欺负的画面了 下回再见了 龙飞城丢掉满手的猴毛 满意地跟上队伍 从此以后 峨眉山里多了一只伤心的猴 十几分钟后 棕毛猴醒来 他茫然地看着四周 然后突然想起 诸葛吉和龙飞城 人呢 咦 地上怎么这么多毛 卧槽 这是我的毛 棕毛猴赶紧将手里的便便 撇到一旁的枯树叶上 然后检查自己的身体 卧槽 我他妈头发呢 发现真相的棕毛猴 瞬间失去了所有力气 无力地靠在树干上 缓缓滑坐下来 哇 棕毛猴愤怒无比 仰天长笑 山林间沉寂了几秒 随后山鸟被惊飞一片 四面八方都响起了猴叫声 密密麻麻 不知有多少 过了一阵 四面八方开始有猴子 挡着鞦韆赶来 他们在棕毛猴面前集结 不老实地抓耳挠塞 忽然 有猴子发现 棕毛猴变成秃顶的事情 忍不住给给给的笑起来 呱啊 棕毛猴气个半死 冲上去将这只猴给打了一顿 还拔光了他脑袋上的毛 于是 峨眉山就拥有两只秃顶的猴了 那只挨揍的猴子 满脸委屈 蹲在一旁小声哭泣着 其他猴子见到了这般惨状 都不敢嘲笑棕毛猴了 只见棕毛猴两腿站立 双手腹背 一副领导模样 对着猴群们 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堆 按照猴子的语言来翻译 他们听到的是 我的 被人欺负的干活 你们的 把我报仇的干活 猴子们听得一只半简 不过意思大概明白了 报仇 峨眉山的猴子 是出了名的记仇 之前有个游客 打了小猴子一耳光 那只小猴子 就在挨打的地方守了三年 等到再次见到那游客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 上去扒了那名游客的裤子 更可怕的是 峨眉山的猴子 还十分团结 知道集体报复 不过这一次不一样 棕毛猴竟然明确了报复的方式 他双手放在脑袋上 做出拔苗般的姿势 猴子们看不懂 于是 棕毛猴就将刚才挨揍的那只 秃顶猴拉过来 指了指秃顶猴的脑袋 秃顶猴眼面哭泣 其他猴子瞬间明白了 不仅要报仇 还要拔光对方脑袋上的所有毛发 棕毛猴的意思传达到了 猴群们开始躁动起来 呜呜哇哇地大叫 等到棕毛猴一声令下 所有猴子都潜入山林当中 开始寻找复仇对象 目标很明确 一个四眼仔 一个瘦得像猴似的猥琐男 另外还有两只公的 一只母的 等到其他猴子都离开了 棕毛猴便独自爬到附近 最高的那棵树的顶端 他眺望着远方 缓缓握紧拳头 咪咪咪咪咪咪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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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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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攀爬峨眉山的路上 龙飞城时不时就会笑出声 其实也不怪他 主要是刚才那只棕毛猴 被剃了光头以后的模样 实在是太滑稽了 龙飞城只要一想到 棕毛猴秃顶的模样 又想到他以后的悲惨生活 就会忍不住想笑 诸葛基也是如此 但他比较内向 不会像龙飞城一样笑出声 只是心里暗爽 让你压强我女神的灵石 让你压往我眼里洒泡胶织 让你压拿便便砸人 严首一无奈道 你俩至于吗 和一只猴子过不去 龙飞城反驳道 严哥 峨眉山的猴子 可是出了名的坏 咱们这可算是替天行道 为名除害 得了吧 你最应该庆幸的 是你进化的快 要不然 今天被剃光头的 就是你了 严首一笑道 龙飞城一时雨色 叶天元跟在后头 思绪飘飞 忽然间想起 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段子 据说有一名游客 在峨眉山游玩的时候 被峨眉山上的猴子 抢走了一包瓜子 游客气不过 就去找管理员 管理员听后 二话不说 就找来一只猴子 痛扁了一顿 游客拦着管理员说 打错了 不是这只猴子 抢的瓜子 结果管理员说 他们警区实行的是责任制 任何猴子犯错 管理员都只打猴王 怪猴王没有管好手下的猴子 果不其然 猴王挨打以后 气呼呼地钻进林子里 没一会儿就 拖着抢瓜子的猴子过来 当着游客的面 打了那猴子一顿 最后抢瓜子的猴子 不仅还了瓜子 临走的时候 还对游客敬了个礼 段子过于离谱 所以叶天元觉得 那肯定不是真的 田卷则脑袋空空 什么都没想 一边专心爬山 一边吃着薯片补充能量 大家先停下来 这时 眼手一突然停下脚步 喊住大家 龙飞城诧意道 怎么了 你要尿尿啊 走 咱俩一起 我顺便抽根烟 闭嘴 眼手一没好气地说道 周围有动静 你们认真听 五人顿时安静下来 竖起耳朵听 很快 他们陆续听到动静 沙沙声 好像是风吹树叶的声音 但风吹树叶的声音 会很有节奏感 但如今 他们听到的 沙沙声很是凌乱 而且来自四面八方 仿佛 仿佛有很多东西 在向他们靠近似的 突然 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落在五人的面前 定睛一看 是一只体型比较大的大青猴 这只猴子一落地 就对着五人呲牙咧嘴 发出尖利的叫声 如今龙飞城和诸葛吉 都对峨眉山的猴子厌恶至极 刚刚甩掉棕毛猴 如今又冒出一个 而且一上来就呲牙咧嘴 看着很不好惹的模样 所以 龙飞城气地 捡起地上的石头 对面前的猴子喝道 去 闪一边去 好猴不挡道 谁知那猴子 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抱起一块更大的石头 毫不犹豫地 朝龙飞城扔来 我泥马 龙飞城赶紧闪躲 惊讶万分 不知这猴子 为什么脾气这么暴躁 上来就要动手 还没等龙飞城开始吐槽 周围忽然冒出更多的猴子 十只 二十只 五十只 一百只 上百只猴子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 地上 树上 全都站满了 竟将五人全部包围 他们手里拿着木棍或者石头 不停地挥舞着 似乎在威胁他们 田卷此时才感觉到有些害怕 忍不住往严守一身后缩了缩 会 会长 龙飞城也麻烈地往严守一身后躲 和田卷挤在一起 言 言哥 你吞么的 严守一气的一脚 把龙飞城踢出去 田卷这个娇滴滴的妹妹 这样也就算了 你压跟着瞎起什么哄吗 诸葛吉是没什么战斗能力的观天师 叶天元虽然是皮影系传人 但他是个瘸子 明面上 除了他严守一以外 最强的人应该是龙飞城了 结果这孙子在教育人的时候 说得头头是道 真有麻烦了 就当缩头乌龟 龙飞城被严守一踢出去 黑黑笑着揉屁股 脸皮比城墙还要厚 奇怪 这群猴子只是围着咱们 但没有动手 诸葛吉说道 他们好像在等人 龙飞城闻言 拔出彩威剑 对猴子们喊道 何方妖孽 敢挡我们去路 你们领头的是谁 让他出来说话 猴群们叽叽叽地喊了一阵 不一会儿便安静下来 一棵树上 猴群微微骚动 随后让开了一条路 一只秃顶的棕毛猴 气呼呼地跳上树枝 身后跟着体型稍微小一点 但同样秃顶的猴子 哟 这不那谁吗 龙飞城一看到棕毛猴 就忍不住笑出声 没想到棕毛猴 这么快就醒过来了 而且还亲自过来展示一下 这直接把龙飞城心中 刚才可惜见不到 棕毛猴醒来的模样的遗憾 给填补了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棕毛猴看到龙飞城和诸葛吉 顿时急眼了 他指着自己的脑袋 叽叽叽地喊了一通 诸葛吉问龙飞城 小龙哥 你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吗 我听不懂 但他肯定在骂咱俩 而且骂得很难听 龙飞城回答 然后笑得更大声了 鸡 棕毛猴怒不可遏 突然大声发号施令 龙飞城一点都不慌 有言歌在 一群猴子有什么好怕的 严首一也淡定得很 别说是一群猴子了 就算是一群猴子精 他现在对付起来也不成问题 谁曾想 猴群在听到棕毛猴的号令之后 竟然全部崛起了屁股 操 稳重如严首一 此时也绷不住了 直接扛起田卷 就往山上跑 过了两秒钟 龙飞城 诸葛吉和叶天元才反应过来 三人的脸色俱变 心态也从之前的稳的一批 变成了慌的一批 跑啊 龙飞城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 然后撒鸭子跑路 诸葛吉紧随其后 叶天元吓得脸都白了 对着几人的背影伸出手 我 我跑不快啊 你们谁拉我一把 结果前头的四人 没一个人回头的 大家用实力诠释了 什么叫做大便临头 各自飞 叶天元绝望地喊道 不是说好不抛弃 不放弃的吗 严首一扛着田卷 在前面跑 龙飞城和诸葛吉在后面追 严首一回头一看 发现队伍里少了一个人 不由地大喊 你们俩都不知道 带着叶天元吗 龙飞城喊道 严哥你说得轻巧 卷多重叶天元多重啊 要不你把卷给我 你去扛叶天元 好 你接着 严首一还真就把田卷 丢给龙飞城 转身往回跑 一点也不用顾忌田卷 会不会受伤 反正他有原生骨保护着 龙飞城猝不及防 细胳膊细腿的 根本就抱不动吃货田卷 和他身上几十斤重的口粮 接住田卷的那一刻 他的耳边传来咯噔一声响 紧接着 他就捧着田卷跪在地上 脸色苍白地说道 完 完了 我的腰好像断了 诸葛吉赶紧伸出援手 龙飞城以为他是要来扶自己 顿时感动 小吉吉 我果然没有白疼你啊 谁曾想 诸葛吉竟然是去抱田卷的 龙飞城心太崩了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也要对你姐姐使乱中气 诸葛吉想要在田卷面前表现一下 他弯下腰 发出一声低喝 结果不仅没有抱起田卷 反而被田卷 拖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一时间 三人之间充斥着尴尬的气氛 田卷叹了口气 主动起身说道 还是我自己来吧 说着 他反过来将龙飞城扛在肩上 一手拽着诸葛吉往前跑 诸葛吉震惊到 卷儿 你的力气怎么这么大 田卷一边扛着龙飞城奔跑 一边解释道 组长说 吃得越多力气越大 好吧 这个逻辑很简单 但诸葛吉总觉得过于简单了 本以为是队伍里最弱的女孩 结果却是天生俱力 扛着一个大男人 又拖着一个 竟然毫不费力 甚至是脸不红气不喘 半数猴子追着他们跑 剩下半数 则去追岩手一和叶天元去了 岩手一回头的瞬间 迎面看到的都是枪林弹雨 他连忙给自己周身套了一层金光咒 天刚金光咒的创始人要是知道 后世竟然有人用此等神咒 防御猴子的便便 怕是气得棺材板都要按不住了 金光咒这回不是覆盖在岩手一体表 而是撑起一个光照 所有的攻击碰到光照就停下来了 叶天元此时正一蹶一拐地往山林里跑 有树木的遮挡让他免受摧残 可他跑的速度并不快 早晚会被猴群追上 正在他绝望之际 他看到了更绝望的一幕 一团如人一样高的便便 正在急速朝他跑来 叶天元哆哆嗦嗦地喊道 便便便成精了 成你个头 严手一来到叶天元的面前 将他拉入金光咒的保护范围 叶天元此时才看清 原来是会长回来救人了 他顿时感激涕零 要不是严手一 他就要被猴群淹没 到时候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猴子们弹药有限 在经过一轮的远程魔法攻击之后 他们及时改变策略 抄起家伙 准备进战 严手一驱散了金光咒 便看到漫山遍野的猴子 将他们死死包围 围得水泻不通 猴群呲牙咧嘴 万分凶狠 树上有一只松鼠路过看戏 都被他们给抓住揍了一顿 然后用来擦屁股 真是一群山中恶霸啊 严手一骂道 秃头的棕毛猴走了出来 他似乎也知道 严手一是这群人类的老大 所以先要把他给解决了 叽叽叽 棕毛猴指着严手一 就是一通乱骂 骂得旁边的猴子直摇头 显然骂的内容太过难听 不堪入耳 严手一也来了脾气 正所谓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 如今严手一来了 便要让猴群见识见识 什么叫老虎 于是 在棕毛猴骂骂咧咧的时候 严手一突然上前一步 张嘴发出一声怒吼咆哮 猴 肉眼可见的声波 从严手一口中发出 震得四周地动山摇 树木更是不停摇摆 好几只没抓稳的猴子 直接从树上跌落 更可怕的是 声波钻进猴子们的耳朵里 震得他们头晕目眩 一时模糊 此乃佛门狮子猴 是妙计武僧 偷偷教给严手一的本事 一声怒吼 震得那棕毛猴难受恶心 捂着耳朵在树上打滚 严手一趁机一跃而起 来到棕毛猴的身边 从她的身后拎住她的后颈 棕毛猴落入敌手 缓过神后吓得不轻 一时间缩着脑袋 不敢动她 这只猴子是猴王吗 都别动了 严手一对着猴群喝道 你们要是再不听话 她可就要遭殃了 猴子们听不懂严手一的话 依然围在她身边 唧唧唧地叫个不停 严手一见状 俯身在棕毛猴耳边说道 你也不想变成五毛猴吧 那就让他们都安静下来 棕毛猴似乎听懂了 严手一的威胁 吓得浑身一颤 急忙熬一嗓子 猴群瞬间安静下来了 他好像听得懂人话 叶天元惊讶到 所谓猴子通人性 最厉害的 也只是经过训练后的猴子 能简单地理解人类的一些指令 做出相应的动作罢了 但这只棕毛猴 看着没那么简单 他甚至能听懂 严手一的威胁 这显然不是 一只普通的猴子 难不成是猴子精 严手一打量了一阵 否定了这个猜想 因为棕毛猴看着很年轻 而猴子修炼成精 最少也需要几十年 又或者是 有人训练过他 正在严手一拎着 棕毛猴诧异之时 忽然听到前方有人喊 手下留猴 严手一寻声看去 只见前方的树梢上 站着两只猴 呃 准确来说 是一只金毛猴 和一个穿着 打扮像猴的小个子 小个子穿着虎皮裙 爆炸头 腰上缠着鞭子 手里拿着一根长棍 脖子上 还套着一个金色的铁圈 他蹲在树上 但蹲姿和正常人不同 反倒像是只猴子 而且他似乎有多动症 时不时抓耳挠腮 要不是仔细看 还真会觉得 这家伙是个猴 严手一看着小个子 问 神仙 妖怪 还是精神病 小个子怒道 我是耍猴人 耍猴人 严手一精神一震 瞬间想通了所有的疑惑 耍猴人 从字面意思 便能知道他的身份 耍猴人也属于民间教派 普通的耍猴人 只是训练猴子 让猴子表演杂技 换取一些赏钱 而真正厉害的耍猴人 一般生活在山野里 和猴子为伴 准确来说 耍猴人就是猴群的猴王 那些猴子就是耍猴人的耳目 完全听命于他 并且非常通人性 猴子在耍猴人的手中 会很容易修炼成精 按照王吉王的理念 耍猴人和炼妖狮 勉强算是一个分类 宠物养成戏 峨眉山上有一名耍猴人 这解释了 为何严手一手里 这只棕毛猴会如此聪明 显然 整个猴群都是耍猴人的手下 而棕毛猴属于心腹级别 观察了小个子耍猴人 严手一又注意到 耍猴人身边的金毛猴 那金毛猴的年纪要大上不少 身上已经有妖气存在 说明这是一只真正的猴子精 耍猴人用棍子指着严手一 威胁道 赶紧把我的猴给放了 否则要拧好果子吃 严手一拎着棕毛猴 却不松手 反问道 我若是不放 你能拿我怎么样 耍猴人一时语色 他看出严手一不是普通人 否则也不会在十几米高的树梢上 如此气定神闲 犹豫了一下 耍猴人沉声说道 阁下见识过猴群的生化攻击吗 严手一的嘴角抽了抽 合着这猴群的陋席 就是你压娇的呀 你特么训练什么不好 训练猴群用便便扔人 严手一冷笑道 我觉得你的猴群 现在已经没有弹药了 耍猴人愣了愣 用质问般的眼神 看向棕毛猴 棕毛猴眼神躲闪 耍猴人顿时怒了 眼下的状态就好比 司令员刚刚杀到 手下的兵 却把弹药都打光了 好尴尬啊 正在耍猴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严手一忽然松开了手 放走棕毛猴 耍猴人疑惑 阁下这事 算了 只是一场误会而已 我放了这只猴 你也让猴群 别再找我们的麻烦 咱们就算两清 如何 好 耍猴人也是个爽快人 他把棕毛猴叫到跟前 却不理他 反而对着身边的金毛猴 说了几句话 随后 金毛猴便静止 跑到棕毛猴的面前 啪啪给了他两个大逼斗 棕毛猴挨打了 却不敢生气 只能低着头 接着挨金毛猴的骂 金毛猴骂了一阵 棕毛猴忽然跑到 严手一的面前 对他深深一鞠躬 然后抬起手 进了一个标准的礼 站在树下的叶天元 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原来网上说的不是段子 这猴是真敬礼呀 耍猴人笑道 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看阁下的模样 应该也不是普通人 咱们交个朋友 我叫齐东强 耍猴人又指了 指身边的金毛猴 说道 他叫欢欢 是这只猴群的猴王 性格大大咧咧 不拘小节 就是这名字 有点奇怪 齐德龙 齐东强 齐德龙东强 搞不好齐东强 还有个叫齐德龙的哥哥 两人凑一块 就真是敲锣打鼓耍猴戏了 齐东强荡了一个鞠韆 轻飘飘地落在 严手一的身边 友好的对他伸出手 严手一与齐东强握手 自我介绍到 鲁班传人 严手一 同时 我也是民俗研究会的会长 我就猜到 你们身份不凡 原来是鲁班传人 和皮影系传人 久仰久仰 齐东强客套了一句 严手一严重怀疑 这货不知道什么是 鲁班和皮影系 只是模糊地知道 大家都是民间教派而已 齐东强随后问道 民俗研究会是什么 你不知道民俗研究会 叶天元疑惑 两个月前的直播 你没看吗 两个月前的风神之战 已经让严手一名扬天下 叶天元不幸 还有人不知道 严手一和民俗研究会的名字 结果齐东强挠了挠头 问 什么是直播 叶天元 明白了 齐东强身居简出 一直在山中与猴子为伴 可能连手机都没有 更不知道什么是直播了 不过 这种生活竟然也挺好的 可以不受到世俗的纷扰影响 严手一摆摆手 这些都不重要 我看东强人品不错 是位值得结交的朋友 以严手一他们之前 和宗毛猴的矛盾 换作脾气稍微不好点的耍猴人 怕是肯定没那么容易和解 但齐东强却主动示好 还让手下的猴王欢欢 教训了宗毛猴一顿 说明此人虽然身居山林 但却心如明镜 十分明示力 有些人身在世俗红尘 反而不如齐东强这个野人讲道理 对了 我们还有三个伙伴 正在前头被你的猴子朋友们追赶呢 严手一说道 齐东强一挥手 这个简单 我让欢欢去请他们回来 齐东强一声令下 金毛猴王欢欢立刻冲了出去 领着身后的一大群猴子 没一会儿 猴子们又叽叽喳喳地回来了 五六只猴子拖着一个人 正是龙飞城他们三人 龙飞城在不停地挣扎着 诸葛吉则是躺平了 唯有田卷 不停地捶身边的猴子 那些猴子现在知道田卷是客人 不敢对他怎么样 又因为语言不通无法解释 所以只能默默地挨锤 被锤得满头是包 含泪把田卷送回来 快别打了 颜首一赶紧喝止田卷 三人原本以为要落入猴群手中了 忽然听到颜首一的声音 顿时精神一震 却见颜首一竟然和猴群们混在一块 三人满脸诧异 龙飞城喊道 颜哥 我们正欲死战 你何故先降啊 颜首一没好气地把三人接下来 解释道 不打不相识 咱们现在话敌为友了 他指着齐东强 介绍了一下他的身份 又一次向齐东强介绍龙飞城等人 听说这山中竟然有个耍猴人 而且那些猴子都是耍猴人的手下 三人惊讶地打量着齐东强 穿着个小皮裙 爆炸头 手里拿着一根棍子 还真有点像猴王的打扮 齐东强笑道 是我没管理好手下的猴子 给你们添麻烦了 话音才落 猴王欢欢又把宗毛猴喊了过来 这回宗毛猴学聪明了 不等欢欢动手 便主动跑到三人面前 鞠躬 敬礼 三人顿时瞪大双眼 惊呆了老铁 这是什么操作 宗毛猴一套操作行云流水 显然是经常闯祸 经常挨揍 以及经常道歉 只是他敬礼完以后 看三人的小眼神里充满了忧怨 他甚至还悄悄地对诸葛吉述终止 只是下一秒 宗毛猴就迎来了欢欢的一套王八拳 被打得嗷嗷直叫 见状 龙飞城和诸葛吉 发出了给给给的笑声 齐东强道 欢欢是猴王 乐乐是他的弟弟 众人恍然大悟 难怪欢欢能把宗毛猴 治得服服贴贴的 宗毛猴乐乐挨了揍 不敢再搞小动作了 委屈地跑到一边 欺负另一只秃顶猴去了 眼手一思考着 如今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他似乎可以向齐东强了解一下 峨眉山的情况 于是他问道 东强 你一直住在峨眉山吗 齐东强点头 从出生就在山上 从没出去过 难怪像个野人 不过从未下山的话 齐东强的性格 应该更顽劣一些才对 怎么会如此彬彬有礼 善解人意呢 颜首一将疑惑暂且放在一边 他说道 实不相瞒 我有一位朋友是峨眉派中人 最近我联系不上他了 而且 他们在失联之前 还给我发消息 让我赶来峨眉山 既然东强你一直在峨眉山 那你是否有察觉 最近峨眉山有什么不同 或者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问题问出口以后 齐东强也变得严肃起来 他缓缓说道 其实我之所以现身 也有一部分这个原因 这是什么意思啊 齐东强是为了峨眉山的事情 才拦下我们的 眼手一眉头一皱 感觉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只听齐东强说道 我是一名孤儿 小时候被父母遗弃在峨眉山 索性被一座尼股庵的师太收养 因为尼股庵都是尼姑 所以我没法跟着师父学佛法 倒是师父捡到了一本耍猴人的笔记 于是摸着石头过河 教会我耍猴人的本领 我八岁那年 师父病死 尼股庵被其他僧人霸占 我也被赶了出来 只能在山中与猴做伴 渴了就喝山泉水 饿了就吃野果 活得和野人没什么区别 后来的某一天 我遇到了一位峨眉派弟子 他在下山采药的时候 遇到了野狼 我恰好路过 便将他救下 后来才得知 他的名字叫采云 采云觉得我很有趣 于是经常偷摸下山找我玩 我本来是不喜欢和母 女孩子玩的 但采云长得很漂亮 听到这里 龙飞城翻了个白眼 你还不是缠人家的身子 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下见 兴许是齐东强的表达能力有限 所以说话都比较直 我和采云成为了好朋友 从那之后 我们经常偷偷见面 我教他采野狗 考小白兔 他教我读书认字 小白兔做错了什么味 兔兔那么可爱 为什么要考兔兔 不过严守医也搞明白了 为什么齐东强没下过山 却有如此完善的人格 看来都是那位叫做采云的 峨眉山弟子的功劳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 我和他依旧是好朋友 是真的好多年 我记不清多少年了 反正他越长越大 身上的味道 像是要生猴子的母猴 就在前几天 采云说 他托了他下山师姐 给我买了一份礼物 等师姐回来 就给我送来 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 我一直在等 但采云一直没来见我 以前那么多年 采云从来没有食言过 我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 所以想去峨眉山看看他 但峨眉派有禁止 我只是一个外人 没办法进入其中 也就见不到采云 齐东强神色落寞地说道 方才我正在考小白兔 欢欢突然告诉我 山里来了一群很厉害的人类 我赶紧就赶过来了 我希望你们是峨眉派的人 这样就能带我进峨眉山了 或者至少帮我 给采云带句话也行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齐东强会出现在这 且对严守一他们 如此宽容大度 甚至一言不合就揍乐了 原来这家伙 是有囚余人啊 严守一遗憾道 让你失望了 我们不是峨眉派的人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齐东强着急道 你们刚才说 你们在峨眉派的弟子 给你们传消息 说峨眉派出了问题 我现在很担心采云的安危 你们若是打算进峨眉派的话 能带上我一起吗 严守一反问 你不担心我们是坏人 齐东强摇了摇头 你们身上的味道 和彩云一样 龙飞城赶紧闻自己的身体 差一道 我们身上的味道 也像是要生猴子的母猴的味道吗 当然不是了 齐东强皱着眉头 我很难描述 大概就是好人的味道 以齐东强脑子里的词汇量 很难形容它的感觉 不过严守一心里大概有数 许多有灵性的动物 能够通过气味 分辨人类的好坏 如果一个人经常杀生 这个人的气味 肯定和不杀生的人不一样 齐东强是半个野人 多半也能闻出这种味道 分辨人的好与坏 既然双方目的一致 严守一也不会拒绝 和齐东强合作 而且 齐东强对峨眉山非常熟悉 也可以领着他们 少走弯路 于是 严守一对齐东强伸出手 行 那我们就结伴行 一起上峨眉拍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 齐东强激动地与严守一握手 然后点击脚尖 想要去拨弄严守一的头发 严守一满脸疑惑 而齐东强尴尬地收回手 解释道 我平常给欢欢抓跳枣习惯了 差点没忍住 严守一 还好齐东强是耍猴人 他要是耍狗人 岂不是要闻对方的屁股 来交朋友了 于是乎 双方人猴 就这么凑到了一块 浩浩荡荡地往山上前进 因为有齐东强 这个本地人做向导 总是带着严守一他们 走一些奇怪的小路 小路隐秘 却是真正的捷径 节省了不少时间 这种小路对普通人而言 不太好走 但大家都不是普通人 唯有诸葛吉体力弱一些 叶天元的腿脚不变 本来严守一 想让自己和龙飞城一人 带着一个 谁知道齐东强 为了禁地主之意 直接下令 让欢欢和乐乐 背着他们俩 欢欢倒还好 和大家没什么矛盾 挑了个叶天元 扛起来就跑 乐乐看着剩下的诸葛吉 满脸的不情愿 竟然要本侯背这个仇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齐东强见乐乐不乐意 便拿出一根香蕉诱惑她 乐乐见了 先是两眼放光 随后强行忍住欲望 对齐东强竖起两根手指 是一家伙 居然还会讨价还价 齐东强答应了 乐乐拿着香蕉 欢快地抱起诸葛吉 诸葛吉被乐乐公主抱抱着 满脸尴尬 不敢与乐乐对视 生怕这猴子一个不高兴 就把他从悬崖上扔下去 不过好在齐东强在猴群中 还是拥有着主宰地位的 尽管乐乐看诸葛吉不爽 却没有坐腰 一路保护着他前进 爬山是很枯燥的 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 大约爬了一个小时 龙飞城有些体力不支了 申请停下来休息一下 众人拿出水和干粮补充体力 乐乐眼巴巴地看着田卷 手里的薯片 田卷人美心善 便分了一些给乐乐 这可把乐乐高兴坏了 他嘴里叼着一片 两只手各拿着一片 炫耀式地在猴群里跑了三圈 结果遇到刚刚放风回来的欢欢 三片薯片全给抢走了 气得乐乐跑去向齐东墙告状 欢欢 不准抢乐乐的零食 齐东墙隔空教育 但显然是无效教育 因为欢欢第一时间 就把薯片给塞进嘴里了 齐东墙无奈地坐在眼手一身边 他忽然间想起一件事 说道 前些日子 我手下的猴子说 大鹅山里有奇怪的香味 奇怪的香味 嗯 闻起来像是很好吃的水果 而且即将成熟了 齐东墙皱眉道 猴子们闻到那香味都跟疯了似的 甚至不听我的命令 成天守在那里 直到那香味消失 他们才不情不愿地回来 我听欢欢说 那香味是他们从没有闻到过的 非常非常香 那果子一定很好吃 一旁的甜卷 光是听着就要流口水了 肚子也不争气地咕咕咕地叫起来 他忍不住问 那到底是什么果子啊 齐东墙咽了口唾沫 我也想知道 可惜香气的来源在 峨眉派里头 我进不去 猴子们也进不去 这个消息很有用 能让猴子们如此吃狂的果子 想必不是什么反品 应该是某种具有特殊能力的灵果 动物想要修炼成妖 努力让自己活得更久 然后修炼成妖 是一种途径 而另外一种途径 则是他们在深山老林当中 发现了某种灵果或者灵草 守护着它 直到其成熟 吃掉后开启灵质 直接进化成妖 那神秘的果子 之所以会吸引猴子 多半就是这个原因 按照齐东墙所说的时间线推断 果子成熟的时间 似乎就是峨眉派出世的节点 难道这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 距离灯顶 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半个小时之后 一切谜题都会解开 众人休息了大概十分钟 恢复体力以后 便再次开始攀登 半个小时后 阳长小鹿已经消失 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拦住了它们的去路 原始森林植被茂密 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落叶 里头不知藏着深坑 还是毒蛇 更要命的是 周围竟然开始出现白雾 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能见度便下降到五米之内 五米之外 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龙飞城忍不住说道 东强啊 你确定你走的路是对的吗 我怎么感觉 咱们要迷路了呀 齐东强答道 咱们已经在峨眉派附近了 每次靠近峨眉派 山里就会起大雾 让我们分不清方向 走着走着就下山了 我在山里这么久 有时候想偷偷溜进 峨眉派里看彩云 结果没有一次成功的 大家闻言 都有些不知所措了 有着大雾拦着 大家要怎么找到峨眉派啊 青城山和点一派的人 应该有办法 但此时没人会后悔 方才没跟着他们一起上山 所有人的目光 落在严守一的身上 只见严守一胸有成竹 根本没把白雾放在眼里 奶奶温玉仙 就在她身上的樱幕里 要是将奶奶放出来 肯定能找到进峨眉派的路 不过严守一 不打算打扰奶奶休息 她还有别的办法 她从胯包里 掏出了一块令牌 上书太峨令三个大字 这是当初灌云师 太托林晓晓送给她的 据说拿着太峨令 可以在峨眉山上横行无阻 也就是说 有太峨令在手 就肯定能找到 进入峨眉派的路 果不其然 太峨令刚刚现身 周身便闪过一道金光 随后眼前的大雾 忽然间向两边排开 让出了一条小路 更神奇的是 方才他们根本看不到有路了 而此时出现的小路 竟然还铺着青石板 似乎它本就存在 只是大家刚才没看到似的 猴儿们都惊呆了 乐乐忍不住挠头 但意识到 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了地中海 不由得垂头丧气 峨眉派 不愧是传承上千年的门派啊 诸葛吉感慨道 齐东墙则是激动不已 我果然没有跟错人 这样一来 咱们就能进峨眉派了 他和彩云认识这么久 却从没去峨眉派看过一眼 这几乎 要成齐东墙的心魔了 而如今 他总算能去看一看 彩云平日里生活读书的地方 是什么样子的了 严守一手握太鹅令 顺着小路往上爬 事不宜迟 咱们赶紧上山去看看 万年寺 终于到了 山中的白雾 忽然散去 出现在严守一等人面前的 是又长又宽阔的阶梯 抬头望去 阶梯似乎没有尽头 直通云霄 我们进来了 齐东墙兴奋的左顾右盼 似乎想要在山门入口 就找到彩云的下落 严守一也长出一口气 这来一趟峨眉山也太不容易了 峨眉派这个位置 基本与世隔绝 也难怪林小小没喝过可乐 并且无比留恋山下的时光 龙飞城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背对着峨眉派的山门 郁闷道 这破峨眉 路也推南爬了 狗都不来 话音才落 严守一怀中 温玉仙的魂魄忽然飘了出来 龙飞城连忙改口 峨眉山风景秀丽 真乃世间含有的洞天伏地 我真想一辈子 赖在这里不下山了 诸葛吉和叶天元 被龙飞城这变脸的功夫 给震惊到了 小龙哥 原来你也是民间教派传人啊 叶天元吃惊道 龙飞城一愣 差一问 为什么这么说 您肯定是变脸戏传人 叶天元笑道 好啊你 没大没小的 居然敢开我的玩笑了 龙飞城气得单脚跳跃 直接给叶天元 来了个地狱笑话 好在叶天元的腿 虽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但却并不是他心里的伤疤 这种玩笑他 还是开得起的 温玉仙环顾四周 脸上的悲伤减退几分 取而代之的是 故地重游的感慨 虽然前几个月 严仇带着他回来过一次 但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嫌回家的次数多的 上山的路不好走吧 温玉仙回头看向严首一 严首一摇摇头 奶奶开心就好 温玉仙指了指严首一的身后 说道 奶奶小的时候 就总坐在这里 看山下的云海 温玉 严首一回过头 忽然发现身后的森林消失了 她的身后 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云海 云朵随风翻滚 好似一层层放慢速度的海浪 偶尔有几只仙鹤在云中穿梭 更添几分仙气 一时间 众人都陷入 这美好的画面当中 久久无法言语 只有不懂情趣的猴儿们 已经迫不及待地往阶梯上爬 想看看这个陌生的地方 有没有野果吃 欢欢跑在最前头 她的身后是乐了 两只猴儿最先爬到阶梯的尽头 随后突然定在原地 与此同时 齐东墙眉头一皱 捂着鼻子说道 你们闻到了吗 好臭 臭 温玉仙顿时有点生气 峨眉派怎么可能臭 只是她是鬼魂 没有嗅觉 只能将目光投向严首一 严首一认真闻了闻 并没有闻出什么味道 兴许是距离太远的缘故 所以她开始攀登阶梯 很快 她也闻到了味道 是血腥卫 严首一 齐东墙 田娟三人 一口同声地说道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现 严首一直接全力攀登 一步就跨越十几级台阶 几个呼吸间 就追上了欢欢他们 她的脚步 同样定在了山门的位置 其他人纷纷跟上 山门中映入眼帘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忍不住瞳孔缩小 脸上写满了震惊 只见那原本整洁的门前广场 巨大的香炉四周 竟然躺满了尸体 鲜血早已经干涸成黑色 就几只石腐鸟 在啃食着尸体 他们似乎听到动静 吓得震慑而逃 因此也从尸体中 惊出了一堆虫子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温玉仙最后一个感到 她看到眼前的一幕 魂魄瞬间颤抖 差点就要消散了 奶奶 严首一害怕 温玉仙的情绪波动太大 会影响到魂魄的稳定 干脆强行出手 将温玉仙收回樱幕当中 她双手握着樱幕 低声安慰道 奶奶 您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我来调查 交给我 好吗 樱幕微微颤抖 似乎是温玉仙 在表达自己的情绪 好一阵子才停下来 看样子 奶奶的情绪 勉强稳定住了 但严首一 却不敢再将奶奶放出来 她生怕 后面还有更多血腥的画面 她收了樱幕 沉声对大家说道 我们两人一组 分头调查吧 有任何蛛丝马迹 都及时汇报 还有 记住大家不要想得太远 我担心 凶手还没有离开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感到心中一灵 峨眉派可不是什么 十八流小门派 他们的实力很强 凭个一流门派不成问题 但如此强大的门派 此时却疑似遭到灭门之灾 是什么样的存在 竟然有如此能力 严首一看了一眼齐东强 道 东强 你与我一起 齐东强默默地点点头 依照龙飞城的性格 过去他肯定会死死地 抱住严首一大腿 但这次他出奇地没有闹 而是选择和叶天元一起 其实龙飞城心里门清 如果严首一有选择 肯定会选择和他一组 但此时峨眉派 有如此诡异的情况 严首一的警惕心就拉满了 他担心齐东强 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妖人 故意引他们上山 所以 严首一要将最大的隐患 留在自己的身边 众人在广场上分头调查 严首一这边 在检查了几具尸体以后 很快就有了结果 广场上的尸体 大部分都是峨眉派女弟子的 但也有少部分非峨眉派弟子 通过着装辨认 他们是青城山和点一派的弟子 这几具尸体 严首一刚刚在山下见过 他们的死亡时间 和峨眉派女弟子的死亡时间不相同 鲜血还没有干涸 这个发现很关键 暴露出了两个信息 第一 青城山和点一派的弟子 比他们更早一步抵达万年寺 第二 青城山和点一派的弟子 刚刚被杀 意味着凶手很有可能还在万年寺 没有离开 但奇怪的是 广场上只有几具青城山 和点一派弟子的尸体 剩下的人去哪了 金币道长和黄秦苍 还活着吗 如果他们还活着 是否见到了凶手的模样 线索已经出现了 想要解开此处的谜团 找到金币道长和黄秦苍 是最直接的办法 金币道长和黄秦苍 提前一步抵达万年寺 随后就遭遇袭击 在付出一定代价后 他们有可能逃入万年寺 也有可能原路撤退返回 而最坏的结果是 他们被袭击者 给强行带走了 前两种可能的话 说明袭击者的实力 还没有强大到 无法对抗的地步 最坏的结果 便是最后一种 如果金币道长和黄秦苍 都被俘虏 搞不好袭击者 在实力和数量上 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峨眉派有什么宿敌 非要灭门才罢消 难道是新玄山派 这倒是很符合 新玄山派的作风 严首一一边检查尸体 一边在心里思考问题 之前听齐东强说 峨眉派有灵果出世 会不会是这灵果 吸引到了新玄山派呢 经过严首一的一番检查 发现青城山弟子 和点一派弟子的尸体 死于剑伤 他们身上的致命伤 都来自于剑血封喉 历剑飞快地划破他们的喉咙 让他们在痛苦中 挣扎着死去 只可惜 严首一这次没有带赶尸人 或者凤尸匠之类的 民间教派传人过来 否则从尸体上 应该能有更多的发现 两个门派弟子身上的东西 倒是完好无损 没有人碰过 这也坐实了 他们应该是因为 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画面 才被杀的 杀人者 没有其他动手的理由 紧接着 他又将目光 落在鹅眉派弟子的身上 鹅眉派只收女弟子 严首一没有去检查 他们的私密处 而是从暴露在外的伤口检查 从鹅眉派弟子的身上 严首一又发现了蛛丝马迹 鹅眉派弟子身上的伤口 十分凌乱 抓痕和咬痕很多 致命伤也都是因为 撕咬到了颈部大动脉 流血过多而死 和另外两个门派弟子相比 鹅眉派弟子 应该是死于猛兽袭击 而另外两个门派弟子 则是死于十分强大的剑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 鹅眉一眉头紧锁 很明显 先后动手的人不是同一批人 但也仅仅只能说不是同一批 而不能说不是同一伙 又检查了几具尸体 鹅眉一有了最后的发现 所有尸体的魂魄都被打散了 不管是鹅眉派弟子 还是青城山 典一派的弟子 尸体里都没有魂魄 不是同一批人 却都选择打散魂魄 这是为了防止什么秘密被发现吗 鹅眉一没有其他的发现 只能问一旁的齐东强 东强 你有什么发现吗 齐东强脸色难看 勉强地摇摇头 我觉得你比我聪明 连你都没发现 我就更不可能发现什么了 鹅眉一没有在追问 因为毫无头绪 让此时他的脑袋有些昏沉 为什么先后有两批人来到万年寺 他们杀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金碧道长和黄青苍 究竟去了哪里 关于失态 他们还活着吗 诸多疑惑无法解开 鹅眉一沉默着思考了一阵 最后也只能作罢 回头去与其他人会合 其他人分析出来的线索 和鹅眉一已经想到的差不多 甚至还没有他想的全面 外头广场上 已经没有什么可查的了 众人只能看向万年寺呢 万年寺面对着云海而见 穿过大门之后 正面所见的是一座无粮砖垫 顾名思义 无粮砖垫 便是没有防粮结构的大垫 又被称为无粮垫 它建于明万历28年 也就是公元1600年 是万历皇帝为母亲祝寿所建 众人集结在一起 小心翼翼 环步走进无粮殿 而齐东墙带来的那些猴子们 则被要求站在殿外等候 走进无粮殿 便可看到殿内的四面墙壁上 万佛围绕 佛光普照 内壁下部有24个佛刊 每个佛刊内放有铁柱的佛像 内壁中 上部弃有横刊道 也放有许多的小佛像 穷龙殿顶上 会着四位飞天的仙女 分别抱着琵琶 空猴 卢笙 笛子 形象生动 色彩鲜艳 殿顶四角和正中 立有五座白塔 中间的一座较大 四角的较小 殿顶四角 还是有诗 像 鹿等瑞兽 有人说 若把无粮砖垫 视为一个巨大的塔座 那么 无粮砖垫的整个造型 就是一个巨大的金刚宝座式塔 齐东墙才走进殿里 就忍不住抬头仰望四周 身体也跟着转圈 一边走着 他还一边忍不住 发出蛙的惊叹声 活脱脱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这就是彩云平常诵经打坐的地方吗 齐东墙自言自语道 这时候 严守依一把抓住了齐东墙 怎么了 齐东墙疑惑 严守依指了指齐东墙身后 脸色前所未有的阴沉 其他人的脸色亦是如此 齐东墙转过身 这才注意到 无粮殿的中央 有一座高近八米的谱贤铜像 谱贤菩萨 坐在六牙白象背上的莲花宝座之上 头戴五佛金罐 上嵌六颗宝珠 比一般菩萨更加华贵美丽 头像左微斜 双眉清秀弯曲 两眼寒神平视 笔小口端 腮部丰满 两耳配环 紧带相圈 胸垂珠视 上身垂直端座 身着披肩 环迹彩带 胸部半露 双腿盘曲 坐在莲花宝座之上 庄重之间又显自然 双臂弯曲 手直如意一枝 莲花宝座下 有一头白色大象 俯首贴耳 目光下势 普贤菩萨 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 雍容华贵 典雅端庄 但 真正让齐东强震惊的 并不是这座普贤铜像 而是铜像面前的人 在铜像前方的蒲团上 趴着一名年轻少女 少女面朝地被朝天 衣衫不整 好像被人凌辱过 齐东强见到这个背影 瞬间红了眼眶 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嘴里喃喃着 不可能 不是她 不可能 她跑了几步 忽然间停在机密之外 不敢再上前了 因为她认出来了 这个背影正是彩云的 是她朝思暮想的人 严守医犹豫了一下 对田卷说道 卷 你去帮帮忙 哦 田卷诺了一声 默默地走向彩云 伸手放在她的后背上 微微感受了一阵 低声说道 她已经死了 齐东强身子一阵晃动 最后无力地跪在地上 田卷脱下外套 披在彩云的下半身 然后将她翻过面来 这是一位长相 十分清纯的少女 鹅蛋脸 大大的眼睛 脸颊上有着 小小的雀斑 只可惜的是 此时这名少女的眼神 定格在死前的恐惧和痛苦 身体也有多处骨折 和淤青内伤 可想而知 彩云在死之前 不仅遭到了凌辱 更是在死前 被无情地折磨 一个如此天真可爱的少女 一心向佛 行善积德 最后却在自己 每日念经诵佛的地方 遇到了如此可怕的事情 她那时候 该是有多么的绝望 田卷看着彩云的尸体 竟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若不是遇到了 严守医和民俗研究会 说不定最后 她的结局也是这般 齐东强提起力气 爬到彩云的身边 从田卷手里 接过她的尸体 紧紧地抱在怀中 无声哭泣 无良店外 欢欢和乐乐 似乎感受到了 齐东强的情绪 纷纷拉长了脑袋 好奇地查看情况 龙飞城一阵沉默 最后看不下去了 上前安慰道 东强 先让他明目吧 我们会找到凶手 替他报仇的 齐东强仰起头 闭着眼睛 等到泪水流干 他才点点头 伸手 让彩云明目 但可怕的是 不管齐东强 如何拨弄彩云的眼睛 彩云竟就是无法合眼 他眼神森然地盯着 齐东强 似乎在质问他 为何没能救他性命 眼手一见状 站出来感受了一阵 也觉得奇怪 他明明已经魂飞魄散了 哪怕有怨念也无法聚集 怎么可能无法合眼 齐东强默默地将彩云平放 陈生说道 或许他是想等凶手 得到应有惩罚之后 再闭眼 诸葛吉在四周找了一圈 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劈开店内的功德香 勉强做了个棺材 让齐东强把彩云放进去 暂时将彩云的尸体 放进棺材当中 齐东强依旧无法释怀 但眼手一他们 不能就这么闲着 因为万年寺里的危险 还没有解除 况且找到凶手 才是他们当下最要紧的事 眼手一站在 朴贤铜像面前 心中一阵脚痛 凶手竟然选择在 朴贤铜像面前 凌辱彩云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之辈 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 此人敢做出 如此胆大包天之事 说明他的眼中 无神无佛 嚣张 狂妄至极 但 为什么是彩云呢 眼手一回望店前广场 广场上姿色 比彩云好的弟子有不少 为什么凶手偏偏选择了彩云 还用如此恶劣的方式 将他杀死 难道只是巧合吗 无良店内 没有其他的尸体 也没有打斗痕迹 香炉里的香枣已经燃尽 也没有更新的线索了 眼手一拍了拍 齐东强的肩膀 说道 该继续往里走了 彩云的仇 还等着你来报呢 齐东强缓缓起身 低着头 咬牙说道 我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 将他碎尸万段 怀着沉重的心情 六人带着一群猴 走出无良店 继续深入万年寺 连续的冲击 已经让众人的心情低沉 就连骚话最多的龙飞城 此时都格外地沉默 但他还是忍不住开口 问颜手一 颜哥 你说冠云姨婆 小小师妹 燕南飞他们会不会 别瞎说 颜手一打断道 龙飞城闭嘴不说了 但他的意思很明显 峨眉山遭遇如此可怕的袭击 弟子折损这么多 关云师太 作为掌门人 他能活下来吗 袭击者的首要目标 肯定是冠云师太的 况且 如果他们真的安全的话 燕南飞他们就不会失联 更不会发奇怪的坐标 给颜手一了 众人没走几步 齐东强忽然停下脚步 陈生说道 这样一处处搜寻太麻烦了 只见齐东强抬起手 一声令下 欢欢立刻领命 率领着身后的猴群 开始大范围冲入万年寺 上百只猴子密密麻麻 散进万年寺的各个地方 以他们的搜索能力 想必很快就会有结果 但颜手一却拦住了齐东强 你的猴子毛手毛脚的 他们有可能会破坏掉 证据和线索 齐东强此时已经不在乎那么多了 他拍开颜手一的手 陈生说道 彩云已经死了 其他的什么我都不在乎 我只在乎凶手的死活 如果我们动作再慢一点 让凶手逃走 我恐怕一辈子都会陷入愧疚当中 齐东强的目的是 在凶手逃走之前 将之找出来 然后为彩云报仇 但颜手一更理智 他不仅要替彩云报仇 更要搞清楚 幕后黑手袭击峨眉山的真正目的 可惜的是 齐东强下令以后 猴子们就拦不住了 不会听颜手一的劝阻 颜手一无奈 只能接受默默地等着消息 没一会儿 欢欢竟真带着消息回来了 齐东强低头与欢欢交流了一阵 随后便对颜手一说道 万年寺西南方 有一座天然的水池 欢欢的手下 看到有一群人类在那里 人类? 那群人是什么打扮? 颜手一怀疑是金碧道长 或者黄青苍他们 齐东强摇摇头 猴子的智商有限 表达能力更是有限 所以描述的不是那么清楚 既然有了线索 就没理由留在原地 颜手一当下招呼着其他人 一起往西南方赶去 为了以防万一 颜手一悄悄地向温玉仙 询问了西南方池子的事情 温玉仙的情绪 此时稍微平静一些 为了协助颜手一 他第一时间介绍起池子的来历 传说古时普贤菩萨奇象登山时 曾在一片池中集水喜相 后来这片池子便具有灵气与佛运 也因此而得名喜相池 在万年寺 不是什么弟子都有资格去喜相池的 温玉仙小时候虽然出入无碍 但普通弟子 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进入喜相池 而此时 却有一群外人在喜相池旁边 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 众人脚步飞快 很快就来到喜相池外 严守一一马当先 拨开树叶 便看到一群白袍人 正在喜相池旁 清洗着衣物上的鲜血 典一派弟子 严守一惊讶到 典一派的掌门黄情仓赫然在其中 而且此时此刻 他正在指挥着手下弟子们 将一具具尸体扔进喜相池当中 黄掌门为什么在处理尸体? 诸葛吉无法理解 严守一耳朵动了动 超乎常人的听力 隔着几十米 也依然能清晰地听到 黄秦苍的声音 赶紧把尸体处理了 其他人抓紧时间恢复体力 待会儿金碧老道现身 一定不能放过他 严守一心里一灵 黄秦苍在追杀金碧道长 这又是为何? 如果典一派和清晨山不合 那么有没有可能 广场上的尸体 就是他们互相厮杀后的结果 不对 严守一眉头紧锁 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清晨山弟子用的是匕首 典一派弟子喜欢用拳脚功夫 但之前死在广场上的人 两个门派的弟子皆有 而且他们的伤口明显是剑伤 匕首因为过于短小 造成的伤口比起剑伤会更前几分 伤口的走势也和剑伤不一样 这一点严守一可以肯定 杀死两个门派弟子的凶手 一定是用剑的 此时黄秦苍和他手下的弟子们 全都赤手空拳 没有带任何武器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正在严守一思考之际 齐东强已经忍不住了 直接冲向黄秦苍 他不认识黄秦 黄秦苍只知道黄秦苍是峨眉派的外人 而此时出现在喜相池 又是外人 自然成为了齐东强的第一怀疑对象 啊 齐东强一边狂奔 一边怒吼 我杀了你们 这突然冲出一人 而且带着杀意 就连黄秦苍也吓一跳 只见齐东强冲到黄秦苍面前 一跃而起 手中的棍棒 毫不客气地朝着黄秦苍的脑袋招呼 黄秦苍也迅速反应过来 赤手空拳 双手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 竟然将齐东强的棍子推到一旁 砰的一声 棍子砸在一旁的大侵蚀上 巨大的侵蚀瞬间崩碎 齐东强并不死心 又是一棍横扫 黄秦苍高高跃起 长棍横扫 棍气纵横 在黄秦苍身后的喜相池里 炸起巨大的浪花 最高达到了十几米 黄秦苍也不是缩头乌龟 在反应过来以后 他大喝道 众弟子听令 拿下此人 典一派弟子一拥而上 将齐东强压制 齐东强困手游斗 不停地挣扎 宛如一只发疯的恶犬 比人多是吧 齐东强发狠道 欢欢 乐乐 过来帮忙 话音才落 躲在山里里的猴群 一一现身 欢欢和乐乐 更是拿着木棍和大石头 步步逼近典一派弟子 黄秦苍脸色一沉 你是民间教派传人 黄秦苍可是对民间教派传人 恨之入骨的 如今在峨眉山上 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小子 又二话不说想杀人 黄秦苍可不准备惯着 他举起手 想要一巴掌 拍碎齐东强的脑袋 黄掌门 手下留人 关键时刻 严首一跳了出来 拦住了黄秦苍 严首一突然杀出 一个纵地金光 出现在黄秦苍的身边 单手便扣住了他的手腕 黄秦苍乃是炼家子 用力大如牛来 形容他都过于苍白了 但严首一是天煞失魁 力量同样大的可怕 这才能强行拦住黄秦苍 被严首一拦下 黄秦苍面露惊讶之色 随后本能地抽身退步 避免被严首一 发起连续攻击 好在严首一并没有追击 而是拦在齐东强前头 冷声对黄秦苍说道 皇掌门为何在此 龙飞城等人 也纷纷站出来 和典一派弟子对峙 齐东强怒吓道 还用问吗 峨眉派里怎么可能有外人 肯定是他们 杀了峨眉派弟子 黄秦苍闻言勃然大怒 休得胡言乱语 我典一派 也是西川有头有脸的大门派 岂容你如此诽谤 更何况 还不是你严首一 让我们前来查看情况的 如今怎么到达一耙 乱泼脏水 严首一也回头解释道 东强 这位是典一派掌门 他和青城派的金币道长 都是我请来调查 峨眉山的帮手 齐东强这才稍微冷静了一些 但还是用怀疑的眼神 望着黄秦苍 黄秦苍脸色极为难看 质问严首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放人再说 黄秦苍哼了一声 对手下弟子点点头 那些压着齐东强的点一派弟子 这才将他放了 齐东强不服地扭着脖子 转着手腕 他们拦不住我的 再给我几秒钟 我就能挣脱束缚 好了好了 知道你牛逼了 龙飞城拍了拍 齐东强的肩膀 严首一见场面有所缓和 便主动对黄秦苍说道 我在上山的路上偶遇这位耍猴人 他叫齐东强 我们结伴上山 方才才找到万年寺 看到外头广场上全是尸体 其中甚至有点一派和青城山的弟子 敢问黄掌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金碧道掌人呢 如今遇到了黄秦苍 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契机 许多问题即将解开 只见黄秦苍满脸戒备地望着眼手一等人 但最后还是选择坦白 我们进入万年寺后 也发现了遍地的尸体 正在检查的时候 忽然冒出了一伙神秘人 对我们发起袭击 一开始 我们还在合力对抗 但后来不知为何 金碧道掌突然率领着青城派弟子 对我们出手 最后 我也是拼了性命 才带着弟子们逃到此处 金碧道掌反水了 广场上的人 都是金碧道掌的人杀的 眼手一故作恍然地点头 但心里 却对黄秦苍产生了怀疑 黄秦苍的话里 有着巨大的漏洞 第一 金碧道掌既然选择动手 那肯定不会给黄秦苍留生机 万年寺就这么大 黄秦苍怎么可能安然逃到喜相池 第二 广场上两个门派的弟子 都是死于剑伤 这一点和黄秦苍所说的不同 如果是两个门派弟子厮杀的话 青城山弟子应该死于顿鸡 或者内伤才对 毕竟点一派弟子不善用武器 他们修炼的是化镜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黄秦苍为何在处理尸体 眼手一不留痕迹地看了一眼喜相池 里面全都是青城派弟子的尸体 但却没有金碧道掌的 原来如此 没想到金碧道掌 竟然是如此邪恶之案 眼手一恍然大悟 嘴上说道 俄眉派多半也是金碧道掌的所作所为 我愿意和黄掌门联手 铲除这个人间祸害 黄秦苍文言 面露喜色 竟一口答应下来 好 有言会长的加入 别说杀了金碧道掌 就算是生擒此贼 都是有机会的 眼手一伸出手 打算与黄秦苍结盟 黄秦苍毫无防备地 握住眼手一的手 下一秒 眼手一忽然扭过肩膀 巨大的力道 直接将黄秦苍的手臂 凝成麻花 啊 黄秦苍突兀地发出一声惨叫 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一跳 齐东强想要拉着眼手一点 嘴上惊慌道 不 不至于 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 我也不怪他们啊 小个子齐东强 还以为眼手一 在为他打抱不平 在场这么多人里头 只有诸葛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推着龙飞城 田卷和叶天元往后退 眼手一一个铁靠山 又将黄秦苍 撞得亮枪后退 皇掌们 既然要演戏 就应该事先编好剧本 眼手一冷声说道 你的说辞漏洞百出 凭什么以为 我会天真的相信你 黄秦苍后退了十几步 才稳住身形 他用手拎着另一只胳膊 因为剧烈的疼痛 而脸色有些苍白 你 黄秦苍沉声问道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很多地方 眼手一淡淡地说道 但不怪我太聪明 而是你们的破绽太多 难道是因为我是一个后辈 才会让你们如此轻视 黄秦苍无言以对 只是眼神变得十分争鸣可怕 和之前那股正派作风完全不同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龙飞城茫然道 之前双方还要达成合作 怎么说出手就出手 黄秦苍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是哪一方的人 田卷和叶天元 也搞不清楚状况 只有诸葛吉低声解释到 黄秦苍在撒谎 黑化的不是金碧道长 而是黄秦苍自己 他带着典一派弟子 对青城山弟子出手 喜相池里的尸体 就是最好的证据 另一个更加有利的证据 就是广场上两个门派 弟子尸体上的剑伤 这一点 诸葛吉也发现了 只是他一直藏在心里 谁都没有告诉 方才见到黄秦苍以后 所有的线索 在诸葛吉的脑子里 都串起来了 他本想提醒颜首一 不要信任黄秦苍 没想到颜首一早 就怀疑黄秦苍 并且在所有人 都出其不意的时候 先下手为强 打伤黄秦苍 会长终究是会长 厉害 诸葛吉打从心底里 佩服颜首一 颜首一没有过多的解释 他的行动 已经说明一切 黄秦苍也知道 事情没有再反转的可能了 他紧紧地扣住 自己的手腕 强行掰正 一阵清脆的骨头摩擦声响起 黄秦苍的手 被他暂时复原 只是灵活度显然不如之前了 我可真是小瞧你了 颜首一 事情败露 黄秦苍也不打算演戏了 他的脸色变得阴沉 眼神阴冷中透着杀意 整个人的气质 从一个德高望重的武学宗师 变成了一个奸诈之徒 颜首一冷声问道 峨眉派的弟子是你杀的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黄秦苍冷笑 我这么做的理由 你无需知道 因为你们即将变成死人 因为你是新玄山派的十二元臣 颜首一不惧威胁 继续追问 李根苗交给你们的任务 一是分裂门派 二是制造名门大派 和民间教派的矛盾 但我想不通 你灭峨眉派的理由 齐东强也逐渐意识到 黄秦苍的真实身份 他双眼圆瞪 恶狠狠地问 彩云是你杀的吗 你们的废话太多了 黄秦苍低贺一声 点一派的弟子 立即将颜首一等人包围 他们该不会以为就凭他们 能拦得住我们吧 龙飞城吃笑道 一旁的诸葛基 扶了扶眼睛 低声提醒 小龙哥 点一派是武学门派 他们虽然不擅长对付鬼怪 但杀人他们最在行 一个厉害的道士 是很有可能死在一名武学宗师手中的 诸葛基审视了几方队伍 他发现 几方除了严首一 有一定战力以外 其他人都不是点一派的对手 自己和龙飞城是战武渣 就不用提了 叶天元还是个瘸子 反而是身为女孩的甜卷 一身蛮力 能够以一敌三 齐东强也勉强算一个战力 可就算算上所有人 面对黄秦苍带领的 近十名点一派弟子 也依旧双拳难敌四腿 按照诸葛基的推断 最坏的结果 便是黄秦苍拖住严首一 而点一派弟子 对他们进行围剿 等到严首一收拾了黄秦苍 他们这些跟班 也死得差不多了 听了诸葛基的分析 龙飞城的眼角抽了抽 若是放在以前 他此时说不定就向征信地认耸一下 对黄秦苍说几句好话 试试能不能避免动手 但这一次不同 他想到了无良殿里 那个被凌辱致死的彩云 想到广场上 那么多无辜弟子的尸体 龙飞城便没有斗嘴 而是认真地拔出了身后的彩威剑 低声说道 打就打吧 小爷我虽然实力不强 但极限一换意 肯定没问题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杀一个不亏 杀两个血传 今天小爷就和你们这群人 扎败类拼了 诸葛基和叶天元 吃惊地看着龙飞城 只觉得小龙哥和平常的样子 大不一样 二人忽然都明白 为何严守一身边厉害的人那么多 他唯独喜欢带着龙飞城 龙飞城虽然吊锅的不靠谱 但在关键时刻 他一定是冲在最前头的那个人 打就打吧 诸葛基咬牙道 杀一个不亏 杀两个血传 黄秦苍见他们如此斗志昂扬 不由地眯起眼睛 那就杀 黄秦苍飞速奔向严守一 其他点一派弟子 果然直接放弃围攻严守一 转而围攻龙飞城等人 严守一低声对甜卷说道 保护好大家 我只需要十个回合 杀黄秦苍 只需要十个回合 说吧 他也主动冲向黄秦苍 二人正面遭遇 同时出拳 拳头在瞬间碰撞 发出一声巨响 严守一依靠着超强的身体素质 身体纹丝不动 但依旧被黄秦苍强大的拳劲 冲得手臂生疼 而黄秦苍 在严守一对拳的一瞬间 使用了点一派的画镜绝学 巧妙地将拳力划开 在他的身后 喜相池的水面 出现了一道扇形大浪 正是黄秦苍引走的 严守一的拳劲 画镜功夫 杀伤力虽然有限 但其诡诀手段 能够划掉一切攻击 在自己身体上的力量 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短暂的交锋 让严守一略微吃惊 暗道这个黄秦苍 不愧是掌门级别的人物 想当初 他在龙虎山 遭遇严仇的仇人 同样是大宗师级别的 行一拳掌门马红 对方不会什么道法 更不会抓鬼 但是却一拳 废掉了严守一两条胳膊 如今看来 黄秦苍丝毫不弱于马红 但好消息是 严守一也不再是 当初那个愣头青了 黄秦苍画权围长 拍向严守一的天灵盖 严守一双手举过头顶 手臂上泛起金光 犹如镀上了一层黄金 大 恐怖的掌力 拍在严守一的手臂上 却是好像拍在一口 大钟上似的 发出沉闷的声响 严守一毫发无损 反而是黄秦苍连退束步 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佛门惊深 严守一自爆本领 语气淡然 会得可真杂 黄秦苍嘲讽一声 俯身一个扫堂腿 响攻严守一的下盘 严守一一跃而起 黄秦苍立即收招 飞身打出一个上钩拳 我看你往哪躲 原本在浮空状态下 严守一是很难躲掉这一击的 但在关键时刻 严守一忽然抬起手臂 瞄准一旁的大树 从袖中射穿了一根飞锁 是马家兄妹 送给他的飞虎爪 飞虎爪抓住了树干 严守一瞬间借力调整姿态 不仅躲过了黄秦苍的攻击 反而一脚踹在黄秦苍的胸口 黄秦苍狼被落地 连退束十步 只觉得身体里气血翻涌 差点要吐出来 好在他及时运起 平息了气血 严守一落地 飞虎爪自动收回 他说道 两个回合了 他的目标是 十个回合之内 拿下黄秦苍 而此时 龙飞城他们的战斗 也已经陷入胶着状态 龙飞城拿着彩威剑乱灰 诸葛吉躲在他的身后 叶天元则是被启东墙保护着 欢欢和乐乐 则是在一旁扔石头骚扰 其他的猴子则不敢轻易出手 即便有两只猴子帮忙 四人还是被点一派弟子压着打 很是憋屈 唯有田卷不一样 这个看着柔柔弱弱 痴痴呆呆呆的少女 开打之前二话不说 跑到一旁抱住一棵大树 气沉丹田 闷哼一声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硬生生拔起一棵大树 大树的树干 足足有龙飞城的腰那么粗 活脱脱的一个林黛玉 倒把吹羊流 当真是田家有女初长成 立拔山西气盖世 拔了一根大树 田卷就抱着大树 追着点一派弟子砸 点一派弟子修的是化镜 能够轻松化解拳脚攻击 但一整棵大树砸下来 他们拿头去化 于是乎 战场分成了三个部分 严守一和黄青苍对峙 龙飞城四人被围攻 然后就是田卷举着大树 追着两名点一派弟子砸 见龙飞城他们暂时安全 严守一也松了口气 专心对付黄青苍 似乎是在严守一守上 讨不到便宜 黄青苍有些恼怒 他双臂一阵 周身竟有肉眼可见的气旋环绕 竟是传说中的护体钢气 传统武学也和民间教派类似 因为科技的发展 人们已经不再需要 刻苦练习武术防身 因为大部分人 也练不到能夺子弹的地步 所以就没人愿意练习了 再加上战争的那些年 许多传统武学的传承者 都为国捐躯 死在了战场之上 导致如今传统武学落寞 会真功夫的人屈指可数 时至今日 传统武学的处境 比古一还要糟糕 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传统武学 认为那是花拳绣腿 不如西方的格斗术 以及那踢木板的跆拳道管用 时不时冒出的自称武学大师的小丑 也为传统武学丢尽了脸 但真正强大如黄青苍这样的高手 可是可以召唤出真正的护体钢气的 钢气围绕着黄青苍的身体旋转 卷起了地上的沙土与落叶 他的一招一试 皆有钢气加持 破坏力提升了不止一星半点 接我一拳 黄青苍爆喝一声 弓向严首一 严首一不清楚黄青苍的身前 便后退闪躲 黄青苍的拳头 从他的肩膀上方擦过 但严首一的脸部和肩膀 却似乎遭到重击 他退后好几步 侧头一看 肩膀上的衣服已经化为碎片 肩膀更是血肉模糊 伸手在摸摸侧脸 竟都是鲜血 明明黄青苍都没有碰到自己 严首一忽然明白了 是黄青苍的护体钢气在作祟 护体钢气不仅提升了黄青苍的防御力 还让黄青苍的拳脚得到了距离上的提升 此时此刻 哪怕黄青苍在两米之外隔空出拳 霸道的钢气也会攻击到两米外的自己 传统武学 深不可测 严首一低声说道 可惜了 如此厉害的武道大宗师 却行了苟且之事 即便严首一联系点一派的传承 今日也不得不替天行道 只见严首一双手合时 口中念出梵音 喜相池旁闪过一道金色佛光 全是来自于严首一的身体 他的周身镀了一层金 整个人宛如金柱雕像 这是他权力状态下的佛门金身 但这还没完 他金色的皮肤上 缓缓覆盖了一层细细的 半透明的鳞片铠甲 正是沁江将军传给他的细灵铠 有细灵铠 加上佛门金身双重的防护 严首一的防御力 提升到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地步 此时黄秦苍再想伤他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黄秦苍也感受到了严首一的变化 他不幸邪地冲上前 一拳轰向严首一的胸膛 当 拳头实打实地落下 但严首一竟如磐石一般 一动不动 毫发无损 黄秦苍不敢相信地看着严首一 严首一低声说道 现在前置条件变了 五个回合之内 我要娶你狗命 在佛门金身与戏林凯的双重加持之下 严首一的防御力 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 这几乎能让他立于不败之地 防御上没了顾虑 接下来便是疯狂地输出 严首一眼神一鸣 身子瞬间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黄秦苍的身后 什么时候 黄秦苍大惊失色 他的速度已经超出常人范畴了 严首一的速度 怎么可能比他还快 很简单 你只是肉身上的速度提升 而我用的是纵地金光 是道法 严首一一全轰向黄秦苍的后背 黄秦苍有护体钢器保护 却还是亮腔前进 脸色战红 气血翻涌 说好的五个回合 严首一绝对不会多出一招 更不会给黄秦苍逃跑的机会 他栖身上前 准备乘胜追击 但黄秦苍也迅速反应过来 以拳画掌 打算用画镜对付严首一 严首一健壮 竟也改成出掌 这一变化 让黄秦苍心里纳闷 对严首一而言 此时明明拳头更有杀伤力 为何他却要用掌法来攻击自己 来不及思考太多 黄秦苍一掌 拍向严首一 严首一以掌还击 双掌相碰 黄秦苍用画镜画解严首一的掌力 但奇怪的是 这一次 黄秦苍的身后的喜相池 没有再出现画镜后的涟漪 力量都跑到哪去了 正在黄秦苍闷闷之时 只见严首一手掌 变得十分轻柔 在自己的面前画圆 黄秦苍面露骇然之色 作为武道宗师的他 很清楚地知道 严首一同样在使用画镜 他吸收了二人队长的所有力量 四两拨千斤 严首一双臂一震 两掌同时拍在黄秦苍的胸口 黄秦苍身上的护体钢器 瞬间被迫 吐血到飞 与此同时 那被迫的护体钢器 卷落下来的沙石落叶 在严首一的脚下 缓缓形成了一道太极图 严首一便站在太极图的中央 摆出了太极拳的姿势 太极拳的四两拨千斤 与点一派的画镜十分相似 黄秦苍没料到严首一 在太极拳的造诣竟然如此之深 所以才跌了一个大跟头 只见黄秦苍跌落在地 口吐鲜血 满脸骇然 怎么可能 不好意思 我会得有点杂 严首一以牙还牙 那无辜的表情 让黄秦苍差点气得背过气去 如今他护体钢器被迫 并且身受重伤 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而此时此刻 正好是严首一所说的五个回合 不多不少刚刚好 皇掌门 还要打吗 严首一淡淡地说道 我还有很多底牌没有出 甚至连武器都没有拿出来 赤手空拳 已经将黄秦苍打败 若是他在动用武器 或者其他的道法 恐怕黄秦苍撑不到两个回合 武道终究是太艰难了 即便黄秦苍这类人加倍努力 力量依旧被凡人的身躯所限制着 而血肉之躯终究有极限 是绝对无法突破的 这也导致了 如此厉害的黄秦苍 却被严首一轻松击败 因为二者本就不在同一个跑道上 只是 严首一心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他认为黄秦苍 是很有可能再坚持几个回合的 之所以他中途口出狂言 把十个回合改成了五个回合 便是因为他之前 对黄秦苍实力的估算 是在十个回合等级 然而交手之后 他对黄秦苍的评价 却直线下降 不过此时 黄秦苍已经落败 思考那些也没什么意义 只见黄秦苍满脸的不甘 但最后还是低下头 沉声道 我认输 他已经没有胜算了 就算重回巅峰状态 严首一能击败他一次 就能击败第二次 第三次 严首一点点头 让你门下的弟子停手 黄秦苍回过头 喝道 都停手 围攻龙非城 他们的典一派弟子停手了 但是被田卷追着的三名弟子 却抱头喊道 快让他停手啊 黄秦苍看向严首一 严首一无奈喊道 橘暂时停手 田卷闻言 呜了一声 不再追逐 同时随手将大树扔到一旁 大树撞在别的小树上 直接将小树压的树干折断 现场惨不忍睹 三个被田卷追杀的点一派弟子 这才有喘息的机会 回想到刚才被追杀的恐怖画面 三人都是满脸后怕 原本以为挑个女子最好对付 没想到却挑了个最狠的角色 点一派弟子全部停手 龙非城他们的压力瞬间消失 看到严首一已经打败黄秦苍 众人都忍不住松一口气 齐东强第一时间抄着棍子 冲向黄秦苍 迎头便给了黄秦苍一棍 黄秦苍的脑袋被打出了一个包 头晕眼花 虽然愤怒却是不敢吭声 是不是你杀了采鱼 你说啊 齐东强怒吼着 又抬起棍子 要打黄秦苍 这下点一派的弟子 纷纷坐不住了 扑上前来拦着齐东强 龙非城也喊道 别打了 打死了 我们审谁啊 万一鹅梅派还有幸存者呢 这话倒是点醒了齐东强 他强忍着怒火 没有继续动手 诸葛吉诧异地看了严首一眼 他心里有个疑惑 但并没有着急说出来 叶天元则是低头看着黄秦苍的影子 皱着眉头 在思考着什么 严首一一把抓住黄秦苍的衣领 冷声问 说 你到底是受谁的指使 为何要杀鹅梅派的弟子 清城派的弟子 又是怎么回事 黄秦苍的嘴角有血 脸色苍白 面临绝境 他不仅不害怕 反而冷笑起来 哈哈哈哈 严首一 你很聪明 也很强大 但那又如何 你终究要被玩弄在鼓掌之间 龙非城气不过 冲上来给了黄秦苍一耳光 我让你搞清楚 现在谁才是被玩弄在鼓掌之间的人 打了黄秦苍以后 龙非城指着他的鼻子问道 说 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挨了耳光的黄秦苍 对着龙非城微微一笑 道 你凑近点 我就告诉你 龙非城没想太多 凑上前 以为黄秦苍真的要坦白了 没想到黄秦苍 却忽然从口中吐出了一团烟雾 严首一立刻松开了手 带着龙非城后退 小心 雾气有毒 龙非城则捂着鼻子骂道 草贪娘的 这味太冲了 你十年没刷过牙了 黄秦苍冷哼一声 趁机脱身 毫不犹豫地往山林的方向逃跑 道手的俘虏 怎么能轻易放跑 严首一眼神一冷 直接召唤出斩破刀法身 朝着黄秦苍的背影 扔去 这家伙贼心不死 不费他半个身子 恐怕是不会消停 以严首一的力量 扔出的斩破刀威力 不亚于从车弩上发射的巨大弩箭 完全可以将黄秦苍 直接钉在地板上 而且 黄秦苍身受重伤 虽然移动速度很快 但却未必能躲得过斩破刀 眼看着斩破刀越来越近 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现了 只见点一派的弟子 竟然都奋不顾身地冲向黄秦苍 用身体挡住斩破刀 为黄秦苍创造逃跑的机会 扑呲 斩破刀的法身 直接贯穿了一名点一派弟子的身体 随后其他的弟子 也跟在黄秦苍的身后 严首一脸色一沉 喝道 所有人一起追 黄秦苍是他们眼下的唯一线索 可千万不能让他逃跑 所有人都开始追逐黄秦苍 严首一亚尝试着再次召唤斩破刀的法身 将黄秦苍留下 但结果就与之前一样 点一派弟子全部像疯了似的 在黄秦苍背后挡刀 一连杀了两名点一派弟子 严首一不想继续浪费力气 也不想看着点一派弟子 为黄秦苍白白牺牲 于是不再使用斩破刀 而是单纯地追逐 没想到还没有追出去多远 出现在黄秦苍面前的 竟是一片悬崖峭壁 更让严首一意外的是 黄秦苍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其他的点一派弟子 脸上毫无恐惧之色 宛如提线木偶般往下跳 拦住他们 至少留下一个 严首一吼道 跑在最后的叶天元文言 直接停留在原地 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简易的皮影系小人 这个小人做工粗糙 看起来和阿公的杂指人 没什么区别 他扔出皮影系小人 小人瞬间消失 下一秒就出现在一名 点一派弟子的身后 没入这名弟子的影子当中 影子里 奇怪的光芒闪过 随后这道影子 就变得比其他的影子 要黑上几分 这名弟子浑身一震 竟然定在原地 不再逃跑 天元 干得好 严首一忍不住夸奖 事出紧急 叶天元也只能够拦下 这一名点一派弟子 而其他的人 已经全部跳下山崖 严首一来到悬崖边往下看 山下近视云海 看不到黄秦苍等人的尸体 想要追击 也不太现实 他收回目光 眉头紧锁 因为黄秦苍的逃脱 让原本已经明朗的线索 直接丢失 峨眉山上发生的事情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让他最无法理解的 便是黄秦苍 此人和峨眉山 有什么仇什么怨 竟然会在山上大开杀戒 而且 他似乎有别的谋划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叶天元施展了 皮影戏传人的本领 留住了一名点一派弟子 兴许可以从这名弟子身上 得到些线索 为了防止这名弟子逃跑 严守一从胯包中拿出绳索 将此人五花大绑 叶天元走了过来 脸色严肃地对严守一说道 会长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禀报 你说 黄秦苍和点一派弟子 都被人控制了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诸葛吉皱眉道 被控制了 怎么控制的 诸葛吉指着被俘虏的 点一派弟子的影子说道 控制他们的是一群皮影戏传人 何出此言 严守一在短暂的惊讶后 就恢复了理智 方才战斗的时候 我就觉得奇怪 这些人空有五夫的实力 却没有五夫真正的技巧和意 方才我在使用皮影戏一脉的本领 想要控制这名点一派弟子的时候 发现他的影子里 已经有其他皮影戏传人的存在 我将那人的意识抹除 这才控制了这名弟子 叶天元又解释道 我们皮影戏传人 擅长摆弄影子 我这一招叫做弄影术 可以通过影子操控活人 听了叶天元的解释 其余人不由得高看叶天元几分 别看叶天元是个瘸子 但他却可以直接控制别人 战斗的时候 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 光是弄影术就足够厉害的了 要是他还有别的本领 那就更加强大了 难怪阿公会如此看重他 齐东强问道 所以 你的意思是 刚才那个叫黄秦苍的家伙 是被皮影戏传人所控制 真正杀人的是他背后的皮影戏传人 叶天元点头 没错 他们所有人都被控制了 这背后 果然是民间教派传人在搞鬼 严守一喃喃着 忍不住抬起头 露出苦恼之色 叶天元的发现 解开了一部分谜题 真相出乎意料 但又在情理之中 严守一现在可以肯定 幕后黑手 就是星玄山派的十二元臣 而且就是那个皮影戏传人 只是不知道 这个皮影戏传人 是十二元臣中的哪一个 峨眉山上 还有没有其他十二元臣的传人 天元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你能在多远的距离之外 控制他人 严守一问 叶天元思考了一阵 达到五公里范围内 文言 严守一精神一阵 叶天元的实力应该不差 如果他的操控范围 只在五公里内的话 十二元臣 最多不过十公里范围 也就是说 对方依旧藏在峨眉山中 他立刻对齐东强说道 东强 这回需要你出手了 麻烦你派出猴子们 在附近搜索皮影人的下落 齐东强没有废话 直接喊来欢欢与乐乐 对他们发号施令 猴群领着命令 毫不犹豫地开始搜寻 做出安排之后 严守一将目光 放在被控制的 点一派弟子身上 解开他的控制吧 叶天元点点头 直接伸手 从这名点一派弟子的影子里 捡起了一个皮影小人 点一派弟子浑身一颤 脸上逐渐有了表情 目光也不再呆滞 他看清楚周围的环境 与严守一几人 正要开口说话 下一秒却面露痛苦之色 救 救我 他无助地望着严守一 说话的时候 黑色的鲜血 从他的嘴角流淌而出 严守一当即意识到了情况 他嘴里有毒 快救人 养骨师田卷儿赶紧出手 只可惜的是 他还没来得及做什么 点一派弟子 已经没了气息 田卷儿掰开他的嘴巴 找到了一颗已经化掉的胶囊外壳 说道 这颗毒药早就藏在他的嘴里 等到他清醒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咬破胶囊外壳 毒药会在三秒钟之内 要了他的性命 并且会让他魂飞魄散 最后一条线索 就这么被硬生生掐断了 这名无辜的点一派弟子 韩赫死 死不明目 田卷儿倒出死因后 众人都沉默了好一阵了 混账东西 齐东强一棍子敲碎身边的巨石 依旧难以泄愤 抓耳挠腮无法平静 刚才那个姓黄的 说把你玩弄在鼓掌之间 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到底是冲着峨眉山来的 还是冲着你来的 站在齐东墙一个外人角度来看 的确能发现一些问题 但严守医只能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道 控制了黄秦苍他们的皮影系传人 提前再点一派弟子的口中 塞入毒药 显然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想让严守医发现 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 龙飞城忍不住走到喜相池旁 看到喜相池底 全都是青城派弟子的尸体 吓得脸色苍白 他们为什么要把尸体扔进喜相池 估计是为了毁尸灭迹吧 诸葛吉分析道 严守医站在悬崖边 沉吟了片刻 叹气道 继续搜索吧 眼下我们需要找到的是金碧道长 还有峨眉派其他幸存者 他心里已经对整个事情 有了大概的猜测 但他总觉得 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 必须掌握更多的线索 才能推测出准确的结果 队伍里的另一个智商担当 是诸葛吉 他本来也有一肚子的推测 且一部分已经实现 但他看到严守医始终处于思考状态 便知道严守医掌握的 肯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 为了不打草惊蛇 破坏严守医的想法和计划 诸葛吉决定暂时忍住诉说的欲望 观察严守医下一步的动作 大家收拾了一下现场的残局 继续往万年寺深入 不一会儿 便来到峨眉派弟子日常起居的宿舍 这里是一片矮房 院子里放着许多生活用品 但此时全都被打翻在地 院子里也导致几具尸体 让众人心寒的是 这几具尸体同样衣冠不整 严守医说道 菊儿 你到屋子里去检查一下 屋子里必定还有其他峨眉派弟子的尸体 多半也被侮辱过了 严守医为了保证他们最后的尊严 才让田菊儿进去查看 其他人则是在院子里检查线索 其他的峨眉派弟子也遭到侮辱 这难道说明彩云不是个例 不 彩云一定是个例 因为他所在的位置太特殊了 事发之时 无良殿内不可能只有彩云一人 他多半是被专程带到无良殿去的 严守医低头检查 发现眼前这些峨眉派弟子的死因 和广场上峨眉派弟子的死因相同 都是死于类似野兽的私药 看来 他们是死于同一批凶手之手 现在已经能够明确的是 杀死青城派和典一派弟子的凶手 是被控制的黄秦苍和典一派弟子 而杀死峨眉派弟子的 则另有其人 两伙人多半都是新玄山派的十二元臣 只是 至今为止 十二元臣还没有现身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必定还躲在峨眉派附近 不一会儿 田卷从屋里走出来 对严守医会报道 屋子里有许多峨眉派女弟子的尸体 都是被侮辱过的 还有什么发现吗 严守医问 田卷犹豫了一下 点起脚尖 在严守医耳边低语了几句 严守医听后 微微点头 没有表态 叶天元还在院子的角落检查尸体 忽然听到一阵轻微的咳嗽声 他顿时警觉起来 回头对严守医他们摆摆手 低声说道 会长 这里有动静 还有活人 众人瞬间激动起来 严守医三两步来到叶天元身边 也听到了若有若无的咳嗽声 齐东墙最是耐不住性子 跃上屋顶查看 严守医也加快脚步 很快他辨别出方向 院子里最深的那间柴火房 没有任何犹豫 他一脚踹开柴火房的大门 柴火房里堆满了枯树枝 在一片枯树枝上 金碧道长身受重伤 浑身是血的躺在那 他不停地咳嗽 已经是奄奄一息 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 甚至对严守医他们的闯入 都无动于衷 是金碧道长 严守医回头喝道 田卷进来 其他人守在门外 田卷小跑进屋 看了一眼金碧道长的伤势 脸色微变 他被人一箭刺中心脏 血流不止 三魂七魄都不太稳定 随时有可能撒手人寰 严守医一边从胯包里 掏东王葫芦 一边对田卷说道 卷 你能想办法暂时维持住 金碧道长的生命吗 田卷点点头 我可以暂时借用一点 原生骨的力量 但事后需要 吃好多好多东西 吃得不成问题 救人要紧 田卷立刻双手 按住金碧道长的胸口 朝他的身体肚送生命力 有生命力输入 金碧道长似乎没那么难受了 脸色也有所好转 但他身上的伤势过于严重 如果不尽快处理伤口 他依旧难逃一死 龙飞城等人守在门外 也忍不住探头查看情况 齐东强皱眉说道 伤得好重 换作是我的猴儿的话 恐怕是就不回来了 别说这种丧气话 龙飞城回头没好气地说道 齐东强涂了土舌头 不安分地蹲在地上 抓耳挠腮 柴火房里 严手易粗暴地撕开 金碧道长的道袍 从东王葫芦里取出各种丹药 一部分丹药不要前世地 往金碧道长嘴里塞 另一部分则磨成粉 撒在伤口上 老金的丹药 效果立竿见影 伤口瞬间就止住流血 金碧道长呼吸也不再困难 只是人还处于迷糊状态 严手易还没有停下 稳住金碧道长的性命以后 他又拿出了鬼门十三针 为金碧道长做最后的急救 十三根鬼针 扎进金碧道长的体内 田卷瞬间感受到 金碧道长的魂魄归位 呼 他松开手 有气无力地说道 他活下来了 紧接着柴火房里 便响起了一阵咕咕咕的声音 田卷尴尬地捂着肚子 说道 我饿了 你出去吃东西吧 严手易对着他笑了笑 田卷起身 走到屋外 齐东强好奇地转过头 那个老道士活下来了 嗯 田卷点头 然后伸手 向诸葛吉要吃的 诸葛吉赶紧把背包取下来 拿出里头的压缩饼干 甚至还贴心地帮田卷撕开包装 只可惜 田卷没注意到诸葛吉的小动作 他的注意力 全都放在饼干上了 结果以后 就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 吃东西的模样犹如饕馅 把一旁的夜天元都给吓呆了 吃这么多 不怕把肚子撑破吗 严手易在屋内 陪着金碧道长坐了一会儿 等到他徐徐醒来 严手易又第一时间 给金碧道长为了几口水 金碧道长脸色稍稍恢复 睁开眼睛 看清身边的人是严手易 眼神变得十分复杂 没想到最后救下我的人 竟然是你们民间教派 因为女儿的惨死 金碧道长一直对民间教派传人 颇有成见 哪怕知道严手易是一个 真正的证人君子 并且对玄门多有贡献 但依旧不想和他好好相处 但造化弄人 金碧道长身受重伤以后 甚至已经做好死 在这小小的柴火房里的准备了 没想到最后关头 去获救 救他的人还是 他一直瞧不起的严手易 严手易安慰道 那些都不重要了 您现在感觉如何 金碧道长尝试着移动身体 但哪怕是动一根手指头 都让他疼得撕心裂肺 他只能作罢 叹气道 恐怕没有行动能力了 这也在严手易的意料之中 毕竟金碧道长的肉身 还是肉体繁胎 刚才又奄奄一息 哪怕老金的要再厉害 也不可能让他立刻生龙活虎 不过 金碧道长能否自行移动 并不重要 严手易需要的是 从金碧道长口中问出什么 前辈在上山以后发生了什么 严手易严肃地问 事已至此 金碧道长也没什么可以瞒的 再加上严手易还救了他的性命 金碧道长便如实相告 我们到了万年寺后 黄秦仓突然对我们动手 将我中伤 我们一路打到喜相池 最终不敌他们 青城派弟子拼命拖住黄秦仓 这才让我逃了出来 之后 我便躲在这间柴火房里 运气疗伤 但已经无力回天 直到遇到了你们 这才符合事情发展的逻辑 黄秦仓编造的谎言 漏洞百出 严手易一眼就识破了 金碧道长随后望向严手易 关切地问 你们遇到黄秦仓了吗 千万不要受他所骗 我怀疑 他和灭鹅没派的人是一伙的 我们已经见过黄秦仓了 就在喜相池 严手易达道 我们识破了他的谎言 一路追逐 最后 黄秦仓带着几名典一派弟子跳崖了 跳崖了 金碧道长愣了愣 随后摇头 不 他们肯定还活着 金碧道长何出此言 典一派弟子擅长画镜 黄秦仓甚至可以在悬崖峭壁上垂直行走 跳崖对普通人而言九死一生 但对黄秦仓而言却根本不算什么 金碧道长对典一派了解颇深 一语道破了 为何黄秦仓头也不回的就跳崖了 原来他们不是走投无路自杀 而是另有计划 严手易得知真相 微微汗手 道 黄秦仓被我打成重伤 就算活下来了 暂时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 金碧道长却是满脸担忧 我至今都想不明白 黄秦仓为何要对我们出手 峨眉派又是为何被灭的 幕后黑手是新玄山派 是十二元臣和里根苗 严手易心里这么想 却没有直接说出来 他怕加重金碧道长对民间教派传人的抗拒 从而不愿意配合他 你们在山下见面 一直到走进万年寺 中途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嗯 我是指黄秦仓他们 严手易问道 金碧道长回忆了一番 摇头说道 上山的时候 黄秦仓与我聊起了许多往事 包括他惨死的家人 倒和平常没什么区别 严手一点头 皮影系传人控制黄秦仓 应该不可能获取他们的记忆 也就是说 上山时的黄秦仓 还没有被皮影系传人所控制 紧接着 金碧道长自己又发现了问题 黄秦仓对我们出手的时候 有几名典一派弟子 面色茫然 似乎事先并不知情 而且最后 黄秦仓也将他们都杀了 这一点我想不明白 那是因为 皮影系传人的能力有限 控制不了所有人 否则 搞不好金碧道长 都会成为剑下王魂 严手易没有回答金碧道长的问题 而是询问道 点一派弟子 一共几人 黄秦仓带上山的点一派弟子 一共12名 当时有两名点一派弟子 没有跟着黄秦仓动手 也就是说 皮影系传人 顶多控制11人 不 以严手易对叶天元的了解 他在皮影系上的造诣 已经很强了 但根据叶天元自己所说 他最多只能控制三人 而像黄秦仓那种强者 他能控制就算不错的了 不可能再分心控制其他人 按照这个点来推断 严手易严重怀疑 还躲在峨眉山上的皮影系传人 不止一个 他忽然感到头皮发麻 十二元城的人还在山里 而黄秦仓又说 要将他玩弄在鼓掌之间 如今看来 峨眉山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而自己此事已经踩进来了 这时候 田卷闯进柴火房 低声对严手易说道 会长 我有新发现 他又附在严手易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严手易听后 眉头紧皱 海来叶天元和龙飞城 看守保护金碧道长 自己则跟着田卷走出去 又喊上了诸葛吉与齐东墙 在田卷的带领下 四人来到一间屋子里 刚走进屋子之时 严手易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 原来这屋子是澡堂 里头还有潺潺流动的泉水 直通屋子里的十几个大浴桶 整个院子的峨眉派弟子 平日就是在这里洗澡的 此时 其中一个浴桶里 坐着一名峨眉派女弟子的尸体 看样子 他死的时候正好在洗澡 诸葛吉有点尴尬的偏过头去 不好意思多看 齐东墙则目不转睛地盯着 眼里有着最原始的欲望 但他却在很努力地克制 同时 为了避免尴尬 他还嘲笑诸葛吉 你怎么这么紧张 该不会还是个虫儿吧 诸葛吉怒道 你不是 齐东墙黑黑一笑 我虽然也是 但我经常看我的猴们交配 对这种事情 早就见怪不怪了 这不过是动物们 繁衍后代的行为罢了 合理合法天地规律 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诸葛吉冷哼一声 聚众观看小电影 是违法的 可我看的是猴片啊 我不信你的猴子里 没有未成年 眼手一咳嗽两声 安静 二人立刻安静下来 田绝儿走到玉桶旁 从早就已经冰凉的水中 抓住峨眉派弟子的手 提出水面 眼手一看到 尸体的手臂上 有着奇怪的红色花纹 像是一朵盛开的红色花朵 这是什么 他问 一种古术 田绝儿说道 名为琴丝蛊 这种蛊虫幼年时期 藏在土地里 生长的过程中 脑袋在地底吸取养分 身体则是钻出土地 伪装成一朵花 等到它彻底成熟 尾巴的花朵便会盛开 喷发出的花粉 可以覆盖周围十几公里 而花粉覆盖范围内的 所有动物 都会被琴丝蛊的花粉所影响 意识变得模糊 也幸全部消失 脑子里残留着 最原始的繁衍欲望 听了田绝儿的解释 眼手艺的脸色更难看了 难怪 峨眉派如此强大 却会被人 翘无声息地灭杀 事发当天 必然是友情丝蛊成熟 向万年寺喷射花粉 导致峨眉派的弟子 受到影响 战斗力全无 任由他人宰割 难怪他们死前都被侮辱 且并没有太强的反抗痕迹 为何外面的尸体上 没有这种图案 诸葛吉提出疑惑 田绝儿答道 花粉其实是秦丝蛊的后代 他们钻进人体内释放毒素 等到宿主死亡 他们便会吸收宿主的精力滋养自身 然后离开宿主的身体 但是幼年秦丝蛊的存活 有一个必要条件 那就是必须在水中 正因为如此 如此恐怖的蛊虫 才没有蔓延开来 否则世界早就毁在秦丝蛊手中了 外面的尸体里的秦丝蛊幼虫 在离开宿主身体的一瞬间就死去了 只有这具尸体里的秦丝蛊 依然存活 话音才落 众人便看到 尸体手臂上的红色花朵图案开始蠕动 显然有一只恶心的蛊虫 藏在皮肤底下 蠢蠢欲动 田卷默默地掐住尸体的手臂 不一会儿 秦丝蛊幼虫就死去了 再等不到一分钟 红色的图案也消失不见 若不是恰好有这一具泡在水里的尸体 田卷是绝对不可能发现秦丝蛊的存在的 这个发现十分重大 解开了大家心中诸多疑云 不好 突然 诸葛基脸色苍白 狮声大叫 齐东强怒道 你突然喊什么 吓我一跳 诸葛基沉生说道 我们发现黄青苍的时候 他正在将青城派弟子的尸体扔进水里 你们说会不会 秦丝蛊的幼虫想要存活 必须处在有水的环境当中 青城派弟子被杀 照理说直接丢在原地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黄青苍非要多此一举 将他们的尸体扔进喜相池 将这两个线索结合在一起 一个可怕的猜想浮现在大家的脑子里 喜相池沦为了黄青苍饲养秦丝骨的地方 那些青城派弟子的尸体里 说不定已经被种下秦丝骨的幼虫 一旦这些幼虫成熟 整座峨眉山无疑会变成生命禁区 走 回喜相池 严首一立刻转身 离开澡堂 其他人三人也跟在严首一的身后 走出澡堂 严首一让龙非诚背着金碧道长 众人马不停蹄地往喜相池赶 目前严首一可以肯定 李根苗不只派出一名十二元城成员来峨眉山 其中还必定有皮影戏传人和养骨师存在 至于还有没有更多 严首一不能确定 众人急急忙忙来到喜相池 却在靠近喜相池的时候 突然间顿住脚步 背着金碧道长的龙非诚 最后一个赶到 他看到了眼前的场景 也是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这 这还是喜相池吗 叶天元震惊道 我们不过才离开半个小时吧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喜相池 池中开满了红色的花朵 花朵的花瓣细长 如同菊花花瓣 但却只有寥寥几根 显得十分诡异 红色花朵密密麻麻 将喜相池全部覆盖 严首一伸手拨开花朵 只看到花朵的根筋 连接着喜相池底的青城派弟子尸体 他们的尸体上长满了花 场面恐怖无比 就连严首一再看到的一瞬间 也感到头皮发麻 田卷激动地喊道 赶紧杀了这些青丝骨 要是花粉喷发 我们 严首一立即释放掌心雷 银色的雷电瞬间覆盖整座喜相池 青丝骨生命十分脆弱 瞬间被掌心雷劈死 那些红色的花朵也随之枯萎 田卷健壮 忍不住松了口气 就差一点 差一点 这些青丝骨就要成熟了 骨虫和人类的生命周期是不一样的 例如 浮游的幼虫便是招生募死 青丝骨也是一样 从幼虫到成熟 只需要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也是为何峨眉派弟子 没能发现青丝骨的原因 这喜相池底下有东西 这时候 齐东墙蹲在喜相池边上 低头往下看 龙飞城没有防备 跑到齐东墙身边蹲下 疑惑地问什么东西 突然 齐东墙一掌拍在龙飞城的后背 龙飞城惊呼一声 失足跌下喜相池 田卷心里大惊 喜相池里 说不定还有死透的青丝骨 要是龙飞城跌落喜相池 搞不好青丝骨会立刻钻进他的身体 然后开始吸收他的精气 到时候 龙飞城绝无生还可能 事出突然 大家甚至没有来得及思考 为何齐东墙会对龙飞城出手 龙飞城在跌落的时候 转身仰面看着齐东墙 只见齐东墙的脸上 没有了之前的纯粹天真 他的神色被冷漠和残忍替代 眼神中透着恨你 这家伙 是一头影狼啊 龙飞城在心中狂吼 却在这时候 一只有力的手 抓住了龙飞城 在龙飞城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只手已经将他拽到岸上 颜哥 龙飞城感动无比 我就知道 有你在 我一准会没事 你闪一边去 别恶心我 颜首一一脚踹飞龙飞城 龙飞城落在田绝他们的身边 却是一点事也没有 众人此时回过神来 茫然道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齐东墙会突然对龙飞城出手啊 颜首一一踹飞了龙飞城 转过身 冷眼盯着齐东墙 怎么 眼不下去了 颜首一淡淡地问 齐东墙脸色难看 原来你一直提防着我 是不是很意外 颜首一道 打从一开始 我就没信任过你 我怀疑 如今峨眉山上 至少存在三名十二元臣 其中两个是皮影戏传人和杨古诗 这第三位 就是你 耍猴人 齐东墙低头冷笑 当他抬起头之时 额头上赫然出现了一个身子 他是十二元臣中的身 本来还想再陪你们玩玩 但其他两个废物的计划 都被你们给破坏了 没有办法 我也只能赌一把 齐东墙不甘心地问道 颜首一 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我不对的 龙飞城 叶天元和田卷三连猛逼 齐东墙居然是坏人 我们居然跟一个坏人同行这么久 会长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啊 众人吓出一身冷汗 唯有诸葛吉 他似乎也早就发现 齐东墙的不对劲 实践 诸葛吉站出来说道 我们与金碧道长 他们前后上山 时间相差不到半小时 而且 他们人数众多 爬山速度肯定不如我们 但遇上你这个本地人之后 我们上山的速度 非但没有变快 反而变得更慢了 当我们赶到万年寺的时候 万年寺里已经发生了许多事 这个时间差 已经暴露了你的问题 要么不并不是峨眉山人 要么 你再故意拖慢我们的步伐 拖延时间 严守一欣赏地点点头 他也猜到 诸葛吉应该掌握一些线索了 万年寺门口的那些尸体 身上的伤口 我检查过以后发现 很像是你的猴子抓咬导致的 但这只是初步猜想 这也仅仅只是 让我对你起疑心而已 后来我们遇到黄情仓 你二话不说 就冲上去要打他 这种冲动的行为 似乎是你刻意为之 目的是 不让暴露我们的存在 不让黄情仓说 更多暴露秘密的话 在无良店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采云的尸体 我始终想不通 为何其他人都死在店外 死在住所 唯有采云死在了无良店 按照正常的逻辑 关于失态 林晓晓 甚至是峨眉派的任何一名长老 都更有可能替代采云 但为何唯独是采云 唯一让我想到 能和采云有牵连的 也就只有你了 齐东强 严守一的分析 字字朱击 步步紧逼 让齐东强根本没有辩解的机会 这些证据单个拎出来 都不足以说明什么 但当所有的证据都串联在一起 发生在齐东强的身上 那就说明 齐东强这个人有问题 严守一一直提防着齐东强 在上山以后 先是让齐东强和自己一组进行调查 实则是在亲自看着这个家伙 不让他有捣乱的机会 之后在喜相池遭遇黄情仓以后 齐东强的表现 让严守一更加肯定他有问题 所以 最后遇到金碧道长之时 严守一直接没有让齐东强 与金碧道长接触 目的就是 不让齐东强杀人灭口 齐东强此时也反应过来了 原来自己以为天衣无缝的伪装 实际上在严守一面前漏洞百出 而且一直遭到提防 不愧是鲁班传人严守一 我真是太小看你了 齐东强沉声说道 你 你和峨眉派 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啊 被龙飞城背在背上的金碧道长 得知齐东强竟然是隐藏在他们身边的敌人 差点气得就伤复发 峨眉派上有不少人 都是金碧道长的旧相识 一路过来 他发现不少人的尸体 心中无比悲弃 而且 这次他带上山的精锐弟子 也尽数折损在黄青苍等人的手上 这让金碧道长如何不痛心疾首 严守一也上前一步 逼问道 齐东强 把该说的都说出来 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齐东强似乎也有想要诉说的欲望 他的眼神怨毒 低着头沉声说道 没错 峨眉派的人 全都是我杀的 我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给我的师父报仇 报仇 众人心里一惊 我曾说过 我是一名被遗弃在峨眉山上的孤儿 当年我是师父收养了我 把我养在尼古安内 叫我读书认字 叫我耍猴戏的本领 师父对我有养育之恩 教导之恩 恩众如山 但我的师父不是病死的 而是被峨眉派这帮道貌黯然的家伙 活生生逼死的 前任峨眉派掌门 在现任掌门冠云的建议之下 打算整顿峨眉山 将峨眉山上所有的寺庙 全都收入麾下 但我师父所在的尼古安 乃是他母亲一手创立 他不愿意就这么投靠在峨眉派名下 于是前掌门便派弟子过来屡屡骚扰 我师父不堪受辱 自己吊死在岸内 没了师父的我 重新变成孤儿 只能和猴子作伴 如同孤魂野鬼似的游离在山中 但我从未忘记 我的仇人是谁 可是 峨眉派阵法强大 光靠我自己 根本不可能进入山门当中 更不可能报复我的仇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峨眉派弟子采云 采云不知我对峨眉派恨之入骨 还对我颇有好感 于是我便将计就计 每天陪他说话聊天 想方设法地哄他开心 等到时机成熟 再让他带我进峨眉派 这样我就有了报复的机会 在我与采云接触的那段日子 戏子李根苗找到了我 将我收入十二元城当中 他曾对我说 二十八星秀的任务 是斩杀其他民间教派传人 而十二元城的任务 是分裂名门大派 制造名门大派 与民间教派之间的矛盾 对我而言 只要杀掉峨眉派的人就足够了 所以李根苗的想法 与我并无冲突 他甚至可以给我提供帮助 所以我答应了他 几天前 采云终于对我提出邀请 希望带我去峨眉派 见一见他的师父 因为他打算为我还俗 成为我的新娘 我知道 我的机会来了 于是我通知了李根苗 他派出了两名十二元城前来助阵 分别是四字皮影戏传人 魏子杨古诗 到了约定那天 他们二人悄悄跟着我进峨眉派 趁着我和采云见他师父之际 四字控制了掌管峨眉派大镇的长老 而魏子则在喜巷池种下秦司谷 等到时机成熟 峨眉派山门大开 秦司谷爆发 峨眉派弟子毫无占领 我的猴子们便趁机杀入 将他们全部咬死 我的大仇 终于得报 哈哈哈哈 说到这里 齐东强没能忍住 捂着脑袋哈哈大笑 他的笑容变态扭曲 声音更是无比尖锐 像是一个疯子 严首一的嘴角抽搐 听着齐东强的描述 他才真正领会道 什么叫做衣冠禽兽 禽兽不如 采云如此信任他 他却一直都在欺骗 哪怕相处了那么长的时间 也从未真正喜欢过采云 只是一直在利用采云 可怜的采云 他怎么可能猜到 自己朝夕相处 这么多年的男人 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在演戏 关于齐东强上山的那一段 虽然他说得轻描淡写 但实际上的惨烈程度 严首一能够想象得到 要知道 秦司谷不仅有削弱战斗力的能力 更有使人失去控制的能力 峨眉派弟子所居住的那些院子里 那些可怜的弟子 惨遭玷污 而玷污他们的 甚至连人都不是 他们在死之前 该有多么的痛苦 混账东西 造孽啊 造孽啊 金碧道长 痛哭流涕 其他人也是握紧了拳头 只等严首一一声令下 就扑上去 弄死齐东强 严首一强忍着怒意 没有动手 因为他知道 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为何齐东强在灭门之后 没有逃走 反而留下来 四字为何要控制黄情仓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这件事情 似乎最后 又与自己等人有所牵扯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不用严守一多问 齐东强便自己吐了出来 那日 我的猴们 在峨眉派大杀四方 昔日高高在上的弟子们 在我的猴面前 毫无招架之力 但我终究还是低估峨眉派了 等到我杀到最后才发现 峨眉派里头 竟然找不到 关于事态的尸体 他必定是带着人 躲在了某个 我不知道的角落 不杀光所有人 我如何能放心 不杀光所有人 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峨眉山的 齐东强全盘拖出了 大峨峰的某个偏僻寺庙里 有一群穿着黑袍的神秘人 盘坐在原地 双手时不时抖动 似乎在控制无形的丝线 在操控着什么似的 其中一人的中指 戴着一个铁环戒指 身形也比其他的黑袍人 大上一圈 这群黑袍人身边 还有一名穿着抑郁服装的 中年女子 女子是光头 头顶上盘着一条墨绿色的毒蛇 毒蛇的三角眼冒着寒光 时不时吐出蛇性子 女子的额头上 一个位置清晰可见 黄秦苍推门而入 对寺庙内的人们说道 齐东墙全盘拖出了 说吧 黄秦苍和一众点一派弟子 如同被抽走魂魄似的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黑袍男子起身 在他那帽兜之下 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四字 真是不争气的家伙 竟然被严手一 发现了那么多马脚 而且一直被提防着 他沉声说道 到底不是我们真正的心腹 戏子让他加入十二元尘 也不过只是为了 策划灭峨眉的一出好戏吧 为自杨古诗不悦道 因为他的破绽 害得我提前补好的 琴丝骨都失效了 现在再想要对付严手一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严手一暂时还不能死 四字皮影戏传人说道 关云师太等人神秘消失 必然是躲在峨眉山某处 我们既要做到赶尽杀绝 就必须利用严手一 找到关云师太等人 否则只能使用那个下下策 有准备丑子来了吗 他就在外头候着 你控制黄秦苍 将东西带出去交给戏子 我们俩留在峨眉山 好好陪眼手一玩一玩 杨古诗做出决定 大家都是十二元尘 皮影戏传人并不是杨古诗的手下 所以他也斟酌了一番 才同意杨古诗的计划 皮影戏传人动了动手指 黄秦苍便从口袋里 拿出了几部手机 这时外头一阵风刮来 黄秦苍身边忽然多了一道身影 那人拿着手机玩味道 就只有这些吗 这些已经够了 皮影戏传人答道 那人点点头 带着手机再次化作清风消失 皮影戏传人回过头 对他的众多手下说道 齐东抢死就死了 他不重要 重要的是严守仪不能死 我们先在一旁观察 不到万不得已 先不要出手 如果情况特殊 那就做最坏打算 联手将他封印 至少困他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 足够他们做很多事了 所以 你故意隐藏身份 混入我们当中 就是认为 我们能够找到 关云师太的藏身之处 好让你赶尽杀绝 严守一顿了顿 摇头说道 不对 你凭什么知道 我们会来峨眉山呢 是细子的情报吗 可就算是如此 光凭你也绝对 对付不了关云师太 也就是说 你的同伙 一直埋伏在峨眉山 他们随时可以过来 支援你 齐东抢冷笑 你真是比我想象中 要聪明许多 和你做朋友 应该会很有意思 你太抬举我了 我和你永远 不可能成为朋友 严守一摇摇头 语气里充满了 对齐东抢的不屑 龙飞城忍不住 痛骂齐东抢 采云对你是真情实义 你们相处这么多年 难道你对他 就没有半点感情 齐东抢沉吟了一阵 点头道 实话说 我对他还是有一点感情的 所以我才特意 把他抓到无良殿 在他天天送经念佛的地方 给了他一个完整的人生体验 再亲手送他上路 你 龙飞城指着齐东抢 往日里满肚子的骚话 现在却一个都吐不出来了 他赫然发现 自己骂人的那些话语 只能骂骂恶人 而齐东抢是个恶魔 恶魔本就无所谓正邪 骂了他也不痛不痒 不会有任何感觉 可怜的采云 他是真心爱着齐东抢的 那么多年的相处 让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要带着齐东抢到山门中 向师父请求还俗 他早就做好一辈子 陪在齐东抢身边的准备了 但这一切只是 齐东抢的谎言 甚至是引狼入室 给峨眉派带来的灭顶之灾 狗娘养的 诸葛基握紧拳头 不善言辞的他 这回终于是无法隐忍 抱了粗口 就连彩云都没能感化你 我才不幸 能把你教成这样的师父 会是什么好东西 所谓的报仇 不过是你滥杀无辜的借口罢了 诸葛基的话 似乎触碰到了齐东抢的 某根敏感神经 他突然额头青筋突起 怒目圆睁 你再说一遍 诸葛基立刻意识到 因为自己骂了齐东强的母亲 才导致他如此愤怒 不过诸葛基不打算停止 反而火上浇油 狗娘养的 狗娘养的 你闭嘴 齐东强瞬间狂暴 抄起长棍 便朝着诸葛基的脑袋砸去 这一棍若是落在 诸葛基的脑袋上 以他近乎为零的修为 恐怕会当场被打爆脑袋 脑浆四溅 当 一柄通体有黑的长刀 挡在诸葛基的面前 将齐东强拦下 阎首一手持斩破刀 冷冷地说道 该了解的 我大概都了解了 现在我想要做的 就是亲手送你下地狱 让你到阎王爷那 在彩云的面前 忏悔赎罪 滚开 齐东强一棍 将斩破刀正开 红着眼睛喝道 凭你们也想拦住我 老子不演了 先把你们杀光 再把峨眉山翻个底朝天 哪怕是绝地三尺 我也要找到冠云他们 我会杀光所有人 然后绝了峨眉派前 掌门的坟 报当年逝尸之仇 说完 齐东强向后翻了个跟斗 落在大树的树顶 嘴里发出奇怪的呼唤声 好似一只猴子 在呼唤着同伴 很快 四面八方便传来了 猴子们的回应 几个呼吸的功夫 齐东强的猴们 便赶来支援 这一次与之前不同 齐东强的猴子们 满脸暴躁 尖牙利嘴 手里不再拿着 原始的木棍和石头 而是各种各样的 兵器家伙事 这群猴子 可是真正杀过人的魔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